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时段最突出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古埃及的历史 人们就把它划分成古王国 中王国 新王国这几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 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 叫做第一中间期和第二中间期 古王国之间还有前王国时期 那么实际上他们这样划分的依据就是 这个古王国时期包含了几个王朝 但是相对而言这一段时间的埃及的历史 那个统一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说是常态 到了第一中间期和第二中间期 虽然也有王朝 但是往往都是就像我们的五湖十六国一样 比较短暂而且比较混乱 没有形成那种比较稳定的帝国 实际上其他文明其实也是这样 包括后来的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描述 包括实际上对欧洲文明的描述也是这样 人们往往说希腊罗马 那是属于古典时期或者说古代 到了中世纪 其实中世纪这个词 大家都知道它的真正的词意和这个所谓中间期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回事 中世纪就是一个比较 至少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乱的时代 是介乎希腊罗马和后来的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时代 是吧 那么然后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吧 是吧 就是或者有的人说 甚至是从文艺复兴以后 是吧 这个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是吧 就是等于是逐渐形成民族国家 然后在这基础上出现了一整套近代文明 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所谓的中世纪中间期 和前面的这个古典文明和后来的近代文明 也成了一个分段的标志 很多人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第一帝国 第二帝国 第一共和 第二共和 是吧 这种称呼 那么甚至包括 包括中国历史 也有人这样说过 是吧 说那个 那个那个 中华民国 从1911年建立的 是吧 那个叫做第一共和 是吧 然后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算第二共和 是吧 总而言之 如果我们按这种观点 去看中国历史 大家知道 中国历史的分歧 也是一个扯不清楚 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 很多人都注意到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这个时代之重要就在于 它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 从三代的诸侯林立 变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大帝国 而且这个大帝国 在这个时期 取得了比较 长时期的稳定 也奠定了中华帝国 后来的很多 这个 各方面的基础 是吧 但是从汉 从汉末以后 是吧 具体的说 就是从黄金之乱以后 这个 我们国家就进入了一个 比较漫长的 那个混乱的阶段 是吧 在这之前是春秋战国 是吧 那么 从黄金 我们现在把它叫黄金起义吧 不管叫黄金之乱 还是叫黄金起义 总而言之 是一桩事情 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个 秦汉帝国比较 作为一个稳定的 大帝国存在的历史 黄金之乱以后 大家就知道 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所谓 和久必分的时期 是吧 一开始是诸侯格局 是吧 最后形成三国 三国又出现西境的 三家归境 但是很短 只有几十年 马上又是五湖乱华 八王之乱 陷入一场八乱 一直到公元581年 随文帝重新统一 随唐这一段时间 有人说 就是中国 作为一个大帝国 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比较稳定的 然后到了唐末五代 其实从暗史之乱以后 就开始了 暗史之乱以后 实际上 实际上统一的唐王朝 基本上是名存实亡 实际上各地都是翻证格局 后来发展成为五代十国 后来北宋虽然统一了 但是统一也是不完整的 一直都是 所谓的宋辽夏金元 还有什么大理 这些国家一直都是并存 所以有人说 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中间期 直到元统一 元明清三代 才又出现了一个帝国的复兴 而且应该说 元明清三代的帝国的范围 要比前两个范围还要大 它本身也是一个扩展的过程 那么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把秦汉这个阶段 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代 是有它的根据的 主要就是根据这个 就是以前人们讲的那个 就是现在研究一个文明的历史的时候 通常用的那种角度 那么这第一帝国 它本身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是吧 从前帝国时代 也就是从那个三代 是吧 诸侯林立的这个时期 是吧 经过一个乱世 逐渐演变 逐渐产生这样一个帝国 那么这个帝国 当然就有了一整套 既然它能够维持几百年嘛 一整套制度安排 这个制度安排 后来又产生了很多问题 是吧 以至于这些问题 最后终于积累起来 是吧 使它 那个最终垮台 这里我还要给大家提到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王朝 王朝垮台了以后又出现战乱 因此很多人呢 都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种 以王朝更迭为 基本内容的 自乱周期 是吧 就是从那个 三国演义讲的那个 什么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是吧 到现在有的人讲的什么 乱即生智 智即生乱 是吧 他们认为每个王朝 就是一个周期 但是实际上啊 如果你宏观的看 其实 除了这个周期以外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更长时段的变化的 是吧 第一就是这个周期 本身并不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那个凡是呢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中央 中间期 是吧 他往往 这个帝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稳固性就比较差 是吧 这些王朝都比较短 而且幅园也比较窄 是吧 这个 内部也不够稳定 而 我刚才讲的这三段 是吧 就就就 一个是秦汉时期 一个是隋唐时期 一个是元明清时期 是吧 就显得比较稳固 是吧 这个和 和那个其他的朝代 就不太一样 更重要的是 每一段 这个大帝国 赖以建立的 这个制度安排 和他的一些 凝聚力产生的基础 是吧 在 有继承的情况下 他也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是吧 因此秦汉是 在很多方面 是不同于隋唐的 隋唐在很多方面 也不同于 元明清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我们把握这一段 历史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探讨这个 第一帝国 作为它基点的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制度安排 是怎么形成的 是吧 它包含了一些 什么主要的内容 那么这个制度 在运作过程中 产生了哪些问题 是吧 这些问题的积累 怎么导致了 这个第一帝国的解体 是吧 因此啊 实际上 这就决定了 我们这个课啊 重点是放在两头 就是 周秦之变 和汉位之变 是吧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探讨 这个第一帝国的兴衰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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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稳定的 而且是很强大的帝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后来它又怎么垮掉了 是吧 这个至于这个帝国本身的制度运作 本身我想 不管它的合理性 还是它的 弊病 是吧 都可以 最明显的从 这两端中 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它的合理性 那就是 周期之变 周秦之变 合理得以完成的 啊 那个那个那个理由 是吧 那么它的 呃 内在的弊病 当然也就是后来发 发生 汉位之变的 啊 那个理由 平汉时代 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阶段 大概这个所谓的 前三史 或者前四史 是吧 史记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大概都没有办法 啊 改变它是 研究这一段历史的 基本文献的事实 因为 这段时间 基本上没有野史 啊 或者不是没有野史 是没有保留下来的 呃 野史 或者很少 是吧 嗯 地方字 我们看不到 斯嘉文集 基本上也没有 是吧 我们看到的斯嘉文集 其实是断简残编 如果集起来 那就是大家知道 那个那个 晚清时代集的 那个 是吧 呃 传秦汉上古六朝文 是吧 那个其实是 也是 也是从各种 大部分是从正史中 一段一段集出来的 是吧 实际上并不是 我们真正讲的 意义上的 文集 是吧 秦汉时代 基本上没有 诗人文集 传识 也没有 地方字 是吧 呃 呃 当然也不可能 呃 我们在明清史研究中 非常重视的那种 档案资料 呃 呃 秦汉 呃 这个明清 档案 在故宫中 保留下了很多 当然主要是清党了 是吧 民党都很少 啊 那么秦汉是不可能有的 那么 类似于档案材料的 就是我后面要讲到的 那种考古中发现的那些 那些汉茧啊 这一类的东西 是吧 其中有些可以被认为是 具有档案 档案性质 但是它的随机 性 太强了 是吧 因此啊 这个研究明清史 仅仅从文献角度讲 要 戒则而鱼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是吧 嗯 而且明清又和 民国年间不一样 晚清民国啊 印刷术比较发达 虽然史料很多 但是 由于有印刷术 就是我指的是 不是雕板印刷了 是现代的印刷 是吧 那么这些书啊 流传面也比较广 是吧 研究近代和 民国历史 很少存在着所谓的 孤本 善本 真本的问题 是吧 因为当时印刷术 比较普及嘛 当然 呃 个人资料是有 孤善真的 是吧 比如说蒋介石日记啦 某某人的日记啦 那这当然是 任何时代都有 是吧 但是我可以讲一点 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 书虽然多 但是他主要的东西可以 他对图书馆的要求并不严 但是明清就不一样了 明清第一是书多 第二 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印刷术 是吧 很多书都是以 善本 孤本 真本 稿本的方式 存在的 是吧 所以搞明清师 你不跑那些大图书馆 很麻烦 是吧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 在传国只有孤本 只有善本 只有那么几个图书馆 有 是吧 所以有人说 搞明清史 如果你不在北京的话 就很麻烦 是吧 因为其他地方 你都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 你要跑到北京来 查一趟资料也很 很难 是吧 但是搞秦汉史 有人说 其实宋元就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有人说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说宋元史啊 从一个人一辈子之力 接则而鱼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明清史是做不到的 是吧 当然你 当然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小问题 另当别人 是吧 任何人 恐怕都可以找出新材料 只要 只要你下功夫 但是秦汉史就不一样 秦汉史啊 老实说 我们以前称之为文献的这些东西 相对来讲 那是要少得太多太多 是吧 接则而鱼很容易 能够做到 因此这个新的见解 就很重要 那么秦汉史研究 也不是说 就没有新材料 这些新材料主要 是来源于考古 是吧 来源于地下的材料 曾经有一栋炒得沸沸扬扬 说某人家里藏着一个 孙子兵法的真本 是吧 说是那个 世代相传的 如果他埋在地里头 是吧 两千多年 人们都不知道 后来发掘出来了 那另当别论 是吧 但是这个人说 他不是埋在地底下的 而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 一个孙子兵法的真本 或者说是传本 是吧 而且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老实说 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信 是吧 因为像秦汉时代的典籍 是吧 王毅了两千多年 而且不是埋在地下被发现 而是一直在民间保存着 但是又不为人所知 是吧 以至于到现在 有人说我藏着一个什么孤本 是吧 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吧 从地下挖出来 那另当别论 是吧 因此 这个秦汉时研究的史料基础 基本上 不太依靠这个所谓的 什么真本 善本 孤本 稿本 这一类的东西 除非你专门做版本脚刊 那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而且很多人认为 这个版本目录学和史学 根本就是两种学问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这个秦汉时没有新材料 是吧 我们知道新材料 秦汉时的新材料 主要不在于发现了什么 谷本 善本 而在于地下的考古材料 地下的考古材料 应该说 这些年来都有很 很惊人 屡次有很惊人的发展 是吧 而且往往是一次发现 就说 相当于以前所有发现的总和 是吧 像那个 走马龙五件 是吧 据说是出土了十万多枚 一次就超过了前尺的所有剪毒 历朝历代的剪毒加在一起的总和 是吧 那么前年又说发现了那个礼业勤检 是吧 这一次发现的勤检 据说也超过了以前的那个 什么岁虎地啊 是吧 什么那个青川啊 是吧 所有这些地方出土的所有的勤检的 总和的 多少倍 是吧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剪毒的发现啊 最近 相当 相当多 是吧 当然还有 最近成为清华的 骄傲的 是吧 据说是有一批那种 初检 入肠 清华 是吧 当然这个和秦汉史的关系并不大了 是吧 真正和秦汉史关系比较大的 是吧 民国年间就是 河西的汉检 是吧 包括苏楼和流域的 包括 五维的 是吧 基本上就是甘肃西部地区的 有人又把它叫做居延汉检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这个范围应该比居延要大得多了 就是 那个 汉代河西军藤地区的 这些汉检 是吧 那么 其次就是文革中 在江陵一带 发现的 是吧 岁虎地 凤凰山 张家山 是吧 这一批东西 那也基本上是秦汉的 其中尤其是 张家山汉检 是吧 对于汉律 就是 它基本上是法律文书吧 那个 起的作用很大 是吧 有了张家山汉检 我们就基本了解汉代的法律制度 所以啊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啊 大家 对秦汉史有兴趣 还是一定要有跟踪的精神的 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啊 往往它会有 比较 重要的发现 是吧 但是 往往这也是考验 考验我们耐心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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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 是吧 所以研究秦汉史有人说是和机遇很有关系 是吧 你正好碰的 而且秦汉史每一次研究高潮几乎都是围绕这些发现 那么我们之所以重视中华文明史上的秦汉时代 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 他在 中国 是吧 汉民族 是吧 这个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的 啊 这个 重要地位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现在西方把中国叫做China 是吧 这个China这个词 很多人就认为是和秦 呃 谐音 过来的 当然这个也还是有争议 是吧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这样说 是吧 那么因此就 因此 是吧 我们这个国家 是吧 实际上是在 啊 从秦以后啊 被 呃 呃 被 世界 呃 认识到的 是吧 当然这是指的英文了 是吧 像俄语中讲的那个 称呼中国 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是吧 叫做 弃丹 是吧 奇丹 是吧 这个这个 很多人说这是 呃 和弃丹有关 是吧 当然这个奇丹是不是弃丹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 但是呃 很多人认为它和China是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反映了很多中亚国家 斯拉夫国家 呃 对中国的了解 是吧 呃 这个词的来源 当然其实也是有一定问题 因为你 可能大家有的人知道 那个克里姆林宫 所在的那个地方 呃 传统上俄文就叫做 Kitaigrod 就是中国城 可是这个地方怎么会叫中国城呢 是吧 呃 实际上也是不太容易说 说得清楚的问题 到底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也是说不太清楚的一个问题 呃 秦的转音 是吧 而 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 是吧 到现在 还被叫做汉族 是吧 那么这个汉族显然也是 啊 从这个秦汉帝国 这个汉帝国形成的 呃 中国人现在经常都是以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呃 王朝是吧 作为自己的族群识别的标志 是吧 呃 在国外很多中国人被叫做唐人 是吧 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叫唐人街 呃 啊 汉族的 是吧 我们的周边一些国家还有另外的说法 比如越南人 是吧 越南就把 我们的华人啊 是吧 呃 这大概也是因为要 凡是 这一类的国家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这个民族识别 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事 是吧 那么这个华人在越南 既不叫汉人也不叫什么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个特点 就是不太承认跨境民族 是吧 就是我们不太承认像越南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留下来的 我们一般来讲 不把他们叫做越族 把他们叫做金族 是吧 那么越南人其实也是一样 是吧 呃 不把在中国境内的 不把在越南境内的华人叫做呃 汉人 也叫或者叫中国人 或者叫呃 甚至叫华族都很少 是吧 越南人把呃 中华人在越南的 是吧 按照他们的官方定义 他们有58个民族 是吧 其中呃 华人是 我们称这为华人 他们就把它分成三类 是吧 一类叫做华族 是吧 这是 很晚才移民到他们那里去的 一类叫做埃族 实际上是指的客家人 是吧 一类叫做明家族 是吧 明家族指的是 明带到越南去的一批移民 是吧 那么这些人在越南就叫做明人了 不叫做汉人了 是吧 呃 但是不管怎样 至少我们自己 最常见的称呼还是 自称还是 还是汉人 是吧 因此 这个秦汉时代呀 是我们啊 这个民族和国家啊 这个这个认同 呃 形成的这个历史中 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时代 是吧 那么 三千年来中国的历史 发生了很多 这个啊 对后世影响很大的 这种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 在哪里呢 啊 在什么时候呢 是吧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 啊 大家知道 呃 尤其是 这个 这个 晚清 那个 呃 就河南隐墟的甲 甲骨出土以后 啊 很多人觉得 呃 看到了一个新天地 是吧 于是这个 呃 王国威先生有一句话 叫做 三千年来的 呃 呃 变化之距 莫过于 隐州之际 是吧 他非常强调这个 隐州之间的这个 变化 是吧 而且他认为这个变化 是最根本性的变化 是吧 隐州以后啊 呃 这个所有的其他的变化就 呃 都比较小了 是吧 当然所有的这些人呢 又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认为近代以后 中国面临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是吧 三千年未有之变 是吧 那么 三千年未有之变 啊 我们现在面临的变化 的确是前无古人 是吧 这一点也是应该成了 但是这个变化到现在也没有完 是吧 我们还不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个样子 是吧 但是 在这之前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文明啊 曾经有相当的稳定性 是吧 那么在这之前的 另外一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 是发生在 尹周之际 是吧 呃 包括王国为先生 包括以后的一些 啊 比如说 像以胡后宣先生为代表的一些研究 尹伤史的 呃 那些人 是吧 他们经常讲 这个 呃 尹周有多大多大的区别 是吧 比如说中国是拜祖 呃 周人是拜祖先的 但是尹人呃 好像那个鬼 鬼神的观念 就是非祖先的鬼神的观念 就很强烈 是吧 等等等等 甚至以前呢 曾经有一度 认为尹周干脆就是 两个文明 两个民族 是吧 甚至有人说是两个种族 是吧 呃 很多人就把小邦周克大义商这样一场过程 就是那个那个尹周之际的这场这场事件 类比为西方 这个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征服 是吧 认为这个呃 西周 是一个蛮族 是吧 然后他灭掉了当时呃 就是类似于罗马帝国一样的 就是这个尹商帝国 是吧 呃 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变革 大家知道 在西方蛮族入侵毁灭了罗马帝国 这是西方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章 是吧 也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线 是吧 因此有些人也就说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变化是呃 非常呃 意义非常大的 是吧 有人说这甚至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 是吧 因为所谓的西周封建论 以前有经常有人说西周是封建的 呃 尹商是奴隶 是是是是是奴隶制的 是吧 呃 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甲骨文 随着甲骨文 呃 随着尹商甲骨的出现 呃 实行一实 在这之前 人们并没有这样认为 在这以后 人们也逐渐不这样认为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这以前呢 人们经常讲的多的是三代如何如何 是吧 呃 尤其是中国的儒家一直把三代 呃 看作是比较相近的一个东西 是吧 就所谓的呃 呃 呃 那个阴 阴于下里所损一刻之也 是吧 周阴于阴里所损一刻之也 是吧 是吧 说这个读呃 呃 比较呃 比较 呃 的捷径 是吧 呃 直到春秋战国这些人就认为那不行了 是吧 就是礼坏越崩 是吧 呃 高岸为古 身古为灵 是吧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以至于 以至于一直到了以后 这个观念一直根深蒂固 是吧 就认为这个三代是一回事 三代以后 又是一回事 是吧 而且很多人都怀念三代 说那个才是一个中国的理想时代 到了以后呢 就是属于 属于一代不如一代了 是吧 呃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是吧 呃 等等 啊 那么 呃 因此啊 显然这些人认为啊 周情之变是 是更重要的 那么到所谓隐商之变重要呢 那大概是王国维先生开创的一个观念 是吧 后来当然还有很多人这样讲 但是这个说法 到了这个 呃 到了这个这个 呃 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呢 逐渐逐渐都淡化了 是吧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呃 人们呃 呃 70年代 是吧 逐渐出土了很多周元甲骨 是吧 因为以前我们只知道隐商有甲骨 这个西周好像我们呃 周我们好像只看到那个经纹 是吧 而这个经纹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纹 往往时间都比较晚 是吧 那么呃 这个周元甲骨啊 大部分是 千周的甲骨 是吧 呃 一般人们都往往有这样的分歧 就是啊 它灭掉了 灭掉了隐以后 这个这个作为整个一个一个王朝的周 就分为什么早周啊 晚周 是吧 呃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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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秦啊 汉啊 都是这样 在他统一以前作为一个诸侯的 这个国家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仙周 就是啊 呃 呃 他没有灭掉商以前作为一个诸侯 作为一个方国的周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周元甲骨是那个时候的 但是 对于周元甲骨的认识 使人们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尹周其实完全是一回事 是吧 语言是一样的 文字是一样的 基本上不能被视为两个文明 是吧 那么当然就不存在着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周克商是是蛮族征服的问题 是吧 这和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呃 呃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周元甲骨看起来 它和尹商甲骨呃 呃 文字系统完全是一样的 呃 一般人们都认为呀 这个 尹周的那个差异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小 是吧 尤其是比王国为那个时候想象的要小 是吧 呃 所以现在在故事分歧讨论中啊 这个所谓的强调呃 套入了一个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 依次演进的意识形态框架 是吧 说这个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呃 从什么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演变 这个说法老师说他的意识形态背景 我们现在可以不去管他 是吧 但是毫无疑问啊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你把它叫做什么社会这个另当别人了 是吧 这一点应该还是靠得住的 是吧 因此啊 这个三千年内 是吧 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 大概也就是这个周情之变 是吧 呃 这个变化以后 接下来一场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时代 是吧 除此以外没有哪个时代啊 能够啊 能够能够这样 是吧 呃 很多人都说世界历史上有三大族心文明 是吧 是经过北家争民 逐渐形成了这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 是吧 大致上就是古希腊时代 是吧 呃 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印度的列国时代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是吧 经过这个呃 这一段时间的呃 各种学派的呃 交流的争鸣 是吧 最终进入到一个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时期 是吧 就什么独尊什么什么的时期 是吧 那么呃 呃就构成了以后的这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基本的框架 文明的基本框架 是吧 那么秦汉帝国显然就是 由轴心文明 最后是影响最大 辐射力也最强的就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是吧 以秦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这两大帝国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呀 做秦汉史和罗马 秦汉和罗马的比较研究 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呃 领域 尤其是尤其是所谓的魏晋封建论这一支是吧 更是几乎把秦汉和罗马完全当做呃等值的呃两个对象 甚至还有人啊呃呃如果在呃这个社会经济层面是吧 发现的共同点就更多了是吧 比如说城市的兴起啊呀货币制度的演变啊 是吧呃 甚至还有人呃得出了这么一个研究结果啊 有人曾经统计过 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 和这个汉帝国的黄金拥有量 据说这两者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大概都是好像是270多吨吧 当然还零多少多少公斤 据说这两个两大帝国拥有的黄金拥有量 都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这两个国家 在这个经济发展中 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 类似的问题 比如那个汉代的确是 从那个用那个贝币 发展到用铜钱 再到曾经有一度 汉代用黄金成为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但是到了中世纪 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黄金消失之谜 或者是金币消失之谜 是吧 中世纪初期一下子 好像在黄金都不变了 都不见了 汉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也有这种所谓的汉金之谜 是吧 汉代大量使用黄金 但是到了汉以后 黄金好像不见了 是吧 尤其从称呼上 汉代提到黄金 一般都是说多少金 多少金 是吧 到了以后 就变成多少两了 是吧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个罗马文明是到处都是 是吧 你不要说罗马城如何 就是在那个罗马帝国疆域所及的 是吧 包括像英国那样 当时在罗马帝国算是非常边缘的地方 是吧 像那个中东北非 凡是比较悠久的城市 你都可以看到罗马神庙的遗迹 罗马大剧场的遗迹 罗马各种各样公共建筑的遗迹 但是汉代的地面建筑 我们基本上根本就见不到 是吧 大概只有那个四川啊 山东啊 还保留几个所谓的 所谓的木雀 是吧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 在地面上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是吧 我觉得应该承认在建筑技术上 是吧 这个恐怕是差距是非常之大 是吧 我们虽然是文明古国 但是我们 老实说 明清以前留下来的地面上的东西 几乎都没有 是吧 我们的文明只是表现在坟墓里头 是吧 可以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是吧 这个地面上基本上都 都不太能够看得见 是吧 这个这个 但是 如果就农业文明本身而言 我觉得中国秦汉时代 应该说远远超过当时的希腊罗马 是吧 就这个 如果我们以这个土地利用率 或者是服众指数 来 来衡量的话 是吧 这个罗马时代的农业文明 应该说也相当发达了 是吧 但是如果跟同时期的中国相比的话 至少 那个劳动生产率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土地生产率 是吧 中国一直是有这个金庚细作的传统 是吧 这一点从秦汉就已经开始了 就已经是这样 是吧 一直到现在 即使在中国 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 那个最落后的时代 是吧 我们的土地的亩产量 也还是在世界 数一数二 是吧 只不过就是 人均占有量就很少了 是吧 因此 不管是相同的地方 相异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在 这个时代 就已经 就已经基本奠定了 是吧 所以认识中国 认识我们的这个文明 是吧 这个秦汉史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代 是吧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对比 是吧 说秦汉最盛的时候 也就是西汉末 有六千万人口 当然这是统计数字了 有人说实际上超过 而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 就是在图拉征 哈德良这个时代 是吧 现在很多人的说法是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人口 超过一亿 是吧 是在这个近代以前 是吧 是是是是 是最庞大的一种 一种大帝国 是吧 到了中世纪 当然就掉下来了 中世纪在罗马帝国 疆域内的人口 中世纪早期 大概在七千万左右吧 是吧 很多人都这样讲的 那么秦汉 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秦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口 都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 是吧 有人说 汉代城市 是吧 有了很大的发展 汉灿长安的人口 是吧 很多人说 大概有三十多万 是吧 那么 在西方 对罗马的一个 通常的估计 就是 罗马帝国 罗马在帝国和平时期 人口一度达到过 一百万 是吧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到了 秦汉和罗马以后 这两个地方都出现了 城市衰落的现象 是吧 这个 一直到了宋朝 可是一直到了唐宋 是吧 中国才出现了 第二度的 大城市的崛起 但是到了 罗马以后啊 有一点应该是公认的 那就就大城市而言 显然西方是 远远不能望中国之向背了 是吧 就是这个 像那个 唐长安 宋开封那样的城市 在西方 西欧中世纪是没有的了 是吧 但是那个 古代时期 是吧 在罗马时期 现在很多人还是认为 罗马的人口 要比 汉长安的人口多 当然这个人口 其实是 并不重要的 关键在于这个城市的类型 我后面要讲 其实是不一样的 黄金拥有量 按照这个 四五十年代的货币使家 彭信卫先生的说法 西汉和罗马都拥有 273吨黄金 是吧 几乎完全一样 还有人做过 秦汉和罗马的 浓缩的比较 是吧 秦汉时代出现了几本 农书 是吧 这个 凡胜之书 是吧 什么等等 罗马也出现了所谓三大农书 就是那个 家图 瓦罗和克鲁美拉 写的那个三本 其实都叫做论农业 是吧 翻译成英文 都是 那个 这三本书 是吧 有人曾经分析过 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趋向于 金庚戏作 当然汉代的金庚戏作 远远超过 那个金庚戏作的程度 是吧 远远超过 罗马了 是吧 因此这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现象 这第一帝国啊 这个秦汉时代啊 很重要 对于它的重要性 以前有过争议 就是我前面讲到过 这个孔子认为 乃至我们国家的儒家传统啊 一直认为 这个 周清之变 很重要 是吧 这是儒家主流的说法 到了 晚清民国之际 曾经有过 很长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人们好像不以为然 是吧 人们认为 引周的变化 更大 但是 现在呢 逐渐 这种说法 又回归 原来的说法了 是吧 因此我们还是相信 中国变革 莫居于 周清之际 是吧 除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变革以外 但是 即使人们都承认 这个时期发生了 很大的变革 然而 无论就事实判断 还是价值判断 在承认这段时间发生了 巨变的人们中间 也有很多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 我就不说别的 我说 在政治立场 在当时啊 很多方面都比较接近的 人们中间 对周清之变的判断啊 也往往是 截然相反的 是吧 比如 晚清的康有为和谭世彤 这两个人大家知道 是戊戌变法时代的战友了 是吧 叫做什么 谭世彤的绝命词讲的 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吧 那个那个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 应该说 自认为是肝胆相造的 但是他们对 自秦开始的这个时代 他们的评价 那几乎是截然相反 孟子认为相怨是最坏的一种人 这个相怨 当时是作为相生的对立面 是吧 所谓相生 就是知识分子 是吧 而且是比较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的 是吧 荀子自己说 这种人呢 应该是从道不从君的 是吧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标准 我们不是以皇帝的标准 作为标准的 是吧 我们遵循我们的调德标准 但是并不服从皇帝 是吧 也就是说 一旦是皇 君主如果是无道的话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反对他们 是吧 而 至少在斯梦学派看来 荀子这一派的人呢 就是所谓的 没有自己的道德立场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 上面左他也左 上面右他也右 墙头草两边倒 是吧 屈原覆势 是吧 没有任何 自己的独立人格 是吧 完全是一种奴才式的人 那么这些人叫做相怨 是吧 这个 如果按照谭词通的说法 那秦以后简直就糟透了 是吧 政治变成了强盗政治 是吧 做学问的人 变成了一些 那种御用文人 是吧 就是那种 上面说什么事 就是什么 没有自己立场的人 是吧 而且这两者互相利用 是吧 按照他的话说 为大道利用相怨 为相怨 功媚大道 二者交相知 是吧 说是就把这个孔孟的这些精神都给颠覆了 是吧 可是 康有为应该说是他的老师 是吧 也是戊戌的时候的通告 康有为 在十几年以后 民国初年 讲了一番话 几乎和谭词彤讲的完全相反 是吧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 说 这个秦汉以前是一个封建社会 也就是人是有贵贱之分的 是吧 有些人是贵族 有些人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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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野人 是吧 总而言之 那个时候是有贵贱之分的 是吧 秦汉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废封建 这里我要给大家 讲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是吧 封建这个概念 和我们后来讲的封建社会 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我们后来讲的封建社会 是按照一个意识形态的说法 是吧 说这个社会 呃 存在着地主 这个地主剥削 他的电户 是吧 租电关系很发达 是吧 这就叫封建社会 反封建就是 要搞土地改革 是吧 废除租电制 是吧 那么古汉语中的封建 当然完全是 另外一个意思 是吧 就是指的 封邦建国 是吧 每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领主 每个领主都有自己的一批 依附者 是吧 八百诸侯 是吧 万国来朝 是吧 那个 这个不太统一 是吧 那么每个诸侯国 当然都是 有主人 是吧 这个诸侯下面 都有他的家臣 都有他的那个 国人 是吧 因此 封建条件下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 欧洲中世纪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封建 实际上就是那个 Fedalism Fedalism 在这一点上 倒真是和古汉语中 讲的那种状态 有点相似 是吧 大家知道 欧洲中世纪 有一句成语 叫做 叫做 没有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主人 是吧 当然反过来说 对主人也是这样 没有一个主人 没有附庸 是吧 或者说是 那个那个 所有的人都有 对于附庸来讲 所有的人都有 主人 对于主人来讲 所有的人都有附庸 也就是说 中世纪是一个 有 很多主人 每个主人 各拥有一批附庸的 那样一个时代 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 也是这样 是吧 可是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 秦汉以后就不这样了 是吧 这个贵族制 封建制 被取消了 变成了 大一统的专制帝国 皇帝以下 所有的人都平等 是吧 都是臣民 是吧 因此他说 自秦汉 以废封建 人人平等 皆可 起不一而为倾向 大家知道 这的确是秦汉以后的不同点 是吧 秦汉以前 号称 四亲四路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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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权力 需要有那个 家世渊源 是吧 贵族 贵族家庭 是吧 贵族掌权 是吧 到了秦汉以后 贵族制就变成了官僚制 所谓官僚就是 皇上一喜欢就可以提拔 一不喜欢就可以 废除的 是吧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叫做 国家雇员 是吧 就是就是你既然是雇员嘛 是吧 我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 这就就完全和以前的贵族是不一样 是吧 说 皆可起不一为倾向 虽有风诀 只同虚贤 虽有张福 只等徽章 行信道案 亲王宰相与民同罪 是吧 等等等等 讲了很多 他如何如何平等 最后讲到什么地步呢 说除了皇帝要管的地方以外 其他一切听民自由 凡人生自由 营业自由 所有权自由 集会 言论 出版 信教自由 秦汉以后都有了 是吧 法国大革命所要追求的 自由平等 博爱 两千多条 所有的 我们以前都有了 而且都是秦始皇带给我们的 是吧 那么同样都是对秦开始的时代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评价的差异呢 是吧 其实我们看一下 这个差异是一个价值判断 而就事实判断而言 是吧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周秦之间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是可以争论的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发生的变化的事实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好事 有的人认为这是坏事 是吧 对同样的事实判断 人们也可以 人们也可以 得出不同的价值评判 或者说同样的价值评判 人们可以基于截然相反的事实 是吧 大家知道 毛泽东对秦制也是高度评价的 在这一点上他和康有为是一样的 是吧 都认为秦始皇了不得 千古一帝 就是说 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 对秦始皇评价很高 但是他们高的理由和秦始皇是截然不一样的 是吧 康有为看到的秦制啊 好就好在据说是自由平等 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情况差不多 是吧 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姑且不讲了 是吧 但是毛泽东欣赏秦始皇欣赏什么呢 就是欣赏秦始皇敢于搞无产阶级专政 康有为也很欣赏秦始皇 是吧 但是康有为对秦始皇的主要欣赏的地方 当然就和毛是不太一样 是吧 康有为欣赏的那个自由平等啊 毛泽东是嗤之以鼻的 是吧 大家知道文革初期中国有一篇社论 就叫做失去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是吧 说这些东西都是遮羞布 是吧 我们根本用不着的 那么反过来讲 毛泽东和谭慈彤一样都是把秦制理解为一种强权和暴力 是吧 可以杀人的 可以镇压的 是吧 焚书坑儒什么什么这些 这个都是毛泽东和谭慈彤看到的秦制的特征 是吧 但是同样的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事实 谭慈彤说这个东西很糟糕 是吧 价值判断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谭慈彤说这是强盗政治 而毛泽东说这是革命专政 是吧 说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秦始皇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一 这个方面 是吧 秦始皇如果真搞了自由平等 在毛泽东看来那就太糟糕了 毛泽东最崇拜的人就是秦始皇 最看不起的人就是 就是宋相公 是吧 把他叫做蠢诸式的人意 这句话在毛主席的诸咒中从他 中学时代一直讲到他临时 讲了好多次 是吧 蠢诸式的人意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毛泽东是很看不起这种人的 是吧 那么 毛泽东和谭慈彤一样都 非常注意 秦 这个 这个这个 他的这种暴力和强权 但是价值判断 截然相反 是吧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就是 是吧 同样的事实判断 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价值判断 也可以依据 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事实 是吧 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 是不是背后也有一些 共同的呢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康有为说秦始皇时代 开创了一个平等的时代 而谭慈彤 说秦始皇开创的是一个暴力的时代 或者说是个强盗的时代 是吧 这两者是不是 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呢 是吧 我们可以设想 在先秦的所谓 封建时代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我刚才讲的 是吧 社会上有很多 主人 或者说是领主 或者说是封建主 是吧 或者说是小邦军 是吧 在那个 那个 那个 西州 是吧 叫做小邦军 是吧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批依附者 那么显然 这个 这个主人 是跪的 依附者 是建的 是吧 这个时候是有等级制的 是吧 是有尊卑之分的 而秦制 的确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领主 都给消灭了 把领主制变成了官僚制 什么叫官僚制呢 官僚制说 说透了不就是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才吗 从秦始皇以后 中国就不再有 或者说 说不再有 可能有点过分 但是可以这样讲吧 就是这个 这个贵族和 这个平民的差异 就下降了 是吧 即使不能说完全消失 是吧 但是 至少是下降了 以后的贵族也不是原来 那个意义上的贵族 是吧 那么所有的人都成了皇上的奴才 是吧 这里我要讲 这个奴才啊 甚至成了一种资格 是吧 像比如说像清朝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现存的清宫档案中 那些大量的那些咒褶 是吧 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 这是要有一些 这是要有 这是要有规定的 是吧 一般的汉族大臣 你向皇帝上咒 你只能说 臣某某 是吧 比如临则徐 他就要说 臣临则徐 是吧 启咒皇帝陛下 只有满族清贵 像那个穆章阿 齐善 这些人 他们给皇帝上咒 才可以说 奴才 齐善 是吧 启咒皇帝陛下 是吧 什么穆章阿 奴才 穆章阿 是吧 启咒皇帝陛下 那不是谁想当奴才 都可以当得上的 是吧 这个如果你不是满族清贵 哪怕你是像林哲徐那样 其实还是蛮受重视的人 是吧 也蛮有权力的人 但是你不配当奴才 是吧 能够当奴才 那是 那是要有一定的资格的 是吧 你不是满族人 你要当奴才 人家还不认呢 是吧 你只能当臣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的确是这样 所以呀 你的确可以这样 在这一点上 是平等了 是吧 秦始皇 秦汉以后的制度啊 他基本上就是 以官僚制取代了 这个 贵族制 是吧 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 他就把 周时代的所谓 天有时日 人有时等 是吧 那样一种 这个 这个 贵贱分成的这个制度 变成了一种 皇帝之下 是吧 大家都是奴才的 这样一种制度 是吧 从这个角度讲 你要说他是 实现了一种平等 我觉得也的确是 是吧 至少相对而言 比以前 是吧 毫无疑问 是平等了 虽然 啊 你一个宰相 我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引车 卖将者流 但是在一点上 是平等的 那就是皇帝要杀 你和杀我是一样的 是吧 想杀就杀了 是吧 没有什么两样 是吧 这个这个 皇帝要提拔 也就提拔了 当然皇帝提拔 我的可能很小了 是吧 但是如果他真的 看中了我 他当然可以的 是吧 不依倾向 是吧 啊 但是 这样的一种平等 是使大家的 都变成贵族了呢 还是使大家都 变成富庸了呢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啊 这个我觉得是 啊 很值得研究的 是吧 呃 我觉得 康有为的说法 最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在于这一点 是吧 这个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 是秦始皇那个样子的平等吗 是吧 是追求一个皇帝 呃 不管是宰相 还是呃 引车卖将者流 都是可杀 可就杀 是吧 可赏就赏 是吧 是追求这种平等吗 当然不是的 是吧 秦始皇所要追求的 无非就是所有的人 都变成了他的奴才 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规见之分 是吧 秦始始人无尊卑都隶属于大道 是吧 这一点上讲 他是很平等的 是吧 那么你可以说 秦始的成功也在这里 是吧 如果没有这样的平等 他就不可能有以后的 是吧 这样的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 是吧 先秦时代哪一个领主能够做到啊 每一个领主只能调动 自己依附的那很少的人 是吧 可是秦始皇以后就不同了 是吧 什么长城啊 始皇陵啊 这些重点工程 一个结一个 是吧 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出来 是吧 这个的确是非常厉害 是吧 以前的这些人的确没有这样的 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 在小领主时代啊 小领主和自己的附庸 往往是有直接的人际关系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熟人社会 是吧 主人和领主 主人和自己的附庸之间 是吧 是一种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 往往他们是认识的 往往他们是直接有交往的 是吧 可是到了秦始皇那个时代 当然就不是这样 我这里讲 西周时期 按照周字 按照那种封建制 虽然周天子不认识 下面的一般臣民 但是实际上他也管不到下面的一般臣民 是吧 下面的一般臣民 他自己有他的领主 他的领主又有上一级的领主 是吧 这个素人 是吧 直上有大夫 是吧 有氏 氏上头有大夫 是吧 大夫上头有诸侯 诸侯上头 有周天子 是吧 虽然周天子不认识素人 但是周天子 至少在理论上他应该是认得诸侯的 是吧 因为这些诸侯 从理论上来讲 都是西周中法制度中的 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关系 是吧 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内的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呃 弟长子 和其他 那个那个兄弟 是吧 或者说父子 是吧 类似于这样的关系 反过来讲 诸侯也是一般来讲 都是认得 这个亲大夫的 是吧 一直下来 每个人 和他的主人之间 都有一种比较固定的 附庸关系 可是秦始皇 他怎么能认得传国人民呢 他也没法管传国人民 是吧 因此所谓的秦制啊 他和封建制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 封建制是 很多的主人 各自管束着自己的附庸 而且这个附庸 至少在理论上 是固定的 是有一种 长时期的关系的 人际关系的 而秦始皇 他有无数的附庸 他根本认不得 也管不过来 因此他只能用 一些受宠的奴才 去管理那些 不受宠的奴才 理论上讲 这些人对于他来讲 都是奴才 一样的 是吧 宰相到 从宰相到一个农民 其实对于皇帝而言都是奴才 是吧 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不过宰相受宠 是吧 皇上给他了很大的权力 那么好处就是 他通过这样一种办法 可以实现中央集权 可以有很强的那种 对于人力物力的调配能力 但是我们通常啊 从人之常情讲啊 是吧 老实说 这个受宠的奴才 管理不受宠的奴才 往往要比主人管理奴才 要更麻烦 是吧 更糟糕 是吧 对这个奴才的 那个联系和 这个照顾的程度 恐怕要更差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是吧 你的奴才 不管怎样 是你自己的 是吧 这个是 所有权是很清楚的 是吧 就像你有一匹马 当然了 当牛做马一般 就是被认为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 但是老实说 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 你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把他杀了吧 是吧 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不就损失了吗 是吧 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 这个道理就是窝边草 是他的 是吧 他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是吧 但是这个 这个不受宠的奴才 他就不是受宠的奴才的奴才 是吧 所以不可能产生这种 是吧 这个不受宠的奴才 去 去 去 那个 那个 对那个 受宠的奴才 有一种照顾之心 这反而更难 是吧 因为第一 他们本来就是陌生人 是吧 本人自己也没有什么依附关系 而且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 是皇上的人 他本人也是皇上的人 对于他来讲 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巩固皇上对自己的宠爱 而不是怎么争取更多的人依附于自己 是吧 争取更多的人 就是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招降纳畔 是吧 吸引更多的那个那个人来投奔自己 是吧 西周那个 清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吧 清以前每个领主 都要标榜 他对下面是很不错的 是吧 然后才会有很多人来投奔他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就会有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长家归来乎啊 食无余啊 是吧 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 是吧 那么 这个是 是吧 就是 第一是他们是个熟人社会 是吧 第二有一种持久的这种 第三 这个隶属关系比较确定 是吧 可是如果 不是这样 那就会造成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 这个受宠的奴才啊 往往整不受宠的奴才 比主人整奴才 还要厉害 是吧 这种现象啊 应该说是人之常情 而且即使在官僚制内部 也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秦以后的这个历史中啊 被斯大夫最痛恨的人 是什么人呢 就是宦官 是吧 为什么宦官最被痛恨呢 因为宦官是皇上身边的 那的确是 比一般的官僚 更具有奴才性质的奴才 是吧 而皇上往往很信任宦官 原因就是因为他 他最得宠嘛 或者说最容易得宠 最有机会得宠 是吧 而皇上如果 给宦官赋予很大的权力 让他来管理别人的时候 这个宦官的残暴 往往比朝官更厉害 原因就是因为 他与朝官相比 他更是名副其实的 受宠的奴才 是吧 除了皇帝的宠信 他完全不考虑其他 那么你可以说朝官 还略为考虑一些别的东西 是吧 但是这个宦官就更不考虑这个东西了 是吧 所以你要说的话 这个宦官啊 所以用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阶级分析 是很难说的 因为这个宦官往往都是苦大仇生的老贫荣 是吧 都不可能是那种贵族出身的人 贵族出身有几个人愿意自公的呢 是吧 那么愿意自公的当然都是那些 那些 那些苦大仇生的 是吧 那些那些那些 都是那些原来没有什么 原来混得很差的 是吧 然后一旦自公被皇上宠信 马上就有了 那个很大的权势 是吧 那么当然他们就 会会做出一些事情来 是吧 那么这些事情呢 当然我们不能用阶级分析的 方式说 是由于他们是那个那个 是富人 是吧 所以他们就仇恨穷人 是吧 恐怕不能用这样的那个观点去判断 是吧 那么当然 是吧 我们可以说 是吧 很可能 谭词同讲的那个暴力 或者说是大道之治 和康有为讲的平等 也就是用官僚制取代贵族制以后的 这样一种结构 是吧 也就是说用受宠的奴才去管理 不受宠的奴才的 这样的一种制度 是吧 双方都是 大家都是奴才 是吧 都是可以说朝不保夕的 是吧 朝为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这是好的说法 是吧 就是就是 那个那个 朝为唐上官 木为阶下囚 这是坏的说法 是吧 但是都一样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 你是 你的 你的那个命运是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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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之于皇权的 是吧 不像那个 中世纪的贵族 是吧 包括先秦时代的这些贵族 是吧 甚至也不像我们 中国历史上 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吐司 是吧 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那种 那种 那种独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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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 变化 显然是从 所谓的 封建 这种变化 演变而来的 那么这种封建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是吧 大家知道 古汉语中的封建呢 在49年以后 我们就经常把它叫做奴隶社会 是吧 我们一般讲 西州 这个中法制是奴隶社会 到了 废封建 立俊县以后 我们反而说 那是进入了封建社会了 是吧 这个用词啊 可以说和古汉语中的用法是截然相反的 是吧 古汉语中讲封建 那肯定是说 不可能有君主专制的 是吧 有君主专制那就不是封建了 是吧 反过来讲就是有封建就不可能有君主专制 是吧 那么 我们以后讲的 是吧 这个所谓的封建社会 和古汉语中讲的封建完全是两回事 甚至是相反的一种东西 那么 古汉语中讲的先秦时代 就是周秦之变 所要变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从晚清以来 很多人给这种东西加了 各种各样的名称 是吧 比如梁启超先生 他说啊 周秦之变就是从封建时代到统一时代 或者 也可以叫做从贵族时代到无阶级时代 是吧 就是原来是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别的 现在没有了 所有的人都成了皇上的奴才 所以叫做无阶级时代 所谓无阶级就是在政治上 是吧 他们都是皇上的臣民 是吧 这个意思 那么 严父说啊 说先秦时代是一个中法社会 是吧 那个时候 主人就像家长 附庸就像家属 是吧 之间有一种温情默默的关系 可是后来 就顾不得这个温情了 因为春秋战国 当时要打仗 要打仗就得严刑郡法 就得集中人力物力 是吧 就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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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就得能够有最强的控制能力 把整个国家凝聚起来 这里我要给大家说啊 自从日本和中国打仗了以后 军国主义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是吧 我们经常讲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在中国晚清时代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 军国主义 很少有人讲主义 但是军国社会 这个词是一个褒义词 是吧 很多 当时尤其是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 看到一些中国应该学习的事 是吧 这些人呢 往往张口闭口 都是把这个军国社会 当做他们追求的目标的 是吧 军国社会 是我们的未来 是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那后来 后来日本人打我们了 当然就另外一回事了 是吧 但是在这之前 是这样的 因此严富说啊 这样的一种变化是中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演变 那么陶西胜 大家知道他是蒋介石的笔杆子 是吧 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的理论家 其实啊 国民党的理论 很大程度 也是带有 那个 也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 是吧 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党嘛 而且也是曾经是 以俄为师嘛 是吧 这个 当时这个 这些 这些说法都是很流行 在国民党中也很流行 是吧 那么陶西胜 他也讲 社会形态的演变 是吧 他说啊 先秦时期 那是贵族的封建制度 到了秦以后 就不是封建制度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按照古汉语的说法 那当然 秦始皇肯定是废封建 废了封建以后怎么样呢 如果按照 我刚才讲的康有为的说法 那几乎就已经是资本主义了 是吧 因为人人平等嘛 是吧 就是甚至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那种状况 好像就是 就和秦始皇那时候的状态差不多 是吧 但是 陶西胜当然不这样看 是吧 陶西胜看到 秦以后就不是封建社会了 但是当然也不是 也不像 也不像 也不像那个 也不像康有为讲的那样 那就是资本主义 是吧 因此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前资本主义 官僚制 是吧 他说这既不是封建社会 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像陶西胜那样的国民党理论家 还是有很浓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那种 那种意思 是吧 他总认为 好像那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两者好像是有某种 成绩关系 是吧 因此如果有一个既非这也非那的 好像他就没有什么别的名字 要叫做 前资本主义 这个前资本主义 似乎好像在他的语境中就是 已经离开了 封建社会 但是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怎么会长到两千多年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这也是后来人们老要讨论 什么资本主义 为什么不能萌芽 是吧 其实这种问题是国共两党当时 共同面临的问题 是吧 这是陶西胜的说法 而郭沫若的说法 是吧 他当然 把西州那样一种制度 说成是奴隶制 而且他说这种奴隶制的特点是 宗族奴隶制 是吧 也就是那个血缘关系起的作用很大 那么废除了这种奴隶制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封建制 是吧 当然 郭沫若是所谓的战国封建论者 是吧 就是强调这个春秋战国之交 这个礼崩越坏 就是社会形态的转变 是吧 那么春秋 可能还是州的东西多一点 到了战国就越来越像秦靠拢 是吧 因此他认为到了战国就是封建社会了 那秦当然就更不用说 那是第一个封建王朝 那么郭沫若说 这是宗族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演变 范文兰先生相反 他是西州封建论者 是吧 他认为西州就已经是封建社会 这一点很可能是 因为西州的分封制和中世纪的欧洲 有的确有类似之处 是吧 就是由领主和他的附庸构成的 有很多领主 每个领主各自有自己的附庸 而且有层层的分封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翻译 西方中世纪的 那个概念 经常都用中国先秦时代的 就是公猴博子男 是吧 这个称呼 尽管英语中其实没有这个说法 是吧 但是我们往往就比如说把那个 道可翻译成功 是吧 把什么什么 功下面的一级就翻译成猴 猴下面的一级翻译成伯 是吧 等等 那是因为我们在西州的时候 就有这样一套 天子 下面是王 公 猴 伯 子男的这样一种 至少是理论上讲的这种制度 是吧 当然实际上 西州的分封制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那个格式化 是吧 但是 至少有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 范文兰说 这个西州就是封建制 但是范文兰也看到 西州的这个制度和秦汉的这个制度 区别还是非常之大 是吧 所以他说 西州是中族领主的封建制 到了秦汉 就是所谓地主的封建制 是吧 他说西州是封建 但是他很强调 西州的封建是以中族 或者说中法制度 作为它的基础的 到了秦汉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 这是西州封建论的说法 当时还有汉卫封建论 我刚才讲了 是吧 在当时的古史分歧讨论中 说的最晚的是汉卫封建 郭默若居中是战国封建 范文南更早 是西州封建 但是 汉卫封建论的尚岳先生 是吧 人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的 历史系的开创者 也是我们党的一位元老 是吧 那么这位先生他认为啊 朝魏才是真正的封建 是吧 这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人们往往把汉卫之辩理解的 也是很深刻 是吧 认为是好像是那个五胡乱华 就相当于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 蛮族入侵 在这一点上 汉卫封建和西州封建 很类似的 是吧 他们都很强调 蛮族征服 是吧 只不过汉卫封建论者 把那个南北朝时代的 把那个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五胡 当作带来封建制的蛮族 而西州封建论者 把州族 是吧 我前面讲过 当作带来封建制的蛮族 是吧 州族征服印 他们认为是蛮族征服 而尚叶先生认为 什么凶奴接地枪 是吧 显卑 这些人征服 那个那个 中原王朝 是吧 这才是蛮族征服 是吧 但是这一 他们都很强调这个东西 那么 在上月看来 秦汉时代 才是像罗马帝国一样 是真正的奴隶社会 而且这里我后面就要提出 实际上如果真正的 要讲奴隶 是吧 就是可以买卖的 是吧 完全就是物化的 是吧 像这样的奴隶啊 老实说 老实真是秦汉时代要比 先秦时代要多得多了 是吧 因此 这个 商业这些人呢 把秦汉 才叫做奴隶社会 这里我要讲啊 即使说中国有过奴隶社会 也的确不是 那个和希腊罗马时代的那种 是吧 就是完全是奴隶主 也是个人 奴隶也是个人 是吧 然后就像商品买卖一样 这个奴隶 从市场上 是吧 可以买来的 是吧 像这样的状态 那是肯定中国 在先秦时代是没有 在以后倒反而有一点 但是也不是 也不是说多发达了 是吧 所以以前呢 有一部电影 有一部电影叫做屈原 是吧 里头就有一段场景 说那个楚国 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 楚国是奴隶社会嘛 就安排了一个楚国的角斗士 是吧 在那个一个斗售场那里 在那里进行罗马式的表演 是吧 其实那是非常荒唐的说法 是吧 其实中国先秦时代 你不管他是不是奴隶制的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肯定没有这种 这种罗马式的这种做法 但是到了秦汉岛 的确是有了 是吧 也不多 是吧 但是上月先生就说 他说这个 七周到春秋啊 其实都是四族末期 是吧 所谓血缘关系 他把它叫做四族 到了秦汉时代 才是叫做真正的 奴隶社会了 这是他的说法 但 现在呀 老实说 我们现在也不讲什么社会形态 也不讲什么意识形态了 是吧 我们 并不认为 所有的这些人讲的 哪个就是全对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所有这些说法都很重视 周情之变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征 是吧 不管把这个特征叫做什么 是吧 叫做奴隶制 叫做封建制 叫做四族社会 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 这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点 是吧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 是吧 这里头有一个共同点 都非常强调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事实 因为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都非常强调 这个族群社会到编户齐民的演变 的确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种 一种演变 是吧 在先秦时期 不管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族 你说他是奴隶社会的贵族 是吧 说他是原始社会的氏族 说他是封建社会的宗族 你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 血缘共同体 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上节课指出说是 我们这个秦汉这个第一帝国啊 他是在周秦之变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中产生的 那么这个作为周秦之变的起点就是所谓的周治 这个周治的特征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在社会形态讨论中很多人给他加了很多名字 是吧 士族社会末期啊 奴隶社会啊 领主封建制啊等等 但是关于这些我们都抛开不论 我们只讲这个周治的 在后人的印象中啊 往往被理解为是一个比较伦理化的社会 是吧 这个孟子曾经 曾经这样讲 是吧 就是他讲的这个理想 实际上也就是他认为的周治了 就是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则天下平 是吧 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尊重自己的家长啊 都亲近自己的亲人 那么这个天下就是啊 温情默默的一个非常伦理化的啊 这么一个天下 是吧 那么左传中啊 有一句话 是吧 说这个话当然是带有一个带有贬义的 是吧 呃 说啊 这个啊 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呢 是吧 说是帅其中士 集其分足 将其内臭 是吧 这就是一个国家 是吧 那个时候讲的国家 当然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国家这个词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古汉语中的国实际上 不是一片领土 而就是一个居民点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所谓国就是一个城 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实际上就是首都的意思 住在国中的人就叫做国人 所谓国人并不是国民的意思 就是住在首都的 而这些人 往往是组织在一个 比较小的 族群里头的 是吧 他本身就是一个统治族群 是吧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 西州在 确立了他的地位以后 然后就分封自己的子弟 是吧 然后被分封的人 就带领他的一帮 宗族 然后跑到一个地方 建立一个据点 是吧 就是我们讲的国了 是吧 然后 周边的这些人呢 就依附于他 是吧 就需要向他纳贡 向他称臣 是吧 这样形成的一个体制 是吧 那么对于今天的学术界 对这种 这种 这种国家的建构啊 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他的那个血缘色彩 很浓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国人的这个交往半径比较小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它是个小共同体 是吧 这个国人这个团体中 存在有比较多的这个 人际交往 是吧 那么 当然这个国人 本身他也是有等级的 是吧 就是 周天子和这些诸侯 构成了一个家庭 周天子是家长 诸侯是家属 是吧 然后这个诸侯 又跟秦大夫 他的下面的秦大夫 也又构成了一个家庭 是吧 这个 诸侯是家长 是吧 秦大夫是 那个 家属 是吧 然后秦大夫又跟下面的 比如是啊 是吧 那个那个 更下一层的这些人 又构成了一个家庭 是吧 这样 层层 延续下来 那么这样一种 体系 它是血缘的 或者说是逆血缘的 是吧 所谓逆血缘就是 不是有真正的血缘 但是 也是按照 那个 是吧 就是不是 亲兄弟 但是至少也是 不是亲父子 也是干父子吧 是吧 就是按照血缘族群的 那个原则组织起来的 那么这里头啊 宗族亲情 和与亲情有关的父权 构成的一种伦理关系 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是吧 那个时候 周天子 诸侯 清大夫 一直到市的 层层分封 实际上 相当于一个大家族的 辈分 长幼 敌宿 这种序列 天子 是天下共尊的 但是天子的这种 共尊 主要是一种 伦理意义上的 共尊 它并不具有 科程化的行政权力机构 这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 实际上 天子相当于一个家长 诸侯相当于家属 那么当然一方面 家属是必须听家长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家长对家属 存在着一种 不能摆脱的关系 讲的简单点就是 它是不能随意任免的 这是贵族制和官僚制 最大的区别 这个官僚制 那就是我的雇员 你看过韩非子就会知道 这个韩非子 他把国君和官僚的关系 比理为主人和他长公的关系 就是一个长公给主人干活 他干得好 主人就给他赏赐多 干得不好就赏赐少 就这么一种关系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成之于君业 非骨肉之亲业 讲得很清楚 这里头没有什么 骨肉的关系 但是父子之间就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父亲是高于儿子的 但是 他和老板和工人的关系 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父亲 是不能解雇儿子的 这个 这种关系 他是摆脱不了的 那么这样的话 再加上他的下一层也是这样 因此就不存在着后世的那种 就是皇帝可以 层层任免官僚 组成一个科层化的 这个行政体制 当时是没有这种权力结构的 我们今天老要讲 有些人说秦始皇统一 不是最早的统一 说是夏就统一了 甚至有人说皇帝就统一了 像这种夏商周 这个意义上 哪怕就是 我认你是天子 就是天下的盟主 这个盟主和秦始皇时代的皇帝 还是有完全是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 它肯定是具有很强的伦理性 子弟必须尊敬家父 不能摆脱家父的属父 也就是说近代的平等观念 在那个时候当然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家父也必须承担责任 他也不能更免解雇子弟 也就是说子弟对于子弟 他对于家父虽然有依父 但他并不是下属的雇员 更不是奴仆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这种熟人社会 尤其是亲人社会 它产生伦理关系是很自然的 有人说 这个众伦理 亲自度 这是东方人的特点 说西方人就不是这样的 老实说我一直很怀疑这个说法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即使那么重视制度的西方人 他们在家庭内也不会实行这个规则的 西方人从来没有人主张 在家里头实行民主选举父亲 也没有人主张在家里头 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 到底何在呢 当然你可能说是这个家人太少 搞选举 好像这个选民都不够 但是我看最重要的原因不在这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父亲 你即使不制约他 一般来讲 他都会爱护子女的 老实说这不光是人了 动物都是这样 就叫做虎毒不食子 叫做什么鲁信讲的那句话 叫做知否逆风狂笑者 回目时看小乌兔 就说老虎对自己的虎仔 还是很温情的 当然了有没有就把子女当做 自己的货物一样随便乱甩的呢 当然这种父母也有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不太多 是吧 因此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伦理这种东西啊 其实它是与人皆有的一种东西 伦理的最早的来源就是亲情 是吧 这可能也不是 也不是哪一个民族 可能所有的民族伦理的最终来源 都是亲情 是吧 只不过从亲情中派生出 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吧 那么除了亲情以外 就是类似于亲情这样的一种感情 发生在熟人社会中 是吧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 不可摆脱的那些依附关系中 是吧 这里我要说 是吧 近代的人们当然对那个中世纪的农奴制 印象很坏 是吧 因为这个农奴制是依附性的 是吧 人们没有自由 是吧 不能到处乱跑 是吧 有很多很糟糕的东西 是吧 相信自由平等的人是不能容忍这个东西 但是 你看看很多近代的人 他们都提到 中世纪有一个特点 就是 它是一种温情默默的家庭面纱 覆盖在这种关系之上 是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 就有一句名言嘛 说资本主义把这种温情默默的家庭面纱 浸在了那个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是吧 什么等等等等 那意思就是说 以前人们有这种伦理关系 到了现在就 就就就就很难维持了 是吧 那么这种 为什么可能有这种伦理关系呢 是吧 有的人说 那是因为孔夫子讲了某种 某句话 是吧 说这个伦理很重要 是吧 伦理是人的生命啊 什么没有 就异于禽兽 异于禽兽 几兮啊 什么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啊 我想 是吧 你可以 想的更简单一点 是吧 我觉得 经济学上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叫 信息对称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 熟人 尤其是 那个 关系很深的 一辈子 打交道的 甚至足足备备打交道的熟人 彼此都自根自底 容易产生信任 比路人要产生 容易产生的多 第二 重复博弈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不是一锤子买卖 是吧 这个 沙加邦里头 那个 阿庆嫂说 是吧 来的都市客 传品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那这就很难产生 所谓伦理关系 是吧 尽管有人说 这个什么商业 也要讲诚信 什么什么 那是 那就比较难了 是吧 但是 如果我们 足足备备 都是待在一起的 是吧 这个博弈是长期的 是吧 我们不能一锤子买卖 是吧 所以啊 这个 你不能说 我 我 我要跟 我喜欢跟一个敌人 待一辈子 是吧 我身边的这个人 对我怀着一种仇恨的心情 我怎么能放心呢 是吧 那么 假如这种关系 是长期持续的 一般来讲 是吧 人们都愿意把这个 博弈过程 这个互动过程 看成是一个 它可以多次重复的 那么 多次重复 肯定就要讲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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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考虑回报 是吧 要考虑这个 这个 就是说 我对你不能太坏 是吧 你对我 否则的话 就 这个 这个关系就很难相处 是吧 因此 像这样一种 小共同体 本位的社会 它一般来讲 都会具有 比较浓的 这个伦理色彩 是吧 我不说什么 儒家不儒家 我就从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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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息对称 和这个 重复博弈 这个角度讲 是吧 现在人们很多 从经济学角度讲 家族企业之所以有 有效 也是从这两个角度讲的 是吧 但是在陌生人社会中 这就比较麻烦 是吧 要建立这样一个 那个 就是 也是我们的一句 后来的俗话了 叫做 天高皇帝远 是吧 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 不反戴如何 这个皇帝 我就不认识 这就比较麻烦 但是那个时候的 小领主 是吧 和他们的附庸 一般来讲 都是直接都认识的 是吧 所以才会产生那种 视为自己则死 是吧 才会产生那种 是吧 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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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欢和那个 孟长君 啊 说是 这个什么 长家归来乎 时无余 是吧 也等一下又什么 出无车 出无轩 是吧 然后最后 啊 说你对我不错 然后我就 舍死相报 是吧 产生这样的东西 是吧 那么 这样的这个 这个组成的 这样一个社会啊 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人们 都非常重视 直接的依附关系中的 那种伦理成分 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这天下品 是吧 所以啊 西周时代的社会啊 它是有一定的整合力的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诸侯必须尊天子 是吧 秦大夫必须尊诸侯 啊 这个士必须尊 亲大夫 是吧 呃 如此等而下之 一直到 呃 每一个素人 是吧 都必须尊他 呃 他们的那个 呃 领主 是吧 就是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这句话听起来 就像欧洲中世纪的 那句名言 是吧 就是没有 呃 呃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主人 是吧 或者反过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附庸 是吧 呃 好像那句话的原始意识 应该是没有 没有附庸的主人 是吧 呃 那么呃 在这个秦以前的这个社会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呃 这个人们对小共同体的认同 呃 是很强的 是吧 那么对大共同体的认同 他往往就对国家的 对天子的认同 往往是 呃 是诸侯的一种认同 是吧 也就是说 那个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嘛 呃 叫做 得乎天子 呃 为诸侯 是吧 得乎诸侯为大夫 得乎代乎为什么什么 最后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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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乎众人为天子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诸侯应该忠于天子 秦大夫应该忠于诸侯 是应该忠于秦大夫 是吧 最后天子应该忠于谁呢 他说天子应该忠于人民 是吧 因为没有再更高一级的 但是天子忠于人民 老实说在 那个时代 其实缺少一种制度安排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是吧 但是以下面的这个级是 应该说是 呃 可以成立的 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头的关键就是 他并没有强调 老百姓要忠于天子 是吧 他甚至也没有强调 是要忠于天子 是吧 是 你只要忠于大夫 是吧 他也没有强调 大夫要忠于天子 大夫你只要忠于诸侯 只有诸侯 是要忠于天子的 是吧 那个时候并没有 全国人民 都忠于天子 而且为了天子 我可以 大义灭亲 是吧 我可以把 那个那个 呃 我的爹给干掉 是吧 呃 没有这样的观念的 而且如果有人这样做 就会被人 很看不起 认为是禽兽 是吧 异于禽兽 几兮 是吧 就就就就就 就那样的一种状态 是吧 因此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很多 他那个价值观 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是吧 像当时很多啊 呃 这个家臣啊 他往往是非常强调服从自己的主人 为主人去干任何事 包括杀掉国君 是吧 这都是很高尚的行为 是吧 被认为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很 很了不起的行为 是吧 呃 当时啊 呃 比如说 有很多这种故事了 是吧 那个 靖有一个大贵族叫鸾氏 鸾氏有一个家臣叫新玉 是吧 然后这个 呃 呃 鸾氏在靖国失事了 是吧 呃 那个那个 呃 他逃走了 是吧 然后这个靖国就 出了个布告 说 呃 他的家人不能跟着走 所谓家人 不是指他的亲 亲人了 就是他的那些门客 他的那些依附者 是吧 然后这个新玉还要走 结果他就被抓了起来 啊 那个国君说 你为什么跟他走啊 他说 呃 这个主人就是我的皇帝 是吧 他说我 呃 三四四家 君子 是吧 说这个 我不懂你这个国王是什么人 我只认我的主人 是吧 这个主人现在走了 我就要跟他走 是吧 呃 这个人被认为是个义士 是吧 那个这个 呃 然后后来大家知道 这个 齐国有一个权臣 叫做崔柱 是吧 呃 然后他有一次 呃 他跟这个齐庄公 发生很严重的矛盾 啊 据说是齐庄公 偷了他的老婆 还是怎么回事 是吧 然后 然后这个 啊 他就派他的家臣去谋刺 齐庄公 是吧 然后这几个人啊 呃 蒙着脸 跳进那个宫墙 呃 拿着刀把那个齐庄公 逼着墙角 齐庄公说你们这样干怎么行呢 是吧 你们这么干不是大逆不道吗 是吧 呃 这这些人回答得很振振有词 啊 说啊 说 如果崔柱要杀你 那是大逆不道 因为他是你的家臣 是吧 呃 你是诸侯 他是大夫嘛 大夫要忠于诸侯嘛 他说可是我们不是你的家臣啊 我们是崔柱的家臣 是吧 崔柱要我们干什么 就干什么 是吧 说啊 呃 你可以 你有什么 意见你要跟 你可以跟呃 你的家臣讲 你的家臣是谁呢 就是崔柱 可惜 崔柱现在病了 他不能来 是吧 其实就是他躲起来了 是吧 这个这个 崔柱是必须听你的 可惜他现在病了 不在场 是吧 而我们呢 只知道 服从崔柱是 不知二命 是吧 这个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是吧 我只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扶柱 崔柱 是吧 崔柱杀你 那是大逆不道 可是我杀你 那是义正词言 是吧 那那是是是 我忠于我的主人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那是对的 是吧 因此 像这样的结构啊 它实际上是天子捅诸侯 诸侯捅家 家 这样一种 最后是家长 自其家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结构 是吧 因此你可以看到 当时人们的这个社会观念 是吧 实际上就是欧洲中世纪 也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我的组织的组织 不是我的组织 是吧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 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是吧 就像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 都是这样 他们就是 啊 只认自己的组织 不知道 什么是皇上 是吧 什么是 当然那个时候不是说 没有中军的概念 是吧 每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时候的军这个词啊 不是指的皇上 是吧 大家知道 在先行典籍中的这个军啊 往往指的就是 就是家祖 是吧 就是那个家祖和家臣 军臣其实当时指的是就是封祖和封臣之间的关系 是吧 那么 如果是亲人 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因此啊 这个呃 当时的观念是孝高于君 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大家知道 呃 这个几年前出土的《郭殿厨检》 里头有一段 据说是指诗的话 啊 其中有两句是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有人说啊 就把它解释为 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 但是我绝不能为皇上得罪父亲 是吧 那么这句话 当然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论 是吧 大家知道 包括我们 呃 我们系的彭林老师啊 呃 他们就这个问题都写过文章的 那么彭林老师 他并不认为这句话可以做这样广义的隐身 他说这只是指的那个呃 呃 呃 福治方面的一个一个具体的规定 是吧 呃 他并不认为呃 呃 这个事情能够隐身的那么远 是吧 那么呃 呃 主张对这个呃 做出这个隐身的 是吧 好像是现在那个呃 呃 社科院哲学所呃 呃 那个那个 呃 搞乳学的那个 呃 李承山 是吧 那么他就说 他说这个东西啊 是呃 就是说呃 这个父亲高于呃 君主 是吧 而且他说这个东西是 郭殿初简中第一次呃 发现的呃 儒家有这样的思想 是吧 那么结果后来这场争论就变成两个问题的争论 一个是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解释 另一个是 如果可以做这个解释 那么这种思想是不是 就是郭殿初简中第一次看到的 是吧 以前就呃 没有其他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点 是吧 我觉得啊 像彭林 他就不同意李承山的说法 他说这句话 好像不能做这样广义的隐身 但是对于第二个争论 彭林和其他人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实际上这种观念在当时是有的 是吧 而且绝不仅仅存在于这个郭殿初简中 是吧 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是一个儒家 就是所谓的亲亲高于尊尊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是吧 嗯 亲亲就是对自己的父亲了 是吧 高于尊尊 啊 呃 很多人认为这是儒家的一个 正常的命题 是吧 呃 就是说 这个郭殿初简的这句话不管怎么解释 啊 都啊 与这个 呃 儒家有这种命题 呃 不构成矛盾 是吧 那么像的确是这样 是吧 像那个 战国时期 是吧 呃 这个齐王就曾经问过儒者田过啊 说皇上和 呃 父亲 是吧 如果同时都对你有所求 呃 哪个更重要 是吧 这个人就明确讲 君代不如父众 是吧 这个皇上当然不如啊 父亲众 是吧 呃 这个 当时的 呃 推动周情之变的法家 他们最不可容忍的 是吧 包括后来的焚书坑儒都和这个有关 是吧 也就是这一点 是吧 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 呃 这个这个 呃 那个 韩非说啊 关东之人啊 是什么呢 叫做啊 呃 呃 勇于私斗 却于攻战 是吧 什么叫勇于私斗呢 不是说为自己斗叫私斗 而是为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团体 是吧 就是为自己的领主 为自己的父亲 是吧 呃 说为这些人呃 呃 打仗啊 包括那个 呃 比如说那个子路 是吧 为捍卫他的老师 呃 孔子 是吧 呃 他们干活就特别有积极性 啊 但是如果为皇上 呃 呃为为为为诸侯啊 呃他们就呃不太愿意 是吧 这是后来的那个法家最不能容忍的一点 是吧 呃 所谓勇于私斗 不是说为自己斗 因为当时讲的这些人都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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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啊 呃 呃 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为小共同体了 是吧 当然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吴子旭的这个例子 是吧 大家知道吴子旭的这个故事 是吧 呃 那个楚国的昏君啊 杀了他的父兄 是吧 然后他一怒之下啊 就去投奔敌国去了 是吧 然后引了敌国的军队把祖国给灭掉了 是吧 而且还把祖国的伟大领袖 呃 处 那个那个楚平王同志 是吧 呃 挖出来掘墓边施 是吧 但是大家都说吴子旭是个贤人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呃 吴子旭的这个行为后来也受到了非议 他的一个朋友 叫做孙包戏啊 呃 就对他说哎呀 现在你看你的仇也报了 是吧 这个呃 楚平王的确对你不好 呃 他说但是我们楚国人民呃 呃 没有对不起你啊 你现在仇也报了啊 你现在就走吧 是吧 让我们楚国恢复吧 是吧 呃 他还不干 是吧 于是这个孙包戏就跑到秦国去请救兵 是吧 呃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蜻蜓山枯 是吧 最后终于说动了秦国出兵 呃 把那个吴子旭的部队给赶跑了 楚国就因此服国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故事说明即使是申包戏 他也不认为吴子旭为父亲报仇是不对的 他只是说你仇已经报了 是吧 你仇已经报了你就应该走了 是吧 如果你再不走好像就有点就有点做得太过分 是吧 但是如果你报了头了你就走 在申包戏看来也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 是吧 是吧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那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这个吴子旭不是个大汉奸吗 是吧 或者说是个大大储奸的至少是是吧 但是当时的人都说这是个贤人 是吧 这是个呃 这这种做法是合乎道德的 是吧 所以啊 人们对当时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忠啊 是吧 呃 包括当时的君 啊 呃 恐怕都要有一个呃 比较合适的呃看法 是吧 比如说 这个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张尊王的 是吧 也就是尊崇周天子 而且他经常指责这些诸侯不尊重周天子 是吧 呃 他经常他要倡导尊王相仪嘛 是吧 呃 这个事情后来呃 影响很大 孔子的尊王思想 是吧 可是很有意思 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 大家知道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很多人是反儒的啊 认为这个呃 呃不好 是吧 这里我要讲呃 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儒啊 和周情之变几乎是类似的 因为日本在明治之前就是一个和四周 西周有点类似的这个诸侯林立的这个这个时代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天皇基本上是没有权的 是吧 权力都在那个什么大明啊 呃 那些藩主的那些手里 是吧 因此那个时候的呃 那个时候的日本 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是有一个一个的国构成的 是吧 那后来日本是所谓的呃把国废了建立县是吧 其实就有点那个呃 呃战国时候的所谓废封建立军县的这个这个味道 是吧 当时的日本很多人呢 呃 就指出啊 是吧 这个 这个孔子的尊王是假的 是吧 是吧 他没有去 这个孔子讲的那句话 是吧 是吧 德乎天子为诸侯 德乎诸侯为大夫 德乎大夫为什麽什麽什麽 是吧 是吧 然后一直到呃 呃 那个 呃 德乎众人为天子 是吧 实际上 那孔子讲的尊王就是讲的诸侯要尊王 是吧 孔子并没有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啊 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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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以天子的马首示战 是吧 实际上老百姓和一般和周天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老百姓就不需要忠于谁 是吧 忠于谁呢 就是忠于他自己的领主 是吧 比如说呃 这些人要忠于氏 这个氏要忠于秦大夫 所以 孔子当时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麽呢 就是诸侯不拿天子当一回事 是吧 大夫不拿诸侯当一回事 是吧 那么大夫下面的这些啊 呃 这些氏又不拿大夫当一回事啊 他有下子 儿子不拿老子当一回事 是吧 就是就是这个啊 他认为这就是 李崩岳坏了 是吧 但是孔子自己 他并不是诸侯 是吧 孔子自己甚至也不是秦大夫 所以孔子并不认为他自己有 对周天子有什麽义物 是吧 他甚至也不认为他对诸侯有什麽义物 是吧 所以他可以周游列果 是吧 谁用他都可以 啊 因为我 是吧 我 我只 是吧 我只忠于我的直接的领主 是吧 我不忠于那个 那个那个 我对其他那上面的那个 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是吧 讲的最简单点就是这 是吧 因此像吉田松英那样的人认为 孔子周游列果是不忠 我觉得是不对的 是吧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孔子时代讲的忠 和秦始皇以后讲的忠 是完全 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是吧 那么当然第三 既然是小共同体本位的 既然这个 这个伦理社会 啊 这个伦理关系 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吧 因此 这个社会 当然是 会很重视 性善论 是吧 呃 会很重视 对人的教化 是吧 对人的 伦理秩序的 呃 那个 呃 那个维护 是吧 呃 其实啊 这个性善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性善性恶 如果纯粹从哲学的角度去谈论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吧 如果用举例的角度就更莫名其妙了 是吧 我觉得说 哎呀 你看雷锋同志多么好 可见性恶论是不对的 这个话完全是废话 是吧 我也可以说 你看这个王宝生多么坏 是吧 呃 可见性恶是对的 这没有什么意义 性善论 要能够流行 是吧 显然 一般来讲是指 这个呃 这个伦理规则 呃 比较有效的 这样的场合 是吧 而这个伦理规则 比较有效的场合 最有效的当然就是 在 亲族团体里头 在熟人团体里头 啊 在交往半径越小的 小共同体里头 是吧 呃 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大概都是这样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西方人 他在家庭里头 他也认为伦理要比 那个那个那个制度管用 是吧 他也不会主张 呃 民主选举父亲 是吧 原因就是这个家里头 还是 伦理管用嘛 是吧 但是到了 天下 在陌生人社会中 这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我后面就要讲到 其实儒家也认为 是吧 呃 放大到陌生人群体里头啊 呃 这种东西就会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 是吧 因此啊 那个时代的观念 他比较强调 性善 这个所谓性善 其实是呃 源于 小共同体的血缘亲情 是吧 强调性善 那么就比较强调教化 是吧 那个时代的呃 呃 这个政治啊 就有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 呃 那个呃 色彩 是吧 呃 那个时代的政治 比较呃 重视 推荐 而且推荐贤人 是吧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所谓的 什么外举不必 什么内举不必 什么的这个说法了 是吧 而且 那个时代就有了 选举这个 汉语名词 是吧 但是这个选举当然不是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 那个什么一人一票的 全国范围内的什么普选 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选举这个词在汉语中啊 他其实就是相举离选的意思 是吧 呃 所谓 相举 就是 下面的人 呃 把一个好人 呃 推举上去 是吧 所谓离选 就是 上面的人 派人到 呃 这个基层 是吧 这个乡里 去调查你的口碑 实际上就是调查你的得望人员 是吧 就是你这个人啊 是不是德高望重是吧 在地方上啊 邻居怎么评价你 你的亲人怎么评价你 是吧 呃 说你这个人是个好人啊 于是就说 这个人是 呃 可用的 后世的科举 这是完全是 呃 完全 完全是两回事的 他很重视 你在那个 你周边人群中的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呃 评价是吧 就是相举离选 很重视你的所谓的 得望 人员 是吧 那么 呃 因此那个时候啊 呃 就有一种现象 就是后来的那个法家批评的 是吧 说这种做法 呃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国家 呃 的那个 指挥 呃 比较成问题 是吧 他说那个 韩非 呃 骂 孔子 是吧 孔子说过这么 呃 这么一句话 说是 鲁人从军战 三战三北 总你以为孝 举而上之 是吧 说这个呃 鲁国有个人 是吧 跟着国军去打仗 一打仗 他就开小菜 是吧 一连开了三次 是吧 然后孔子说 你为什么开小菜啊 他说我是独子 是吧 我死了 没有人养父亲 啊 于是孔子就说 哎呦 这个人真伟大 是个 闲人 是吧 大孝子 啊 说这个哎呀 这个鲁王 你不用他 你用谁呀 是吧 赶快给他一个关注 是吧 呃 等等 因为这个人是个 很高尚的人 是吧 然后那个韩非就说 如果这样干 那很得了嘛 是吧 如果这样干 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这个国家怎么能 是吧 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是吧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相举离选 是吧 呃 重视得望人员 是吧 呃 大家知道 到了后世啊 呃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门阀氏族 是吧 这个魏晋南北朝的 这个呃 这个门阀氏族 包括这个九品中正 就就非常强调这一点 是吧 但是这种东西啊 当然 这个搞得多了 是的确是会对 这个国家的 这个呃 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种 呃 强控制 是吧 是会构成一种 呃 的确是会构成一种障碍 呃 呃 那么 第四个特点 就是 这个共同体越小 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是吧 往往是共同体越小 这个权力和责任 就越能够对应 是吧 这里我要说 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啊 权责对应 不是不能做到 但是要有一些制度安排 是吧 但是 呃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如果国王 不是民选的 没有制约 很可能他就乱来 是吧 但是 爹 不是我选举的 我相信他 呃 当然乱来也可能有 是吧 但是大部分的爹妈是 呃 不会乱来的 是吧 还是会替子女着想的 是吧 呃 也就是说 共同体如果足够小 是吧 他是由熟人组成的 或者甚至是由亲人组成的 那么 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 而 不需要 或者说不那么需要 特色的制度约束 是吧 在小共同体内啊 父权 一般都是直接和负责挂钩的 是吧 君臣 一如 负子 是吧 这就是 这个孔子讲的啊 君君臣臣 负负子子 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 负要像个负子才能像个子 君不君则臣不臣 负不负则子不子 是吧 这样一种 权力和责任 对应的 是吧 你是父亲 你有父权 当然你就要对 呃 你的儿子 要尽责任 是吧 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约束的 所以原始儒家 虽然不讲什么平等 啊 不讲什么自由 是吧 但是 如果简单的说 这就是 专制主义 甚至说这是绝对专制主义 这恐怕是有问题的 是吧 相反 如果从这种权责对应的角度 既然君不君则臣不臣 是吧 那么你当然还可以推出一堆 是吧 什么名为贵啊 设计赤子啊 君为亲啊 是吧 文诸一夫咒啊 未文是其君啊 等等 这些思想 是吧 那么 后世的这些儒家啊 推出来的一套仁政学说 实际上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权责对应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是吧 君不君则臣不臣 父不父则臣不臣 是吧 这是一种 伦理 秩序 是吧 而且这种伦理秩序 虽然不平等 但是 也不能说是专制 是吧 因为这个伦理秩序下 权力和责任是天然对应的 是吧 你 你不能 在 你不能 那个 不能不像话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 是 是 怎么形成的呢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呃 以往的我们的这个 五十年代形成的历史观呢 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 是吧 总是强调什么 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是吧 这种决定论的描述啊 可能是 可能是有问题的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这个呃 政治伦理和社会经济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应该说这里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还是有的 是吧 因此啊 这个嗯 我们现在不讲什么呃 不讲什么就是社会形态演进 是吧 但是当时啊 这个周治这一套东西啊 它能够延续 是吧 呃 显然也是有它的一个呃 经济基础 关于这个周勤之际的这个经济变迁啊 呃 一直有一个 一直有一种争论 大家知道 那个 呃 很多人都认为西州时代 实行景田制 呃 但是这个景田制到底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呃 当时持战国封建论的那郭沫洛先生呢 就说 这个景田制 实质是奴隶组私有制 是吧 说这个景田是奴隶组私有的 然后上面有一帮奴隶 呃 给他干活 是吧 呃 说那个什么七月流火八月寿一 就是他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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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食堂啊 给他们在那里 呃 吃了饭了 然后就干活 是吧 呃 什么等等 呃 呃 然后 这个 把州 把西州说成是亚西亚生产方式的侯外卢先生呢 就用马克思的亚西亚生产方式理论说 说景田制是一种国有制 是吧 于是 长期以来就有这种争论 说西州的这个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 那么这就涉及到秦搞商鞅变法到底是搞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呢 还是搞了一场国有化运动 是吧 那么 以往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商鞅变法是搞了一场私有化运动 是吧 大家知道董中书呃就提到嘛 说商鞅变法至秦则不然 是吧 呃 那个时候叫做废景田开签莫明德买卖 是吧 说这个景田制取消了以后 老百姓就可以买卖他们的私有土地了 是吧 因此 很多人说 这个景田制被废除了 就是私有化了 是吧 可是 到了后来人们就发现了 好像不见得 因为人们后来发现了 其实秦王朝对土地的管制 那个严密的程度 远远不是周天子和春秋战国时代 所能相比的 是吧 呃 实际上 岁虎地勤俭 就已经啊 就已经呃 有大量的这种呃 积攒 是吧 到后来我们又发现了 那个清 四川青川好家屏 五十号秦幕中的啊 一个所谓的田律 是吧 呃 这里头讲 是吧 这个 秦始皇二年啊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统一的时候了 还是那个属于战国的时候啊 说亡命 成像物内实验 是吧 说我们要对老百姓的这个 呃 这个土地啊 进行规范化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关于这个呃 国家对这个田地进行规划的呃 这种意义上讲景田的讲了最多的呃 呃就是周礼 是吧 但是这个周礼本身它的成书就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呃 很多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呃成书很晚的 是吧 当然也有一些人像呃 呃 鵬铭先生就认为他是那个成书 其实是很早的 是吧 但是即使是彭铭先生 也认为 现在这个文 周礼的文本 应该说是呃 呃有很多呃 不同的历史时期夹杂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个州里讲的这一套国家对土地的这种管制啊 实际上在真正的西州历史上 乃至在春秋战国 在春秋的历史上都很少看到 但是在秦以后倒的确是 这个青川的田律墓独是这样 这个岁虎地勤俭里头的 这个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记者 因此很多人呢 现在又开始说 这个商鞅变法 其实不是搞的是私有化 而是搞的是国有化 是吧 说商鞅变法以后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才是真正那个那个那个发达起来了 是吧 说以前州人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 这就是主张国有制的人 以前主张西州搞国有制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 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很多人讲啊 这实际上往往也谈不上是什么所有制 这就像我们现在说什么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一样 讲的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统治范围 是吧 它和所有制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同样的话 在秦汉时代 人们讲的也很多 是吧 比如那个 那个狼野克什 是吧 就有一句话叫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是吧 其实这些人说啊 与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更近视于国有制的概念 不如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更近于国有制 因为秦作为一个那个专制控制的力度 远远超过周天子的国家 他对土地的实际管理要远远高于周天子 周天子其实是管不了这个国家的土地的 如果说他有所管理 大概也就是王姬 就是那个周天子自己的领地 可能是他可以管的 他也是个领主嘛 他也有他的领地 但是诸侯的那些土地 他能管得了吗 是吧 他事实上是管不了的 是吧 可是 西州或者春秋 虽然那个时候很难说有国有制 但是那个时候有私有制吗 恐怕也很难说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实行偶根 而偶根现在不管持什么样社会形态 学说的人一般都承认 偶根 是要强调集体协作的 是吧 在偶根条件下很难产生我们今天讲的个体农户 是吧 当然这个所谓的土地买卖啊什么等等等等 恐怕都很 恐怕都谈不上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 谈问国有私有之争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背景的错位 是吧 我们今天可以讲 对国有的东西 我们 啊 怎么把它私有化 对私有的东西 我们怎么把它国有化 但是在春秋那个时代 是吧 在所谓的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得天下平的时代 是吧 在那个所谓的帅其中士 帅其中士 集其分足 将其内丑的这个时代 严格的说 并不存在国有私有的对立 是吧 那个时代既没有国有 也没有私有 是吧 你说是国 国家其实管不了 是吧 那个时候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用韩非的话来说 这就叫勇于私斗 确于攻占 既然是私斗嘛 那你当然可以说 那就是私 是吧 但是这个私又不是个人 是吧 这个私是小共同体 是家族 或者说是一种小的彩艺 是吧 因此啊 我认为景田既不是国有 也不是私有 而是当时这样一种族群社会中 第一种小共同体的田制 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啊 我觉得啊 如果从所有字角度讲 是吧 它其实就是啊 瓦解周治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那个根源 是吧 那这种变化啊 是在战国时候才出现的 是吧 但是在西周时代 并不是这样 那么在西周时代 我刚才讲了 已经是个 它是一个族群社会了 是吧 因此这个西周的价值体系 是吧 呃 就很有意思 是吧 呃 我们现在应该讲 儒家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呃 儒家 呃 大家知道在汉代曾经有过 呃争论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孔子呃 之后才有儒家嘛 是吧 但是孔子本人并不认为 他创造了什么 是吧 大家知道孔子一直自己自称 他是素而不作的 是吧 呃 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我讲啊 这个素而不作不是说 他只上课不写文章 是吧 呃 我们现在有些人把素而不作 解释为 解释为 他只上课不写文章 这是不对的 素而不作的意思是 素就是少数 也就是传承 是吧 做就是创新 是吧 就是那个创造 孔子自己的意思实际上是说 他不是说他不写东西 而是说 他没有什么创建 是吧 他要 他的责任就是把 西周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传之后世 是吧 这就是所谓素而不作的 呃 那个原始意思 是吧 呃 到了汉代的汉儒啊 他就有一种争论 就是这个孔子 究竟是 先师还是先圣 是吧 这个儒家的宗师 到底是孔子 还是周公 是吧 呃 当然孔子肯定是很伟大的了 是吧 但是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 他传的儒 是周公之道 是吧 孔子经常张口闭口 就是周如何 如何如何 是吧 而且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理想社会 就是三代 是吧 但是三代 实际上就是西周 是吧 因为他明确说下上两代 他是讲不太清楚的 因因于下理 是吧 周因于淫理 是吧 但是这个下理淫理 都他都不太讲 啊 是呃 文献不足真 故也 是吧 说这个他都讲不清楚 他讲的最多的 就是周理 是吧 因此他经常讲啊 这个周如何好 周如何好 是吧 玉玉乎文在 无从周 是吧 呃 到了晚年 经历不济了 他就说 哎呀 我好 呃 经文经学的一个分歧 就是对孔子的定位 是吧 呃 这个古文家一般都认为 这个儒家的呃 中 呃 那个宗主 是吧 这个呃 这个东西的开创者 应该是周公 是吧 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 特级教师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 一个伟大的 那个那个步道者 是吧 但是那个教主 应该是周公 而这个新 呃 经文经学就认为 这个孔子的地位 是 是是最高的 是吧 孔子是圣人 是我们这个呃 儒家的开创者 这实际上啊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是吧 在西周时代 是不会有儒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真正的族群社会中啊 人们对这一套规则 视为当然 往往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讲多少 把它理论化的 是吧 我们现在不会有人 写文章去呃 长篇大论的讲 是吧 人是要吃饭的 不吃饭是会被饿死的 像这样的话 人们会认为那是呃 呃 那是 那是完全是废话 是吧 呃 但是 真正到了一个社会 里崩越坏的时候 是吧 就需要有人把这一套东西反过来 扶过去的讲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八荣八尺的时候 是吧 肯定是这个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呃 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太和谐了 是吧 如果这个社会很和谐 那个时候 那些人是不太讲这个话的 是吧 要讲这个话 那肯定是 啊 这个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是吧 所以 其实这个儒啊 应该这么理解 是吧 在西州族群社会 呃 很稳定的时候 当时是不需要儒的 是吧 因为呃 呃 这一套东西当时都被人们视为当然 是吧 呃 也没有特别强调 更没有把它理论化 呃 的必要 但是春秋 那个情况已经 不同了 是吧 在族群社会的盛世 人们都以族群伦理为惯常 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理论化为儒学 但是到了 礼崩越坏的时候 是吧 到了孔子那个时候啊 他就觉得不行了 是吧 高岸为古 身古为灵 是吧 这个时候已经是 呃 很很糟糕了 是吧 呃 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是吧 呃 越来越 呃 不行 是吧 甚至于孔子都已经说 啊 说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移民到哪个国家去了 是吧 这个成啊 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出来强化西州的那一套价值体系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儒 是吧 那么他强调的就是要恢复原来的那一套 是吧 叫做客己福利 是吧 呃 又叫做新灭国既爵士 举玉民 这个是后世的人们说儒家主张復古 主张倒退 是吧 甚至那个鲁信 呃 创造了一个文学典型 叫做九金老太 是吧 说儒家老是说以前好 现在不行 是吧 的确是这样 早期的儒家 就是认为 是吧 一代不如一代 是吧 最好是三代盛世 啊 以后就是 呃 越来越不行了 是吧 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就就就就 是是是 越来越糟糕 是吧 那的确是这样的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代表的是周治的价值体系 是吧 包括小共同体本位 包括性善论 包括权责对应 是吧 这都是族群社会中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但是实际上这一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韩非 有一个商鞅 是吧 这这两个人特别呃 创造了一种东西 是吧 呃 应该讲当时还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 是吧 因为老实说 秦子是在这方面走的最极端 实际上这样的趋势 是吧 就是从周治到秦治的这个趋势 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普遍趋势 是吧 东方六国其实也搞过类似的变法 是吧 只不过没有没有情搞的那么 没有情搞的那么极端而已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啊 如果要讲他的那个背景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 是吧 这个背景一方面 就是铁器牛羹 是吧 和当时的交换啊 促进了这个社会的个体性 是吧 呃 在族群社会啊 人们不能离开族群存在的 是吧 呃 我刚才讲这个在偶根治下 呃 中国开始出现铁器牛羹 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是吧 呃 那个西鸭是吧 现在人们讲最早有铁器的就是小鸭西鸭的合梯 是吧 我们最早的铁器 有人说在商代就一把斧头啊 呃 那个月啊 那个润口就有就有铁 是吧 但是后来做那个金像分析说 这个铁好像不是冶炼出来的 是吧 好像是用那个陨石呃 呃 比那个铁打的 是吧 那么真正的 真正的铁器 是吧 呃 最早的一般来讲都还是在春秋 大量出现 应该说是在战国才有 是吧 那么牛羹 当然就 争议就更大 是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呃 先秦讲的农业一般讲的都是藕羹 呃 都是用那个铁饰的 是吧 呃 这个铁饰啊 呃 老实讲的 呃 老实说连连青铜都不是 是吧 是那个呃 木石器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呃 现在人们很多人认为啊 呃 青铜时代作为一个经济分歧是不存在的 是吧 因为呃 世界各国的青铜器都很少用来做工具的 是吧 因为这个青铜的数量太少 是吧 青铜一般来讲都是做铃器的 青铜时代人们往往用的还是木石器 是吧 呃 所以青铜作为 作为那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好像很多人现在都认为呃 不太能够成立 是吧 因为铜和铁不一样 铜要贵得多 是吧 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很少发现有 有 有青铜当工具的 是吧 呃 但是铁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啊 铁器实际上是真正取代木石器的一种啊 一种一种啊 一种一种越境 那么在中国啊 他大概是在呃 战国时期就呃 开始呃 比较普及 这个以前的这些人呢 往往讲的都是哪是农业是没有牛羹的 但是有些人说在春秋时代就有了 为什么呢 他们主要是从几个名字 是吧 比如说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染羹 是吧 呃 他有一个字叫做薄牛 是吧 染羹字薄牛 于是有人说 这就是牛和羹发生了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古人取字是和名有 有意义上的相关的 是吧 比如岳飞字鹏举 是吧 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有那染羹字薄牛 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牛和羹已经发生了某种关系呢 是吧 但是 持这种观点的人 大概只能用这一两个名字来作为论据 是吧 因为呃 无论是从史籍的描述 还是从 呃 考古的发掘 是吧 我们都看不到 那个时代有牛羹的痕迹 是吧 呃 人们议论的 包括那个 包括有关孔子的这些说法 是吧 呃 大家都知道那个呃 孔子有一次碰到呃 呃 在迷路了 是吧 然后那个子路碰到那个城门口 有两个农夫 是吧 在那个偶尔羹 是吧 然后就问他说 哎呀 你看到夫子没有 然后那两个人说 是吧 说什么尸体不秦武 不分俗为夫子 是吧 那讲的那句话 他凡 孔子的这些 有关孔子的诗迹中提到的 羹座 全都是 全都是 哪是农业 全都是那个藕羹 是吧 呃 没有提到 呃 这个一个农夫拉着一头牛 然后这个呃 子路问什么什么 没有这个说法的 是吧 呃 因此 呃 很多人都认为啊 这个牛羹 哪怕就是在春秋 那个时代有一点萌芽 是吧 呃 但是大量的有 还是在 旱以后 是吧 呃 甚至一直到汉 呃 这个牛羹 一直到秦 牛羹都不是很普遍 是吧 但是到了汉 呃 当然这个牛羹就开始普遍出来 是吧 那么铁器牛羹就使得个体性 是吧 开始呃 呃 发展 是吧 这个族群时代呃 就有了解体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 这个认同又不能保持呢 很重要的就是政治因素 是吧 春秋战国时代 是延续四百多年的一个战乱时代 这场战乱时代 是吧 呃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的简单点就是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过程 是吧 那么最终 是吧 是吧 有所谓的八百诸侯呃 呃 变成了春秋时代的几十个诸侯国 又变成了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 是吧 最后这个七雄通过兼并 是吧 呃 呃 所以那个秦建立了一个大一统 整个这个过程 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打仗 是吧 因此啊 这个时代 这个呃 那个呃 台湾的杜正胜先生说 这个时代啊 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啊 由于日本和中国打了一场战争 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在晚清时代 这个 这个曾经是一个宝义词 是吧 呃 那么 所谓军国主义就是这个国家要 用 尽可能的集中控制 集中人力物力 来去与别国一争赐雄 是吧 呃 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战争 经常是非常之规模很大 是吧 动不动就是啊 这个几万几十万 那个时候的国家很小 是吧 当然要集中人力物力 是吧 因此 这种政治的背景 就造成了一种极权化的改革 是吧 这种极权化的改革 就不能允许 那种 是吧 鲁王从军战 三战三北 众尼以为孝的这种 这种制度 呃 能够存在 是吧 因此啊 呃 呃 这个时候啊 这些国家的这个啊 这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呃 用当时的话来讲 叫做 高岸为谷 身谷为林 是吧 礼崩乐坏 是吧 国灭四绝 是吧 所以 所以孔子才要提出要 新灭国纪绝世 是吧 就是天下无道 礼乐真伐至诸侯出 是吧 更严重的是啊 这个礼乐诸侯至清大夫出 陪臣之国命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 周治的这一套乱了 是吧 这个这个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是吧 呃 清清大夫不把诸侯放在眼里 是又不把清大夫放在眼里 是吧 那么大家已经不管这些宗族的啊 高低了 大家只佩服什么呢 只佩服有枪便是草头王 是吧 只佩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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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 是吧 只佩服这个呃 强权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 就出现了 国家主义 与伪个人主义 联手 解构了 西周时代的 这种家族主义 是吧 这种小共同体认同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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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方面 在小共同体内部产生离心倾向 另一方面 国家也鼓励这种离心倾向 是吧 因为这便于国家 能够一端子插到底的 直接啊 呃 对这个呃 大范围的人力物力进行控制 是吧 周天子不能做得到的 做不到的事 是吧 秦始皇 要能够做到 是吧 那么呃 他就需要打破 呃 这个东西 那么因此就出现了 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 家天下 这种制度 啊 后世的儒家 他 大家知道 儒家的理想 是反对家天下的 这个我要讲 这是 这是晚清 共和思想 能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 很重要的根源 是吧 因为当时晚清的很多人呢 一讲共和 就说 这是 呃 这是和儒家的理想有关 因为儒家 呃 就是反对传子的 是吧 儒家就是主张 禅让的 是吧 说那个 呃 禅让就是传贤 是吧 呃 传子是很不道德的 是吧 因此他们说 呃 他们赞成共和 尤其是中国没有君主立宪这个环节 直接就建立了共和国 这一点呢 很多人都说和这个观念是有有关的 是吧 因为这些人呢 要么在法家的强制下 他们接受了家天下 包括儒家当时也承认 呃 要有皇帝 但是一旦这个东西被打破 呃 很多人直接就 从儒家本 那个 那个本来的那种观念 呃 就想到 是吧 这个国家 呃 不应该是 呃 那个 那个 呃 不应该是那个 呃 呃 是是是 是皇帝 皇家继承的 是吧 应该是 呃 贤人 呃 治国的 是吧 可是 实际上早期儒家的这个 传玄 或者禅让 是吧 实际上他当然和近代的共和制度 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吧 其实啊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 原始政治 其实都带有家长式的或者亲族式的这种特点 是吧 这一点可能也是呃 古往今来可能都是这样的 是吧 尽管 明确的传子规则 形成的比较晚 是吧 像尹商大部分的王位继承都是兄中弟级的 是吧 呃 父子乡成的其实比较晚 那么周秦时代才比较严格的啊 实行传子的制度 但是 但是传贤禅让这个说法 在先秦时代 呃 尤其是在这个呃 上古三代 是吧 在那个下商西州这三代 也很少见 是吧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并没有传贤禅让的说法 是吧 呃 呃 我们把远古政治理想化的结果 是吧 虽然古史变派的这套说法 我们不见得完全 接受 但是 以后的说法附会了很多想象和借题发挥的成分 应该说 这还是成立的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 所谓的传贤 它并不是民主选举 是吧 呃 即使按照后来的说法也没有说 比如说摇 传天下于圣 圣传天下于雨 是通过民主选举的 还有竞选 那当然都没有的 是吧 老实说这样的 这样的禅让倒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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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把这个权力传给我靠得住的接班人 是吧 当然不是不是我的儿子 是吧 但也不是民选的 倒有点像我们现在这种 呃 这种做法 是吧 它当然不是民主政治 啊 但是它也不是 强权政治 是吧 因为当时小共同体本位时代啊 它还是有 这个所谓的富富之子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 这个共同体越小 它的权责就越容易对应 是吧 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族群中啊 传权还是传子 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是吧 在我刚才讲的 帅其中是极其分足 将其内丑的 这样一种亲缘熟人群体中 即使你不传子 也不会传给一个 小共同体之外的 完全无关的人 是吧 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族群嘛 是吧 而且我后面就要提到 这个西州时代的国人 基本上是一个 呃 清族团体 是吧 那么他不传子 他也无非就是传给 亲族 自币 等等 不可能传给 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 族外人士 是吧 反过来讲 即使是传子的 那么在当时 不是天高皇帝远 而是族长自足的 这种小圈子里头 他也必然有 温情默默的伦理色彩 是吧 不可能像后来的 那个皇上一样 是吧 就是完全不认识 丞相 是吧 就是那种天高皇帝远 明少相公多的 那样一种 那样一种状态 是吧 因此可以说啊 这个 所谓传贤的概念 实际上是对 传子的一种 抨击 它实际上是反映了 这个在周秦之变的 这个过渡阶段 那个怀念周治 敌似秦治的 那样一种 价值观 是吧 在早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族群社会里头啊 是吧 这两者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也就是说 传贤 你不传子 你也是传给 这个 血缘共同体内部的人 是吧 很少传给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外姓人 是吧 就是完全是 和我们这个团体 无关的人 是吧 那么传子 是吧 你也要 闲的 是吧 就是你也要 因为 因为是这么个熟人社会 很少也有 那种完全 可以不顾亲情的那种 那种做法 是吧 因此 是吧 实际上 这种观念 就是在 出现了 家天下 那么这个家天下 还不 它的含义 并不在于传子 是吧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家天下的含义 并不在于传子 而在于 它是用 这样一种方法来统治陌生人社会 是吧 来统治一个非常庞大的 是吧 人们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这样一个团体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在当时就被认为 不合伦理 是吧 因此就制造了一种 这个所谓缠让制与家天下的矛盾 是吧 实际上就是 我认为这实际上背后还是 那个小共同体本位和 和陌生人构成的一个 大共同体 是吧 之间的这种矛盾 是吧 那么家天下这种概念 只有在突破了小共同体本位以后的 陌生人社会 才会有意义 当然主要是那些不瞒者 在负面的意义上 使用这个概念 是吧 在战国时期使用这个概念里 有儒家 也有墨家 是吧 他们都认为 家天下很糟糕 是吧 很糟糕 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 我刚才已经讲过 是吧 就是实际上啊 无论中西 他最早的政治啊 都不是原始民主 这里我要讲 以前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史官啊 他往往说专制是和私有制有关的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恩格斯的一本书就叫做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他往往强调这个专制是和私有制有关的 是吧 而在原始社会因为是没有私有制的 所以也就没有专制 是吧 说那个实在是原始民主 但是我在另外一些场合 我就曾经提到过 这个观念其实产生的很晚 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 他也没有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摩尔根以后 曾经有一度 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些人类学家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观念 后来这个观念被恩格斯所接受 是吧 但是实际上就连马克思本人 在接触摩尔根以前 也没有这种观念 是吧 人们一般都认为 这个对权力的服从 是吧 就是在那个群体中存在着等级秩序 这可以说在动物世界就有 是吧 人类的出名社会也 也不然 也是这样 是吧 就是人们一般都认为 就是这个 早期的这个社会都是 就是有个大家长 然后我们都听他的 是吧 这个和私有制不私有制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连那个兽群中都还有 什么 什么蚁王啊蚁后啊 什么公蚁兵蚁之类的东西 是吧 那个那个 羊群里头也有投羊嘛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大概 这个投羊 好像也不是羊群民主选举出来的 是吧 这个 这个 很多人 现在一般都有这种认为 是吧 很多人都认为 中西最早的政治 都不是原始民主 而是家长式的亲族政治 也就是所谓的王道 或者王政 是吧 这个王道肯定不是民主 但是王道不是霸道 原因就是因为他蒙着 一种伦理色彩 是吧 他是在小共同体 本位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吧 他具有父父子子 这样的一种亲情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后来 后来的儒家认为 秦始皇那样就不行 那叫做霸道 是吧 那么他们理想的 像那个三代的那一套东西 叫做王道 王道 我们现在的一些古史家 也用这个词来讲 那个希腊罗马的早期 就是所谓的王政时代 是吧 用希腊语 就是那个八七六十 用罗马 拉丁语 就是那个 Rex 是吧 勒克斯 是吧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 就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就是和西周一样的 所以现在也有人讲 说那个古典时代以前 希腊罗马也是封建社会 是吧 甚至有人说 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有 曾经有人说 这个西方人已经荒谬到 堕落到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人认为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对的 凡是次序颠倒了 他们就认为那是大逆不道的 是吧 然后有一位先生 就写文章说 现在西方的古史家 已经堕落到 认为封建社会 在奴隶社会之前的地步了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 很多那个西方人认为 这个巴西六十和 勒克斯这个时代 就是非德里人 是吧 其实非德里人 不是在 这个古典时代之后 而是在古典时代之前 是吧 其实这个 这个 这种王政啊 是吧 实际上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那么 由禅让而加添下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就是 小共同体本位社会 演变为一种 陌生人社会 以后的选择 因为 这个王道政治的特点 是长者政治 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了 是吧 也就是说 统治者就像我爹 是吧 他 他和我没有平等的 但是他也不会是个暴君 是吧 因为这个 完全不替我着想的爹 还是比较少的嘛 是吧 这个 这个 他就像我爹 他是个长者政治 但是长者政治 一旦维持不下去 他会有 两种可能 是吧 一种可能就是 既然没有爹了 那么我们就 民主选举出一个 代表我们的人 是吧 就像雅典了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有枪便是草头王 是吧 不管爹不爹 反正是谁厉害 我就 我就怕谁 是吧 就这样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啊 是吧 一种是从王道变霸道 一种是从王政到共和 我上次讲到就是这个 这个 人类历史上很多 民族都是 早期的政治 都是一种族群政治 是吧 就是那个小共同体 本位的族群政治 那么族群政治 这个共同体越小 它那个熟人社会 或者亲人社会中的那种 伦理因素就会越大 是吧 那么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啊 就带有一种 长者政治的 这种 这种性质 那么长者政治 在这个共同体 不断扩大 是吧 这个 伦理 起的作用不断削弱的情况下 它就会有两种选择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亲情 这个东西 伦理这个东西 起的作用 比较 什么了以后 是吧 有的 就会 变成一种 强者的政治 就是所谓的霸道 有的就会 变成 所谓的 由我们 从通过制度 产生一个治理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 那么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对 都是对 长者政治 是一种 否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的确也有 对长者政治 主张维护 维护长者政治 主张维护小共 小共同体 本位的 这样一种倾向 是吧 那么 从这个 周情之际的这个 人们观念的变化看啊 呃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当时的 这个 呃 周代的这种族群政治 在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 就是小共同体 内部 呃 出现那种 呃 就是个人主义的倾向 是吧 就是我前面已经讲过 由于本身 他由于经济的发展 也有这种要求 呃 也也有这种 根基 是吧 就是那个 由于铁器牛耕的发展 等等 是吧 另一方面 当时国家也在鼓动 这个 呃 这种潮流 那么一方面 呃 这个小共同体 内部出现 个人主义的苗头 在观念形态上 呃 这就是 这个 这个春秋战国之交 兴起的 杨术学说 是吧 有人说 这就是 呃 中国个人主义的源头 是吧 据说杨朱 呃 这里我要讲 杨朱的 所有的著作 现在都没有留下来 是吧 留下来的 都是 骂他的人 所 所 所说他讲的话 是吧 那么骂他的人 说 说讲的他讲的话 呃 应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就有个 很大的问题 是吧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那句话 什么 呃 什么拔一毛 以利天下而不为 那么另外一家 就是 莫子 莫子是鼓吹 兼爱的 也就是啊 兼爱无差等 是吧 也就是主张 呃 那个爱别人 和爱我是一样的 爱 陌生人 和爱亲人 是一样的 是吧 就是那个 呃 我爱一个路边的一个人 和爱我的父亲 应该是 呃 没有什么差别的 是吧 所以所谓 爱无差等 这实际上 也就是打破了 这个 小共同体的 这个界限 那么 这个 这个墨家 他是要强调一种 普世性的 那个 利他 利功 是吧 一种 我们今天听起来 好像有点那种 非常高尚的 非常理想主义的 那种 那种天下 呃 呃 就是他们都是对 小共同体本位 这种 价值取向的 是吧 这种我刚才讲的 这种周治的 这种价值取向的 一个很大的 冲击 是吧 那么因此啊 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一种观念 他的真正的 含义 你要通过 这种观念 和其他观念的 冲突中去把握 是吧 如果你不考虑冲突 你只看他 正面讲什么话 那老实说 世界上各种观念的差别 你就看不出来 是吧 因为所有的 我前面讲过 所有的观念都是 都是用好话来表述的 是吧 都是用 就是语言分析中 讲的那个 good words 来表述的 从来不用 bad words来表述 是吧 从来都是说 我们主张 人意道德 主张人要 变好 是吧 主张这个社会要进步 主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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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 是吧 很少有人说 主张杀人放火 尤我大 这个 坑蒙拐骗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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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正 主张的 是吧 所以我们 要判断一种观念 它的实际意义 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从各种观念之间的 这个争论去理解 是吧 我觉得现在 包括国学嘛 是吧 说论语 说儒家 那就是大家都读论语 是吧 我觉得 如果你光读论语和光读圣经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是吧 因为都是说 怎么向善 怎么怎么 是吧 你一定要看 其他人是怎么骂儒家的 儒家是怎么骂其他人的 是吧 你才能够知道 是吧 这个儒家和其他人之间 到底有 什么区别 是吧 那么 这个 杨默两家 在当时曾经 非常流行 这两家的流行 我认为就是当时 周治危机的一个 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是吧 大家知道 在孔子时代 这个问题还不是太突出 到了孟子时代 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突出 是吧 那个孟子 他曾经专门有 孟子在他的这本 提为孟子的这本著作中啊 可以说 批评了很多东西 但是 可以称得上破口大骂的 最激烈的文字 大概就是这一段文字 是吧 也就是说 他认为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杨默两家 是吧 那么为什么 杨默两家不能容忍呢 第一 他们的势力很大 是吧 按照莫子的说法 孟子的说法 杨朱莫迪之言 迎天下 天下之言 不归阳 则归末 是吧 说这两家简直是 非常之 弥漫 是吧 当时 大家好像都 不相信那种 小共同体本位了 是吧 大家都 要么是个人主义 要么是天下主义 是吧 杨氏为我 是无君业 杨氏 只考虑自己 是吧 他就不考虑 他的主人 这里我要讲 这里我要讲 所谓无君 在孟子那个时代 这个君并不是指指国王 是吧 当然更不是指指天子 是吧 这个 孟子时代的这个君呢 其实是 每个人的主人 都可以叫做君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人各 亲其亲 长其长 则天下品 是吧 他说 杨氏为我 氏无君业 就是说 他就不考虑 家长 是吧 不考虑主人了 是吧 莫氏兼爱 氏无父也 是吧 把一个 陌生人的爱 都可以和 对父亲的爱 相提并论 那就是 无父了 是吧 然后 无君无父 氏禽兽也 是吧 说这个 杨末两家 就是禽兽 是吧 而且还说 他们是 率兽食人 是吧 说这个 杨末两家 如果得势 那就好像是 一群虎豹豺狼 来吃人一样 是吧 在那里大骂 是吧 但是 这个 可见 这个孟子 他实际上是 他认为 当时他们理想中的 这种制度受到 这个个人主义 和天下主义 从两个方面的 挤压 是吧 但是 这个孟子 在这一段话中 有一个说法 在后世 引起了很多争论 这就是 他接下去 讲的一段话 叫做 陶末必归于阳 陶阳必归于儒 这句话呀 其实很有意思 是吧 因为如果按照 后世 人们对 杨末两家的 那种说法 说 杨朱 是鼓吹 自食自利的 因此好像 道德很 很低下 而末子 是主张 高尚的 是吧 按照后来的 有人的说法 说杨朱 主张 八一毛 以利天下而不为 而杨朱 主张 摩顶放纵 以利天下而为之 是吧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为天下人而牺牲 那么听起来 好像 这个 在道德上 末子是 最高尚的 是吧 那么 假定 孟子对这两者 都不喜欢 是吧 那么有些人说了 那是因为末子 孟子主张中庸 是吧 他既不喜欢太左 也不喜欢太右 是吧 太理想主义 太反理想主义 他都不喜欢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么他应该对这两种 都同样不喜欢才对 而且人们往往都认为 孟子或者说儒家学说 不管怎样 他还是一种重视道德的学说 是吧 因此 就算是 就算是 末子 对道德的强调 太极端了一点 孟子 对他有批评 这种批评 也不应该 比对杨朱的批评 更厉害 但是从这一句话来讲 好像就使人感觉 这个孟子认为 莫迪的说法比杨朱的说法 错得更厉害 是吧 或者说 与儒家的想法相去更远 是吧 他说啊 陶末必归于阳 陶阳必归于儒 是吧 也就是说 人们认识到末子的错误 人们就会去相信杨朱 人们进而认识到杨朱的错误 人们就会认识到儒家是对的 是吧 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就 好像是 杨朱是 从末子到儒家 从末子的谬误到儒家的真理之间的一个过渡 是吧 有人就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 杨近莫远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杨朱的说法距离儒家的距离 当然肯定也是儒家不能同意的 是吧 要比 莫家要近 是吧 那么这个说法该怎么理解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我觉得 以往有很多人啊 做过很多解释 是吧 有的人说啊 这是因为 这个 其实啊 末子讲的这句话 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是吧 他并没有远近之分 是吧 有人说啊 这只是说的 两头碰壁了以后 这些人就会学乖了 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是吧 你先是极左 然后你 对极左 失望了 你就会变得极右 然后你极右也失望了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中间的这个的好处了 他说其实 反过来说也是可以的 是吧 如果你先对极右 失望了 你就会 归于极左 然后你对极左也失望了 你就会 趋于中间 是吧 说这两句话 其实并没有远近的意思 是吧 可是这个话 只是这些人单方面的理解 因为 孟子并没有说过 是吧 这些人说啊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 说是 陶阳必归于末 陶末必归于如 是吧 这些人说 我们还可以假设 陶末必 陶末不归于羊 而直接归于乳 或者说 陶阳不归于末 而直接归于乳 可惜这些话 都不是末子的话 都是他们后来的 这些人说的话 是吧 如果直接这样说 总是好人 好像让人觉得 不太能够成立 是吧 那么又有人说 孟子的意思是 过犹不及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庸 末子在下面 紧接着就说了一段话 说这个人呢 就是直中的 是吧 他说 但是直中无权 由直一 是吧 说这个人就是直中的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在 阳末二者之间 取一个居中的 但是 孟子明确说了 直中无权 所谓直中无权 就是你一味的调和 当中间派 但是你没有权衡利弊 是吧 由直一业 这就和走极端 是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孟子明确说 他对杨朱两家的批评 并不是直中 或者说并不是 仅仅直中 是吧 因为他明确讲了 直中无权 由直一业 是吧 也就是说你 如果你仅仅是和稀尼 仅仅是当中间派 但是没有权衡利弊 这是不行的 是吧 这就 这和走极端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是吧 因此 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孟子这样说 仅仅是 这个 他要搞中庸 而且从这两句话 本身来讲 也不太像是中庸的样子 是吧 因为他明确讲 就是这个 这个 好像从这字面上来讲 那的确是有阳近莫远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两者并不是等距离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那么汉代的 赵琪 在他 祝孟子的时候 对这段话 有一段解释 我觉得这个解释 是 最有意思的 是吧 赵琪在 这个孟子的 祝中 他在 陶墨碧归阳条下 有一个祝 说啊 那个和你是一样的 是吧 那这还有什么 那不就是 不 就不可能有人格 亲其 亲掌 亲掌了嘛 是吧 说这 最为 为理 而阳朱知道呢 为己 爱生 虽为理 为什么为己呢 为己 是为理的 是吧 因为这个 阳朱 按照 莫子的批评 就是他 自私 是吧 他 他 为自己 那是为理的 但是 爱生 在莫子 在孟子看来 是吧 就是值得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 孟子的说法 实际上 也就是按照 儒家的说法 说你的身体啊 不是属于你的 是属于谁呢 是属于父母的 是吧 所谓的 身体法父 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是吧 因此他说 虽为理 尚德 不敢毁伤之意 是吧 所以 他说啊 对于阳朱的学说 孟子还不是 排斥的那么厉害 是吧 当然也是排斥 是吧 但是 还不是排斥的那么厉害 但是对于孟子的学说 莫子的学说 孟子就 不能容忍了 这里 我们大家要注意 是吧 他提到的是 不敢毁伤 而不是 不应该毁伤 是吧 那么这里啊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点 就是实际上 他这里谈到的 不是 应该不应该做 什么事情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权利做 什么事情的问题 是吧 我觉得啊 这是在周情之变的 这样一个动荡时期啊 人们在调整 社会关系的时候 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吧 就是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那么拔一毛以利天下 应该不应该做呢 是吧 我想 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角度 去看问题 大概没有人会说 不应该做的 是吧 拔一毛以利天下 这个人肯定是比 拔一毛以利天下 而不为的人 道德上更好 是吧 大概没有人会认为 拔一毛以利天下 而不为的人 会比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人 这个道德水平更高 包括杨朱 本人 因为杨朱的作品 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是吧 所以我们无法去查 但是我想 是吧 杨朱也不会认为 拔一毛以利天下 不该为的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 即使该为 你有没有权利为 也就是说 不敢毁伤 什么叫做不敢毁伤呢 那就是说 这一毛不是你的 你没有权利去拔 是吧 因为这一毛是 如果按照儒家的说法 这是父母的 是吧 这个是 实际上 这个所谓父母 只是一个象征 就是小共同体的 是吧 是家族的 家庭的 是吧 是你所从属的 那个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的那个 小共同体的 是吧 这不属于你 所以你 不能拔 是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正是因为不属于你 所以如果小共同体的意志 要求你拔 那么你当然必须拔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你不拔 也是不对的 是吧 因此这个杨朱说 这一切应该由我来决定 那是不对的 是吧 孟子说 这不能由你来决定 是吧 因此 假如你说 你要标榜 你有道德 就把它拔掉了 这不对 是吧 因为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要自私 你不拔 那也不对 是吧 因为你也 没有这个权利 是吧 你这一毛不是属于你的 是吧 身体法复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当然如果父母要你毁伤 你也不敢不毁伤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 如果按照造奇的解释 末子的意思 实际上是说 是吧 每个人都应该是小共同体的一份子 是吧 那个小共同体的意志是最重要的 是吧 个人意志 和天下的意志 是吧 都要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 这里我要讲 我们讲的 要以这种权利 作为本位 这并不是说 只考虑 这个小共同体的利益 是吧 这正如我们讲 所谓的个人主义是指 啊 我们要尊重 每个人的权利 那么如果我们说 孟子的意思是说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普天下的人 都遵循这个逻辑 是吧 我们 普天下的人 都在自己的小共同体内 是吧 维持一个 是吧 这个家长爱子弟 子弟尊敬家长的 这样一种 和谐的 啊 这样一种格局 那么这个天下也是个很理想的天下 是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普世主义 但是如果说 我皇家 可以维护 家族的 啊 这个整体性 是吧 我要把天下传给儿子 是吧 我要在 我要建立这个 皇上和 王子和太子之间的 这种家庭秩序 但是老百姓 不能有这种秩序 是吧 也就是爹亲娘亲不如 皇上亲 那就不是普世的 是吧 那就等于是 只准我有家族 不准你有家族 是吧 那这当然就不是普世的 是吧 对于末子而言也是 也是一样 是吧 呃 为天下 可以抛头颅 撒热血 但是前提是 是吧 前提是 我不能只要求你为 天下抛头颅 撒热血 而我却 可以不抛 是吧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也不是普世的 是吧 所谓普世的是说 天下的利益 高于一切 当然也包括 高于领导人 是吧 为天下 抛头颅 撒热血 首先就是你领导人 就该 是吧 这个 如果说 只是我要你去 抛头颅 撒热血 是吧 那这当然就是 不是普世的 是吧 所以我说 不管是个人本位 小共同体本位 还是天下本位 其实它都可以成为 普世价值 是吧 但是真正的问题 就在于 是吧 真正的问题 也不在于道德的高低 在于这个权力 拔一毛的权力 究竟归谁 是吧 我觉得杨朱的意思 实际上是说 拔一毛的权力 在我 我的一毛 由我来做主 是吧 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由 来拔我的一毛 是吧 那么至于我愿意 那当然是另一回事 孟子 他就认为 这个权力 不在天下 也不在个人 在什么呢 在父母 是吧 讲的 更确切一点 就是在这个 小共同体 是吧 如果拔一毛 以利天下 这个事 不是不该做 是吧 显然这是应该做的 这是好事 但是 不敢做 是吧 就是所谓的父母 身体 法夫 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所谓不敢毁伤 就是你没有权力毁伤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你的 是吧 为什么不敢呢 当然不是怕疼 是吧 拔一毛 有什么疼啊 不疼的 是吧 也不是怕吃亏 因为这不是你的 就没有什么吃亏的问题 是吧 而是因为 我的身体 法夫 包括一毛 在内 都是受制父母的 不属于我们自己 因此 没有寝室父母 我没有权利 这样做 是吧 莫子 目无父母 在孟子看来 大逆不当 但是当然 如果父母 要求你 比如我们经常 听说的后世的一个故事 是吧 什么岳母赤字 是吧 这个岳母要求你 精忠报国 是吧 于是你精忠报国 那符合儒家的标准 那是 因为你是受制父母 是吧 父母 要求你 拔这一毛 甚至要求你 抛头路撒热血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你自己 不能这样做 是吧 那么如果父母 要求你 抛头路撒热血 你不抛 就像杨子讲的那样 那由我来做主 那个 孟子觉得也不对 杨朱爱生 如果是为父母 当然不错 是吧 这是孟子看来 他比墨子为尽的理由 但是如果他在爱生 是为己 似乎拔不拔一毛 完全出自我的权利 这就为理了 是吧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孟子主张 是吧 这个所谓的杨近墨远 同时他又认为 杨末两家都是 是吧 都是异端邪朔 是吧 但是相比而言 他认为 孟 墨子这个异端 更厉害 是吧 可见 按照赵琪的理解 赵琪是汉 汉代人了 是吧 是汉儒了 因此 是吧 我想也是 这些 祝孟子的人中间 最接近孟子的一个人 因为后来的那些人 是吧 什么孔颖达啦 朱熹啦 那都是唐宋以后的人 如果按照赵琪的理解 古儒 实际上不是把拔一毛以利天下的问题理解为 应该不应该为的问题 而是理解为 谁有权利为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周治的这样一种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得天下平的这种制度 衰落下去以后 自主的个人主义 并没有兴起来 这种自主的个人主义 与民本的普世主义 和小共同体本位的周治 一样都走向了衰亡 而这个时候 兴起来一种个人主义 和国家主义 但是这种个人主义 不是杨朱的个人主义 而是一种伪个人主义 是吧 为什么说是伪个人主义呢 那就是 他要把个人 从小共同体中 搞出来 但是并不是让他真正的独立 而是让他成为皇权的工具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要使大家 六亲不认 只认皇上 是吧 为了皇上可以赴汤蹈火 但是你不能为父亲 做什么 皇上不喜欢的事 是吧 这就是把我刚才讲的 这个儒家的这个命题 是吧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把这个命题给导过来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目的下 法家是鼓吹个人主义的 是吧 是鼓吹 你可以六亲不认的 是吧 这个这个父母包办 你的婚姻是不行的 是吧 但是你的婚姻 你也不能太小知了 是吧 你要你自己来做主 也是不行的 你要听听组织上的安排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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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另一方面 君权至上的军国主义 也都膨胀起来 是吧 这么一来 就从两个方面 对这个小共同体本位的周知 是吧 呃 形成了啊 一种 解构 是吧 一种解体 是吧 那么 把这两者都结合在一起的 是吧 就是君权至上的军国主义 和皇权控制下的 伪个人主义 都贯彻到一起的 就是到了战国后期 乃至秦 新盛起来的法家学术 在周秦之变中啊 毫无疑问 它是代表着秦制的一种价值观 而儒家学说是代表周治的一种价值观 是吧 所以这个周秦 之变 在 这个 在观念中啊 是吧 又集中表现为 儒法的 冲突 这个冲突啊 老实说 在我们 谈的秦汉这个时代 基本上就被压下去了 是吧 呃 就等于我后面讲的 就等于是 呃 解决了 是吧 这个所谓解决 当然是表面上的解决了 但是 它隐伏的一些 东西 并没有完全退出 是吧 而在以后的历史上又不断的 啊 经常在一些关节点上 经常被翻出来 是吧 法家认为啊 人性绝对是恶的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 这个 现在很多人都讲 这个 东方文化是强调 性善论的 是吧 因此我们 呃 可以设想 有一个伟大领袖 他是啊 传心传意为我们服务的 是吧 呃 他是个圣人 是吧 我们一切都听他的 是吧 那么西方人 是性恶论者 是吧 他们往往把人想得很坏 因此他们就啊 对领导人往往不够信任 是吧 因此会提出什么权力制衡啊 什么 三权分立啊 之类的说法 是吧 呃 用琳达最近的一本书的说法嘛 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 是吧 而我们认为 毛主席是绝对我们可以放心的 是吧 呃 因为他是大圣人 是吧 呃 这个什么等等 其实啊 这里我要讲 是吧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 因为我老实说 不敢说我看的书很多 是吧 大家是不是看过比我更多的书 这当然有这个可能 是吧 所以我只能说在我的阅读范围内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 其实老实说 这个 主张性恶论的最典型的文献 还是我们中国人的 是吧 就是这个法家的这个著作 韩非子 是吧 因为啊 以前我们讲的西方的性恶论 其实指的都是 他们说 人的性恶是难免的 是吧 但是并没有说 人的性恶是 唯一的 是吧 呃 那我们经常讲西方性恶论的一句背影的最多的话 就是那个霍布什的那句话 人对于人是狼 是吧 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了 是吧 可是 其实你看看霍布什的援助 你就会知道 是吧 第一霍布什讲的 实际上他的那个意思是说 你要从 这个预设出发 去考虑制度安排 也就是说 你不能 预先就设想 人与人不是狼 是吧 也就是说 人与人 难免是狼 是吧 但是这指的是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霍布什从来就没有讲 丈夫对于妻子是狼 是吧 父亲对于儿子是狼 是吧 霍布什也好 无论谁也好 第一 他没有把性恶 当作一种 无例外的原则 甚至可以 用于亲人之间 是吧 这是第一 这是事实判断 第二 霍布什他仅仅是说 人对于人难免是狼 所以你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 但是霍布什并没有说 人对于人应该是狼 如果不是狼 反而不好 是吧 我要把它变成狼 是吧 他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是吧 在事实判断上 他讲的性恶论 其实是在陌生人中间的 是吧 并没有用到亲人中间 在价值判断上 他更没有说 性恶是应该的 是吧 我要猝死人们性恶 是吧 他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可是 韩非 在这两点上 都要远远超过霍布什 是吧 韩非就明确讲 是吧 这个 每一个人 都要算计别人 都要为自己考虑 这一点 就是骨肉至亲 都不例外 是吧 如果按照 韩非的说法 任何人 都是不可信的 包括 老婆孩子 是吧 韩非 举了很多例子 是吧 说 哎呀 你看 他当然 他这个话 都是写给皇上 听的 是吧 所以他举的 都是皇上身边的例子 他说 哎呀 比如说 你的某个妃子 是吧 哎呀 他好像是对你 很 百依百顺 其实他都巴不得 你找死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现在正在受宠 是吧 他的那个儿子 很可能会继位 可是如果你不找死 难免你就会 又又又又 又宠了别的女人 是吧 那么他的儿子 可能就 那个位置就 受到危险了 是吧 所以 你别看他 跟你那么亲近 其实他都是 那个那个 对你是图谋不轨的 是吧 然后说 父亲 儿子也是一样 是吧 说所有的儿子 都希望父亲找死 是吧 因为他可以继位 是吧 这个 如果他 他不找死 又生下几个儿子 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很危险 是吧 所以他的 那个儒家说 人各亲其亲 掌其掌 是吧 法家说第一 这是不应该的 是吧 大家注意到 这个 没有人说 这个这个性恶 是应该的 是吧 人家只是说 性恶是 是难免的 是吧 但是法家就说 这个孟子说 人各亲其亲 掌其掌 是吧 法家马上就反驳说 亲亲则别 爱私则显 民众以别显为物 则民乱 是吧 每个人 都 亲自己的家长 那谁亲我呀 是吧 每个人都服从 自己的家长 那谁服从我呀 是吧 如果这样搞 那我指挥谁呀 是吧 每个人都由 他的父亲来指挥 那我指挥谁呢 是吧 所以 亲亲爱私 这是一种 毛病 是吧 我们 不应该鼓励 而应该打击 是吧 就是要让这些人 六亲不认 是吧 只认我 前提是 只认我 是吧 如果他连我也不认 当然也 当然那也不行 以妻之近 及子之亲 而由不可信 则其余 无可信 则以 就连老婆孩子 都是你的敌人 父亲对于儿子 都是狼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是吧 子父 自亲也 而或巧或愿者 皆邪 自为心也 是吧 那连 老婆孩子都不可信 你还能信谁呀 当然 谁都不可信 是吧 韩非 韩专门说 是吧 是吧 你的大神说忠于你 这都是假的 是吧 你不要相信他们 是吧 天下没有谁会忠于谁 是吧 说啊 那个 那个 啊 他说啊 呃 臣自于君 非骨肉之亲也 那么既然连父子 夫妻之间也不可信 一般人之间的中意 仁义中性 就更加不足事了 在法家看来 唯一可信的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法 所谓法 在法家的眼里 就是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 是吧 就是要赏罚分明 你为我干事 我就赏你 是吧 至于你为我干事 是不是爱我 这个无所谓 是吧 因为你是图赏的 是吧 只要我认准了这一点就行了 是吧 你要是不为我不干事 我就罚你 是吧 这个你就 你就要听话了 是吧 第二 就是术 不要就是一套 通过分权制衡 驾驭群臣的权术 这里我要讲 很多人都说权力制衡 是西方的特产 其实老实说 中国人讲权力制衡 要比西方人早得多 也发达得多 是吧 西方人讲三权分立 我们中国的皇上 恨不得十权分立 是吧 让每一个人都不能对他 构成威胁 但是前提是 他要分的都是别人的权 是吧 这个所有的这个权 最终都得归他 是吧 但是他要使臣民之间 互相制约 是吧 这里我要说权力制衡 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这个权力制衡 是为了维护军权呢 还是为了维护民权 是吧 在近代政治中讲的权力制衡 是害怕权力太大 会威胁民权 是吧 所以要强调 是吧 任何人 不管是总统也好 议会也好 他的权力不能是无限的 是吧 可是 我们法家讲的分权制衡 哪怕他的分权比西方还要过分 但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 维护军权 是吧 所以啊 1990年 大家知道89年 中国出了一件事情 到了90年 很多人就写了 反和平演变的文章 其中有一位 是吧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何欣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三权分立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是吧 我们中国早就有了 是吧 说我们中国以前这个 传统的朝廷啊 都很懂得 是吧 安排甲去制约乙 安排乙去制约丙 安排丙去制约丁 是吧 然后安排丁又制约甲 是吧 然后皇上在上面操控一切 是吧 说这 哎呀比美国的三权分立要厉害多了 这是十权分立 是吧 这是九权分立 是吧 这个 这个 是吧 大家都知道以后啊 我们那个 都很讲究这一点 是吧 这个我后来讲到秦翰的时候 会具体讲 是吧 所谓术 就是要用 是吧 分权制衡来驾驭群臣 是吧 要使你们互相构成一种资源 你们就不能抱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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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我构成威胁 是吧 只有我能够在上面操控一切 是吧 所谓是 就是严形运发形成的一种高压 是吧 使得大家一看皇上都立 就发抖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就可以建立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秩序了 不利了 是吧 因此啊 他一方面讲 是吧 人臣之于其君 非有骨肉之亲也 辅于适而不得不适也 是吧 这个 你的部下 对你并没有什么感情 你也不要相信他们忠于你 但是他害怕你的权势 他不得不服从你 是吧 臣之所以不适其君者 党与不拒也 很重要的一点 你不能让他们抱团 是吧 如果他们不抱团 任何人都不敢 作乱 是吧 但是如果他们抱团 那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啊 要党与不拒 是吧 他说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啊 呃 这个长公为主人干活 不是为了爱主人 而是从主人那里要得到赏赐 是吧 呃 因此 臣之所以能为君用 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富贵 他们之所以不敢反叛 是因为他们害怕杀头 所以 对于皇上来讲 最重要的是死大臣 既希望得到富贵 又害怕被杀头 这样的话 你就会很听话 是吧 那大家知道 以后的儒家经常有一些 想入非非的高尚言论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后来的 呃 于谦有一句名言 是吧 这个国家要治理的好 很简单 是吧 只要 文臣不爱钱 五官不怕死 这个国家就能治理的好 是吧 可是 于谦讲的这句话是儒家的言论了 如果在法家看来 那恰恰相反 是吧 怕就怕的是你 既不爱钱 又不怕死 是吧 如果这样 我怎么能管得住你呢 是吧 你不爱钱 我赏你 你也不在乎 是吧 你不怕死 我罚你 你也不在乎 是吧 这样还得了吗 是吧 所以 讲这句话的 于谦本人就没有好下场 是吧 我们都知道的 是吧 这种话 在中国古代 讲的人很多 但是做的人很少 只要是做的人 一般来讲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是吧 包括海瑞 是吧 包括于谦 是吧 其实啊 皇上 真正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韩非讲的这句话 是吧 一个人 如果竟然 不图富贵 又不怕杀头 那么他在君主的眼里 就有造反的嫌疑 是吧 儒家傻乎乎的提倡的那种 不贪财 不怕死的 像海瑞这样的人 是吧 凡事少点为好 是吧 韩非明确讲了 像这样的人 是吧 既不怕杀 又不重赏 不可以罚禁也 不可以赏死也 这种人 这种人要不得 此为 无异之臣 无所少而去 这也 是吧 这种人 有一两个人 还不要紧 如果多一点 那就不得了了 这种人非得 去掉不可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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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 是吧 当年就是 是吧 给这个 这个 加进皇帝 给 给给给 扔进死牢的 是吧 当然了 后来 加进皇帝去世了 是吧 海瑞 就逃过一死 而且 这个龙庆皇帝 上台以后 当然要有些心政 是吧 要有些表现 自己好像 还有点心气象 于是就把 海瑞 放出来了 而且还 加以表彰 海瑞 就因此成了一个 世界 就因此成了一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一个清官 可是 龙庆 虽然在 这个 道德上 把海瑞 捧得很高 但是 他再也没有 给海瑞 管过任何具体的事 是吧 海瑞原来是 是省委书记 是吧 是那个 应天巡抚 江苏省委书记 李源潮同志 现在 前段时间 担任的这个角色 是吧 但是后来 这个 后来这个 龙庆皇帝 把他放出来 给他 诉了很多 清官的 给他戴了很多高帽 是吧 但是给他安排 做了个什么呢 安排他当了个 南京 吏部尚书 是吧 吏部尚书 还是吏部士兰 我已经忘记了 总而言之 给他安了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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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比较高 但是不管任何事 的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 明代的这个制度 很奇怪 他 把首都 签到北京 以后 在南京 还保留了一个 保留了一个 模拟政府 是吧 就是那个 在南京 保留了一套六部 是吧 北京有 立护理兵行工 六部 南 南京也有 这六部 那么 是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这个 这个 像贪污这种事啊 在这种体制下 老是 老是 解决不了 是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是吧 实际上这种体制 并不真正喜欢那种 是吧 那种所谓的什么 就是 就是 那种 就是 就是 道德很高尚的人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大家知道 那个秦汉这种例子 就很多 是吧 大家知道秦的 大将王喷 是吧 他率兵法楚 是吧 那个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是吧 秦楚之间发生战争 最早 那个 秦 秦始皇派 李信 为帅 李信说 哎呀 我很有本事 你给我20万人 我就把 楚国打下来了 是吧 然后他去打 结果打了个大败仗 是吧 被那个 项羽的 项羽的 爷爷 还是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项燕 是吧 被项燕打败了 是吧 然后 那个秦始皇就撤了他 是吧 然后 那个王喷说 我可以打 但是 那个李信 这样的矛头小伙子 太不稳重了 我需要60万人 才能打下来 是吧 那秦始皇就给了他60万人 接着 他就提出要求 说 皇上啊 你必须给我 多少 田 是吧 多少财产 多少黄金 是吧 我才肯去打 否则我就 不打 是吧 结果秦始皇 一听 就对他很放心 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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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放心的 就把军队交给他了 是吧 后来有些人就 他的部将就说 说哎呀 你这个人说这种话 你也不怕在皇上面前掉价 说你现在都已经是 说你现在都已经什么地位了 你还在乎这个 什么多少 田地多少 他说 其实我哪是真在乎呢 是吧 但是我如果不这样说 皇上能 能放心我 带那么多的兵吗 是吧 这句话说得非常之深刻呀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皇上其实并不希望你是一个 什么高尚的人 是吧 但他 他希望你 那个皇上一听 哦 你不过就是 那个那个 一个一个一个 又爱钱又怕死的人 是吧 那么他就可以用你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后 到了汉代 又是这样 是吧 那个 刘邦 当时带兵在前线 打仗 是吧 他 他的那个后方是由 丞相萧和 治理 然后这个萧和 据说是个 其实也是个蛮不错的人 是吧 奉公守法 把后方治理得紧紧有条 于是后世 那个老百姓就 很多话就传到刘邦的耳朵里 是吧 说哎呀 这个丞相真是好啊 又 又爱名 又 又又又 这个 连结 是吧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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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和一听到这个话 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头 马上就 很紧张 是吧 因为他知道这些话 很可能会给他带来 不好的效果 是吧 于是他马上改权益者 马上贪污腐化了一把 是吧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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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男八女 是吧 抢了老百姓的很多土地 去做大地主 是吧 于是 老百姓纷纷向刘邦告状 说哎呀 这个丞相真不像话 是吧 你看这么贪婪 什么什么 刘邦一听 非常高兴 哦 有这样的人为我治理后方 我就放心了 是吧 他是不会有什么 什么太大的图谋的 而且我可以 治得了他的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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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这一套啊 老实说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秦以来的这个体制啊 老实说是非常重视 这一套的 是吧 所以你不要说他 什么海瑞啊 什么这些人 讲的那么多 是吧 其实老实说 你听听也就罢了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 在这个体制下 你就 是吧 你就 你就不太好办 因为 韩非已经说了 像这样的人都是 无意之尘 无所少而去 我跟你说啊 韩非指 大家不可不看了 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 是吧 而且这本书啊 老实说 你看了这本书 你就会知道 这个体制合一 能够持续两千多年 是吧 这个这个 如果你只是看儒家的书 我觉得啊 那是很高尚的 你不可不看 是吧 但是如果你只看这些书啊 你就恐怕你啊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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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在情治下你是很难你是很难这个这个过得去的 啊 那么法家认为 人间是一个啊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 这里我要讲 法家在后来被人 予以比较高的评价 是因为法家的很多言论啊 如果你抛开墓地不讲 和近代的很多西方思想是非常合拍的 是吧 他强调竞争 强调那个 呃 呃 就是 呃 否定性善 是吧 呃 强调那个官僚制 是吧 否定贵族制 等等 很多东西听起来都好像很现代化 是吧 甚至他提出计划生育的观念 是吧 说这个 韩非子就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 说这个 呃 如果让人不断地生下去 啊 那么总是 国家会越来越穷 是吧 因为生的总比 呃 那个土地上长得要 快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个严重的问题 什么等等 是吧 嗯 那么 呃 有人说啊 这个韩非是比达尔文 更 早的 啊 进化论者 是吧 呃 这句话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早在达尔文之前多少年 是吧 韩非同志就已经提出了 那个 那个 呃 比韩比比啊 那个那个竞争的理论 是吧 他说啊 呃 上古尽于道德 中世主于自谋 当今争于气力 是吧 说在远古 谁的道德最高尚 我们就服谁 是吧 到了中古 谁最聪明 我们 服谁 到了现在 他说是 谁的权力最大 我们服谁 是吧 所以他说啊 今天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竞争权力 啊 是吧 上世 亲亲而爱思 是吧 这就是我讲的啊 那个儒家讲的周治 是吧 亲亲 则别爱思 则显民众 以别显为物 则民乱 是吧 呃 我们就听谁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啊 呃 可以不听爹的 但是不能不听官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官是啊 最重要的 是吧 这个是一种 赤裸裸的竞争理论 是吧 但是这个竞争理论 我前面已经讲了 是吧 他的目的还是要 是吧 是为啊 君主 对付他的竞争对手 啊 提供主义的 是吧 那么因此他认为啊 因此这个法家的思想的逻辑啊 很重要的就是 你治理天下 你不要考虑什么 正义 是吧 不要考虑什么 顺天应民 是吧 不要考虑什么啊 这个道德目标 是吧 理想主义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假的 是吧 你唯一要考虑的 就是要确保 大权在我 居重欲轻 强干弱智 防止 防止 防止你的权力旁落 是吧 防止全城窃柄 均位架空 使得你的法术士失灵 而危机你的 家天下 是吧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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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种 性恶论 权力中心主义 而导出的一种 是吧 保证 军权 均权 安全的 措施 就成为 励志的一个 首要的 原则 是吧 那么这个 这种思想 老师说 在春秋的时候 就开始有 是吧 现在的 管子这本书 是吧 就已经有 这种思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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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影子 是吧 那么到了战国 开始 越来越发展 是吧 呃 现在有人说啊 法家 是来源于 道家 是吧 呃 有的人又说 法家是来源于 儒家 因为有 荀子 这样一个 过渡式的人物嘛 是吧 但是实际上啊 我觉得 法家 还是在 周情之变的 这个 历史大背景下 是吧 从很多国家 在当时的 一种 军国主义的 环境下 从很多国家 多元头的 产生的 是吧 呃 在秦国 当然 他表现的 最明显 呃 有两本书 应该说是 反映了 呃 这一套理论的 呃 最典型的 反映这套理论的 那就是 商君书 和 韩非子 是吧 呃 那么 这一套 这一套理论 是在中国由 血缘族群时代 转向 大一统帝国的 历史转折过程中 形成的 这个转折 意味着 专制皇权 打破了 族群纽带 而 直接 控制 这个天下的 老百姓 是吧 呃 这个秦汉以后 就出现了个名词 叫做 编户齐民 是吧 这个编户齐民的 起源啊 按照 台湾学者 杜正胜先生的 说法 是从军队里头来的 是吧 也就是 民集中 有一户 军集中 有一丁 是吧 是按照这种 原则来的 是吧 大家知道 包括后来的 八旗制度啊 等等 也都是按照 这个东西来的 是吧 就是把天下的 老百姓 排除 那个 小共同体的 分割和干扰 都统一编制起来 是吧 而且 要强调 使他们的身份 都 等同 也就是所谓的 齐民 所谓齐民 就是说 这里头不应该有 贵族和 附庸的区别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 你们都得服从我 因此你们自己之间 不能有 主人和附庸的 区别 是吧 你们都是 齐民 是吧 你们都在我的 编户之中 都在我的编制之中 这就叫做 编户 是吧 那么专制皇权 打破族群纽带 而直接控制 编户齐民 这就意味着 天子与诸侯之间的 伦理关系 变成了皇帝 与臣辽之间的 科臣关系 是吧 就像韩非 刚才讲的那样 皇上 和大臣之间的关系 就像 财主和长公一样 是吧 你为我办事 我就赏你 你不为我办事 我就罚你 这里头 没有什么 亲情可言 是吧 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身份 是吧 这和父子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我前面已经讲了 是吧 儿子要服从父亲 但是父亲要保护儿子 父亲 不可能开除儿子 是吧 周天子 也不能任免诸侯 诸侯也不能任免 亲大夫 是吧 这是一种 封建的依父关系 而且是累次相成的 是吧 是一种固定的 对双方都有约束的 是吧 这个 他和后来的官僚制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后来的官僚制 就不一样了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奴才 是吧 我可以用你 也可以杀你 是吧 所谓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那就是说 是吧 所有的人都是皇上可以杀的 是吧 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是吧 那么 如法之别 如果从社会学意义上讲 就是 中法制 与反中法的 编户齐民之治 在观念上的区别 大家知道 在周治下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大家 全国人 分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 天子 虽然说 他是 大宗 敌派 总家长 是吧 应该说 在周代就有这个观念 天子是 天下之主 可是这个主 是非常间接的 是吧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句话 我的组织的组织 不是我的组织 是吧 得乎天子为大夫 得乎 得乎天子为诸侯 得乎诸侯为大夫 得乎大夫 为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但是 庶民和天子 就没有这样的关系 是吧 反而是 得乎庶民为天子 是吧 这个庶民 比天子还大 是吧 其实庶民比天子还大 只不过说说而已 是吧 孟子说的 这个明贵君卿 也没有制度的 保证 但是他至少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庶民 可以不听天子 是吧 这个诸侯必须听天子的 但是天子是 管不到庶民的 是吧 我的附庶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不可能越过 各级家长 直接控制成名 同时 各级家长与家属的关系 都是 伦理性的 长幼尊备关系 而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 行政上的 上下级关系 更不是 雇佣式的 主仆关系 是吧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例子 儿子要孝敬父亲 是吧 他是有这个义务的 但是 父亲 对他也有 义务 他不能 随意任免儿子的 是吧 于是 法家改革的 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把 长者政治 变成 强者政治 这里头 第一个要素 就是要 排除周治的 中法色彩 是吧 就是要排除 周治的 中法色彩 那么 法家改革 它在社会上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要 打破这种 人各 亲其心 长旗 长得 天下平的 这种 这种秩序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商鞅变法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强制解散 大家庭 是吧 规定 有两个儿子 你必须分家 是吧 民有二男 不分一者 被欺负 是吧 你如果不分家 国家就要惩罚你 是吧 父子兄弟 同时共习者为敬 是吧 就是你成年的男人 必须各有各自的家庭 不能住在一块 那么家庭 要变成小家庭 分开 可是大家知道 家庭之上 还是有 宗族的联系 是吧 这个 秦汉时代的政治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 考虑 防止强中 大族的形成 危害国家的 这个治理 是吧 因此啊 这个 史记记载啊 在汉武帝时期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立法精神呢 很可能秦代就有了 是吧 只不过 那个秦律中的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少 是吧 但是我觉得汉武帝 这种做法 可能也不是 那个时代才有的 是吧 就是 强中大族 不得族居 是吧 而且 这个 史书上 有不少这种具体的记载 是吧 像这个 像这个郑宏 是吧 据说就是 他们 本来他们是 这个正式家族 本来是在齐国的 是吧 但是 由于这个 汉代的政策 是不准 不准他们这个 强中大兴 住在一块的 是吧 因此就把他们给流放到其他地方 是吧 把他流放到绍兴 是吧 就是现在的三英 就是三英 就是现在的绍兴 是吧 然后 这个昭书的精神 就是所谓的 强中大族 不得族居 是吧 家庭不能大 这个家庭之上 也不能有聚居在一块的 那个 强大的家族 这里我就要讲了 这个 我们中国啊 呃 宋元以后 尤其是明清以来 这个 独姓村 是吧 大姓村 很多 是吧 张家村 李家寨 是吧 嗯 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多 因此人们就说 中国人传统上比较重 家族 是吧 这个说法 老实说 如果讲明清 尤其是清 是可以的 无限上述 就有问题 是吧 实际上 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 这个 竹姓村 是 很少 是吧 是几乎没有 这个 以姓明村为例 呃 之例 应该是 这个 呃 这个 魏晋南北朝时候 开始出现 但是很少 是吧 宋元以后 才逐渐增多 但是大量增加 其实都是很晚的事 是吧 那么这个时期 这个 呃 秦汉时代 是吧 这个统治者是力图要 啊 拆散这个东西 是吧 拆散了这个东西以后 就扩张 编户齐民事的 管制系统 以 行政性 乃至在一定程度上 是军事性质的 所谓 屡理十五之治 来取代 中法 人伦性的 族群组织 并且 把它作为 专制集权帝国的 政治基础 是吧 也就是说 此社会 非宗族化 而且这个非宗族化 当时 做得相当极端 是吧 关于这点 我后面 还要给大家讲 所以 大家不要以为 中国的传统 就是一成不变的 是吧 清代的传统 并不见得 可以 上腿到 动不动 就说 两千年如何 五千年如何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很可能 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 相应的 我们前面提到 按照周 周代的族群 社会的价值观念 是吧 包括体现在儒家 著作中的 是吧 他们一般都强调 孝高于忠 是吧 所谓的 为君 绝父 不为父 绝君 是吧 所谓君 代不如负重 是吧 就是这个 皇上 没有父亲重要 是吧 这个 为了父亲 我可以得罪皇上 是吧 甚至为了报复仇 我可以灭掉祖国 是吧 就像那个 无子 无子序量 是吧 那个 那个 是吧 但是这个 法家 就坚决反对 这个 这种说法 是吧 法家就认为啊 这个 啊 忠要比孝更重要 而且这个忠就是对皇上 是吧 因此 法家非常鼓励 所谓的大义灭亲 是吧 非常鼓励啊 这个所谓的啊 为了国家的利益 其实就是为了君主的利益 可以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背弃父母 是吧 呃 法家甚至把这两者 对立起来 是吧 韩非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君之之臣 父之报之也 是吧 这个 忠于皇上的人 就不能忠于父亲 是吧 对于父亲来讲 他很有可能就是不孝之子 是吧 父之孝子 君之悲臣也 是吧 强调对父亲的孝 到头来 就会背叛君主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啊 那么啊 他 我们大家知道 呃 儒家很重视 这个古代的圣人 其实法家也不是 就不谈古代的圣人 但是法家谈古代的圣人 和儒家谈古代的圣人 有很大的区别 是吧 法家谈古代的圣人 都是说 他们六亲不认 那就是圣人 是吧 说这个 武王之所诛者 可皆父兄子弟之亲也 是吧 而所杀王其身残破之家也 是吧 何也 以其 害国伤民 是吧 是吧 呃 那个鱼就是个大孝子 是吧 据说他的那个 父亲 宠爱 他的一个那个 瞎的儿子 而对他很不好 是吧 但是他 宁可 受到委屈 是吧 也要 这个 对他的父亲 乃至对他父亲喜欢的儿子 是吧 要 表现得非常好 等等等等 是吧 而儒家描写的这些圣人 首先都是 家庭里头的孝子 但是法家描写的这些圣人 都是一些 所谓为了治国而六亲不认的人 是吧 那么韩非就专门举过两个例子 说明这个孝是很有害的 是吧 一个是这个楚国的例子 是吧 说楚国 这个 有一个人偷羊 是吧 然后他的儿子 就举报了 是吧 说他的父亲偷羊 是吧 然后 他的 这个官方 楚国的这个 北京市委书记 是吧 就是这个首都的市长 叫做令尹 是吧 就把这个举报父亲的人给杀了 是吧 呃 以为啊 这个人是不孝子 是吧 然后 按照韩非的说法 后来楚国 之所以败亡 就是因为 这样做 是吧 造成了楚国的败亡 那么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是吧 说鲁国啊 是吧 鲁人从军战 三战三北 总尼问其顾 对约 吾有老父 生死莫子扬也 总尼以为孝 举儿丧子 是吧 说鲁国有个人 一打仗就开小差 是吧 然后那个孔子问 为什么 他说你看 我要养我的父亲 是吧 我是独子 是吧 不能暂时 这个孔子说 哎呀 你真是个大孝子 是吧 国家不用你 用谁啊 是吧 于是举而上之 向国王推荐 说这个人可以 可以中用 是吧 然后按照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 这些国家之所以亡国 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些国家 如果是这样的 谁还会为国家打仗 是吧 所以说这些国家的人 都是 勇于私斗 缺于攻占 是吧 都是那个 只为自己家里头打仗 不为这个 这个国家效力 是吧 因此 他说 一定要提倡 这个 这个 这个六亲不认 只认国家 是吧 说是 如果按照儒家的这种做法 这个国家肯定要打败仗 是吧 这个 这个君主的地位 肯定也 不能保持 是吧 因此一定要把这个 忠 在孝之上 是吧 因此 法家的逻辑 他是要 啊 所谓的 禁止 永引 鼓励 告清 是吧 就是这个 子为父隐 父为之隐 儒家认为是应当 呃 呃 承认的 法家认为 这是 啊 这就是同谋 是吧 要要禁止 而 呃 子告父 妻告夫 是吧 儒家认为 这是 违背伦理 违背伦理的行为 而法家 是非常赞赏 这种行为的 但是 我前面已经讲了 其实 法家讲的 大义灭亲 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那就是 我刚才已经讲了 法家已经在 人性论上认定 其实所有的人 都是为己的 或者说 都是性恶的 是吧 就连啊 父子之间 都是这样的 是吧 因此 所谓大义灭亲 怎么可能呢 深信 人性恶的 法家 心里 并不相信 什么大义 他们实际上 是用 现实利害 来促使人们 虚言 复事 是吧 法家 提倡告亲 禁止拥引 其实都是 用利益 来引诱的 是吧 大义 只不过是 说说而已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你检举父亲 我会给你好处 是吧 如果你 是吧 和父亲 在一起 而对我不利 我会给你 严重的 惩罚 是吧 因此 这个 法家 鼓吹的 大义灭亲 如果落实下来 其实就是 大力 灭亲 是吧 就是为了 为了 涂赏 我可以 去 出卖 父亲 出卖我的亲人 出卖我的 朋友 出卖我的老师 我的等等 等等 是吧 总而言之 为了高官厚禄 我可以 不顾一切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这样 那么因此 这个情侣是非常 提倡 亲人之间的 互相告发的 是吧 而且 其中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规定 是吧 比如 情侣 是吧 他规定 这个 大家知道 秦是 法家制度 是主张 言行俊法的 是吧 犯了罪了 首先 你就要 抄家莫产 是吧 但是 情侣中 有一条规定 说 政府如果犯了罪 妻子 如果去告发 那么 妻子的财产 可以不被没收 是吧 这句话 马上就使人想到 什么叫做 妻子的财产 是吧 难道夫妻的财产 还可以分得那么清楚吗 是吧 但是情侣的观念 好像很现代化 是吧 他好像 使人感到 这个 秦国 好像似乎已经有 婚前财产公正 是吧 这个 哪一部分财产是 丈夫的 哪一部分财产是 妻子的 好像 情人都是 都是知道的 是吧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条文 是吧 其实 我们今天听起来 这个条文 都觉得很新鲜 是吧 这个条文 也不知道怎么具体实行的 是吧 这个 老婆如果告发了丈夫 那么 老婆的财产 可以不被没收 只没收 丈夫的财产 是吧 这很有意思 但是 秦国毕竟还是个 男尊女卑的国家 是吧 因此 他下面又有一条规定 如果 妻子犯了罪 丈夫去告发 又怎么样呢 这个 奖赏还会更大 是吧 说如果 丈夫告发了 妻子 不但 丈夫的财产 可以不被没收 妻子的财产 还可以用来 奖赏 丈夫 是吧 也就是说 老婆如果犯了罪 我如果告发了她 老婆的财产 就归我了 我也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是吧 其实本来 照我看 这两种财产 就差不多 是吧 也没有什么 老婆的财产 和丈夫的财产 的区别 但是 这个秦绿 好像 这一点 就 他就要分 是吧 说老婆的财产 丈夫的财产 一个家庭内 老婆和丈夫 还有 各有财产的 是吧 而且秦绿中 还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规定 是吧 比如他规定 子到父 应该 怎么怎么样 儿子偷了父亲的东西 应该怎么怎么样 父到子 应该怎么怎么样 是吧 当然这里头 他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是吧 正如 丈夫告妻子 比妻子告丈夫 更受优待一样 是吧 这个子到父 是吧 在秦绿看来 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父到子 在秦绿看来 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提法 本身就很奇怪 是吧 因为到了 后世的儒家 他其实根本不承认 父子之间还有异财的 是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到了唐律书役 有一条规定 叫做 祝父母 父母债 而子孙 别及异财者 其三年 是吧 也就是说 只要你老人不死 是吧 那个儿子就不能分家 不过我这里要讲 中国往往都是 是吧 说的一套 做的一套 虽然是这样的规定 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上 从来就是小家庭社会 是吧 从来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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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家的 是吧 但是尽管这样 至少儒家的财产观念 他是不承认个体财产的 是吧 他只承认家庭财产 或者家族财产 是吧 但是法家就很奇怪 是吧 负到子 子到负 还有甲负到甲子 也就是义负到义子 是吧 那么他还专门有一条规定 说奴婢到主 应该怎么判 是吧 奴婢偷主人的东西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罪行了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很多人都说 有一些主张 魏晋封建论的人认为 秦汉才是奴隶社会 是吧 原因就在于 私人拥有的奴婢 的确秦汉要比 这个三代要多得多 是吧 因为三代基本上是族群社会 人们以前讲三代是奴隶社会 主要是指 征服者宗族 对被征服者宗族的奴役而言的 是吧 我前面曾经讲过 他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 个体家庭里头有很多 有很多奴隶 但是到了秦汉 个体家庭中的奴隶倒是真的比较多了 是吧 奴隶偷了主人的东西 那当然是一个罪过 但是情侣专门规定 如果奴隶偷的是主人父母的东西呢 这当然也是罪过 但是 就要刺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吧 奴隶倒主之父母 不为盗主 是吧 也就是说 主人的东西和他父母的东西 是两回事 是吧 你看这个秦朝的这个法律观 这个财产观念呢 好像似乎是非常个人主义 是吧 一个家庭内 老公和老婆各有财产 父亲和儿子也各有财产 是吧 但是他和近代的财产观念 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不管是老婆的 还是丈夫的 也不管是父亲的 还是儿子 最终都是伟大领袖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大义灭亲 法家讲的这个大义灭亲 其实他在性恶论的背景下 其实他根本就与义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实际上是大力灭亲 是吧 就是用利益 用利害关系来引导人们 去六亲不认 只为皇上服务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灭亲 反中法 是吧 我们知道近代社会 是不能承认中法原则的 是吧 因此啊 这种啊 比如说婚姻自由啊 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近代社会的观念 但是 法家的反中法 是不是真的具有 个性解放的功能呢 是吧 有人说法家思想比儒家进步 是吧 指的就是这些 其实啊 在 与军权没有矛盾的地方 法家和儒家 一样是 也是要强调尊卑的 是吧 这一点应该 没有问题 法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的观念 是吧 法家并不是不承认父权 是吧 并不是不承认父权 相反 法家对父权的强调 前提当然是不违背君权 是吧 其实比儒家还要极端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后来董宗书讲的三纲 是吧 君为成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这三纲 在董宗书以前的儒家文献中 并没有记彰 是吧 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话 是吧 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话 但是 法家 是最早说这个话的 是吧 在韩非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君是成 子是父 妻是父 三者顺者天下智 三者逆者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这个话就是三纲理论的最早的出处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说 董宗书的三纲这个说法 实际上是来自法家的 是吧 而儒家讲的 这个父子关系 当然是 这个父亲要 要 儿子是要尊重父亲的 但是前提是父亲 也要爱护儿子 是吧 就是父父子子 父不父 则子不子 是吧 当时的儒家并没有所谓的 父要子死 子不得不死 这种观念 周秦之际啊 尤其是秦那个法家变革以后啊 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一方面 这个国家的经济统治 国家的经济垄断和经济管制都空前的强化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小共同体内的个人离心倾向也在发展 是吧 以至于这个情侣充满着一种 情侣充满着一种 相当极端的反中法的色彩 是吧 你看了这个情侣啊 你就会觉得这个情人其实是非常的那个那个六情不认的 是吧 就是就是啊 就是 弥漫着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那种 那种氛围 以至于到了后来人们谈起情的时候啊 谈起情的 呃 情时候的 这个民风 民风的时候啊 是吧 人们往往把它描写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说 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一样 是吧 呃 我们现在啊 经常有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儒家 是吧 说西方这个个人主义 呃 太不像话 是吧 嗯 说那个啊 说这个西方 呃 儿子到父亲家去吃饭 还要交钱 是吧 呃 他们认为这是 呃 简直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 是吧 其实啊 老实说西方 不要说儿子到父亲家去吃饭是经常不交钱的 就是我们到西方人的家里去吃饭 也经常是不交钱的 是吧 但是 你要说交钱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 也有 也就是说 理论上讲 父亲对于成年的儿子没有供养的义务 是吧 从这一点上讲 他是有权利问儿子要钱的 是吧 因为在法律上他没有呃呃家长没有继续供养成年儿子的义务 是吧 他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并不等于有这个行为 是吧 以及这一点上 我想说在死也温病的义务不等于是 呢 也有这个 real 你比我上了 其实哪有这回事啊 是吧 任何国家大概都是鼓励 那个那个那个 关心别人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美国 只要你去捐助公益 是可以免税的 为什么要免税啊 就是鼓励你 是吧 这个这个 如果你做了慈善 大家都会 包括那个 那个那个 比尔盖茨 把他的财产都捐助了公益 那大家都说的好 当然你可以说 比尔盖茨这么做是 孤民钓鱼 但是他能够孤到民 调到欲证明 这个还是 在社会上很受推崇的嘛 是吧 所以我说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是吧 就是在道德上应该做什么 或者说什么是高尚的 和人们 有权利做什么 这两者是应该分开的 我前面谈到那个 杨朱的那个 所谓拔一毛的 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也是涉及这个问题 是吧 真正重要的不是 拔一毛利天下 该不该为 是吧 其实谁都知道该为的 是吧 杨朱其实我认为 他也是认为该为的 但是他强调 我的一毛 得由我来做主 是吧 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由 拔我的一毛 是吧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是吧 那就像这个父亲 儿子到父亲家里去吃饭 是吧 要不要交钱呢 是吧 当然 他是可以要求你交钱的 是吧 因为我 我凭什么你这个子女都已经那么大了 凭什么我 具有 我要有赡养你的义务呢 不要说美国没有这个义务 中国也没有这个义务啊 是吧 中国的法律中也没有规定说是 这个父母必须 无条件供养 已经成年的 儿子女啊 当然对 对儿童是有赡养的义务的 是吧 包括 儿子女对 老人对没有 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 应该也有赡养的义务的 是吧 但是对于有独立经济来源的人 我没有这个义务 没有这个义务 就意味着 我有权利 要求你付钱 但是有权利要求你付钱 和你是不是付钱 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老实说 在那种社会真正生活过 你就会知道 实际上那种社会 还是充满着亲情的 是吧 真正 不要说什么 父亲到儿子家去吃饭 就是陌生人到 只要他愿意请你去吃饭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跟你收钱的 是吧 如果他要向你收钱 他就干脆不请你 不就完了吗 是吧 但是 后世的儒家 对于秦的民风 的确有一种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所谓的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描述一样 甚至更有过之 像汉儒 就对秦代法家变革的后果 做了这么一番说法 是吧 像贾仪就说 秦之俗 是吧 说这个秦代的民俗是什么呢 借父幽居 律有得色 母娶鸡走 利而翠语 报复妻子 与公并聚 父姑不相悦 则反臣相机 说这个 秦人呢 简直是已经 个人主义到了极点 是吧 说这个 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 父亲的脸色就 马上掉下来了 是吧 律有得色 是吧 这个母亲来儿子家 借个调鼠 不及 儿子一家就 骂骂咧咧 是吧 就立而翠语 是吧 然后 媳妇生了孩子 就得意洋洋 不把公子 不把公公放在眼里 是吧 报复妻子 与公并聚 婆媳一语不合 就反臣相机 所以那个康有为说 这个这个这个 有了秦始皇 就有了心中国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已经个性解放到这种地步 是吧 这个这个包括 这句话很有名了 反臣相机 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 这个 这一段话 是吧 因此我们 呃 我们现在轻易的说 是吧 呃 中国人是有宗族传统的 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话 恐怕我们要谨慎 是吧 呃 晚清的东西不见得就等于是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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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代以来就一直延续的东西 是吧 很多东西它可能是后来才有的 是吧 呃 所以到底什么是传统 的确也很难说 是吧 我们讲的传统是指的晚清啊 还是指的魏晋南北朝啊 还是指的是秦汉啊 是吧 这个的确我们都要弄清楚 那么甲仪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有道理呢 是吧 当然 嗯 这个这个文人说的话 当然 我我相信呢 甲仪既然这样说 显然是代表着 呃 像甲仪这样的汉儒 对秦 普遍的一种不满 是吧 但是这种不满 是不是像他讲的那么极端 这当然是可以 啊 讨论的 是吧 呃 但是我要这我要这样说啊 呃 秦汉 与三代相比 的确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第一 这个呃 这些 呃 小共同体的解体 是吧 使得啊 这个编户齐民 是吧 呃 摆脱了小共同体的属夫 但是摆脱小共同体的属夫 并没有变成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公民 是吧 摆脱小共同体的属夫 是 大共同体对他们进行一元化控制的前提 是吧 三代不能做成的很多事 秦汉就可以做 大家知道秦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口只有两千万 是吧 可是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吧 呃 这个这个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啊 啊 秦啊 可以搞很多重点工程 是吧 这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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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搞不成的 是吧 三代在诸侯林立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 是吧 搞这些事呢 啊 但是秦就可以 是吧 他可以调五十万劳动力去修长城 可以调七十万人去修始皇陵 可以调七十万人去修厄房工 是吧 呃 这个在史料上是有争议的 是吧 因为有两条史料 一条是说 七十万人去修始皇陵 七十万人去修厄房工 还有一句话是 还有一段史料是说 七十万人去修始皇陵和阿阿房工 是吧 因此到底是各用了七十万人 还是共用了七十万人呃 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 是吧 而且这两个地方呃 呃 那个那个 有人说嘛 是吧 呃 其实爱的也不远 是吧 也有可能是呃 当时是是是是是灵活调度的 是吧 啊 等等啊 还有五十万人去续守武岭等等 像这种现象是中法时代的周天子 不能设想的 是吧 西周时代 乃至三代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那么 这个 甲义讲的这种事啊 啊 这个这个所谓的个人主义 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是吧 甲义这段话显然带有文学色彩 但是秦汉社会一个 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的非中法性 是吧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通过很多 呃 很多资料啊 可以判定的 是吧 而且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是吧 当然东汉就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因为东汉 当时又开始温壤着另外一种变化 就是我后面要讲到的汉位之变 是吧 但是在呃 秦和西汉这两代 是吧 的确是我觉得是呃 这种印象是很难推翻的 是吧 因为除了甲义这些人说这些话以外 是吧 我们还看到大量的 史料 是吧 首先 这个秦汉时代啊 我这里讲的汉主要是西汉了 是吧 秦和西汉呢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人们的 啊 这个 人格的确定 就是说 人们要知道你是谁 是吧 是通过一些什么符号呢 是吧 第一 当然就是你的名字 是吧 秦人都有名字的 但是秦汉时代的文献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经常出现 只有名字没有姓的现象 是吧 像那个秦代在呃 在黎山一带 是吧 有大量的那个 呃 那个木字瓦文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时候有大量的 呃 劳工 在那里呃 呃 修那种重点工程 是吧 很多人就死在那里 是吧 因此那里有大量的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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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木 这些木 往往要买一个瓦文啊 就是那他们当然是穷人了 没有办法刻那个很豪华的墓碑 但是也要有一个身份的认定嘛 这个身份的认定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名片 是吧 就是要表明你是什么人 你具有什么样的啊 就怎么确定你这样一个人 是吧 这个瓦文呢 很有点意思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秦代的瓦文 已经有很多 是吧 相当一大部分的瓦文 是没有姓的 只有明的 是吧 你看到的这些瓦文都是这样 是吧 那么没有姓 我们当然也就不知道 他是属于什么家族了 是吧 因为他连姓都没有吧 是吧 但是 有一点 每一个人都必须确定 他是 哪一个县 哪一个理的人 是吧 呃 这个秦汉时代啊 不管是秦木瓦文 还是居原汉简 都有这个特点 每一个人都要说 这个人是某个县 某个里的人 呃 这个人不一定就在当地 是吧 他往往 是呃 在很远的地方 是吧 他往往根本就不是在当地 但是 每个人 要有一个明确的户口所在地 是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要有一个明确的户口所在地 通过这个户口所在地 确定你这个人的人格 是吧 呃 你这个人是某个县 某个里的人 这里我要讲秦代的里 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制度的规定 它是个非常小的单位 是吧 就是所谓的那个 有的人说是五户为一里 呃 呃 五户为一五 五五为一里 是吧 因此一里就是二十五户人 是吧 那么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 是吧 这里我要说不仅是秦始皇 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民公社 也不可能实行这种 那么整齐划一的制度 是吧 呃 你看到秦汉时代的确有这种规定 是吧 什么 什么几家为 呃 几家为一 呃 一里 几里为一乡 几乡为一县 什么 呃 这种说法 是吧 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以当真 是吧 因为呃 即使是这个这个呃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把这个行政系统呃 搞成简单的那种那种那种五进制或者实进制 是吧 呃 但是 我们大致可以设想这个理是一个比较小的单位 是吧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属于某一个理 是吧 第三 他还要大部分的网文还要有一个绝名 就是秦代把所有的人呃 化成二十等绝 是吧 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国家给你的身份 是吧 你是几等 是吧 像在这个这个行列里头啊 他有呃 这个最下层的就是公事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可以当兵打仗的但是没有其他的呃特权 是吧 不耕就要更高一点 可以不服耕意 是吧 这就叫做不耕呃 秦朝 按照秦制传国人民呃 必须轮流啊 这个轮流就是耕替了 是吧 呃 每年呃 要有一个月呃 去为国家呃 去做事 是吧 那么有一些上层的人可以呃 免除这个医务 这些人就叫做不耕 是吧 然后更高一点的人还叫做上召 总而言之他有二十等爵位嘛 每个人必须把你的这个啊 绝名标注 是吧 这是国家给你的呃 呃 地位 是吧 呃 就像现在呃 规定你是是吧 呃 城里人啊 还是乡下人 你是红五类 还是黑五类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有一个呃 有一个规定 呃 还有 就是 你现在的 扮演的角色 是吧 呃 这个瓦文绝大部分是居姿 什么叫做居姿呢 所谓居姿就是 就是 你欠了国家的赋税的人 是吧 这个姿是当时的啊 就是呃 秦代对呃 农民负担的总称了 是吧 我要你交多少多少税 是吧 你没有完成 是吧 你拖欠了 这个这个 三体五统 是吧 呃 这个这个什么 呃 各种税 赋税 是吧 那么你拖欠了赋税 按照秦律 你就必须 出来打工 是吧 为国家做工来抵债 是吧 那么这种人就叫做居姿啊 这种身份也必须啊 也必须标明 但是唯一没有的就是 没有姓 是吧 我不知道你是啊 祖宗是谁 你是啊 呃 你是啊 你是姓什么的 是吧 呃 不知道 是吧 比如说当时有一些这样的瓦文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一个一个规矩 是吧 呃 这个人叫做平英居之北游公是藤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平英县北游里的人 平英县是在山东的 是吧 但是这个人当时是在 嗯 是在这个这个林童这一带 在在在在在陕西 是吧 因为他也是死在陕西的嘛 是吧 等于就是属于劳工 是吧 呃 但是这个人 他的户籍所在地是 呃 平英县北游里 是吧 这个人是一个公司 是吧 那么这个人是 他这时候的身 具体的身份是居姿 是吧 也就是这个人是因为 呃 劝了税 是吧 劝了国家的税 被呃 抓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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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来做呃 服役的 是吧 那么另外这个人叫做东武东阿 居之不耕税 是吧 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叫税 姓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名字叫腾 姓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是吧 呃 他比这个公司要高 他是不更 是吧 他是啊 不更 是吧 那么呃 应该说这个人还是 爵位比较高一点的 是吧 但是他也被抓来呃 修 修 呃 修这个呃工厂了 所以啊 你要说也平等 他也真平等 是吧 这个只要皇上也不高兴 把谁都可以抓来呃 修 修那个什么 是吧 像周天只要把一个诸侯给抓来修修修修陵墓 大概就不太可能的 是吧 但是秦始皇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呃 尽管这个不更 这里我要讲啊 这里讲的上兆已经是个相当高的爵位了 是吧 这里头这些人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上兆的 是吧 这个上兆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爵位了 但是只要这个皇上一不顺眼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是吧 这在这点上 的确是很平等 是吧 那么呃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强调你的户口 是吧 你的户籍在哪里 这一定要是 因为编户齐民嘛 是吧 这个每每一个人都像军队都像战士一样 你是哪一营哪一连哪一牌的 是吧 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 那个那个啊 你的呃 你的呃 你的县和力 是吧 呃 而且这个国家给予了你什么样的地位 是吧 包括爵位啊 包括你现在的身份 是吧 都要著名 是吧 呃 你的 称呼 就只有一个名 是吧 是没有姓的 是吧 那么这个没有姓的这种现象 在当时的 这个不仅是瓦文了 在秦汉时代的木制中也其实也相当普遍 是吧 呃 包括一些提名 杯中 也有这些现象 那么当然 也不一定 人们都是没有姓的 是吧 呃 很多情况下 人们还是有姓的 是吧 但是即使在有姓的情况下 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 是吧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秦代很多 这个 礼籍 是吧 就是一个礼的户籍 看来 是吧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在 秦汉这个时代啊 我们看不到 呃 同性聚居的现象 是吧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 从汉简 从杯客 从各种考古资料中 秦汉 村庄的 明集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吧 几百个 啊 包括 走马楼五简 是吧 走马楼五简 虽然是五简 但是实际上 呃 应该说是 也是东汉 和东汉墨是挨在一起的 是吧 因为他很多制度都是东汉墨的制度 是吧 这个 从走马楼五简 居然汉简 各地的这些简读 是吧 我们已经看到过 啊 已经掌握过 啊 几百个 这个秦汉之际的 村落的 这些啊 这些名集 这里我要讲 这个名集啊 绝大部分都是不完全的 是吧 因为这个 呃 汉简 或者是秦汉简读 基本上都是 我们通常讲的 所谓的断简 禅篇 是吧 我们不可能发现 一个里的 完整的名单 发 有的 也有 像那个 江陵凤凰山 汉墨中的那个 呃 镇里令部 是吧 有二十五户 是吧 而且好像 呃 这个墓状保存的 还比较完整 因此有人说 这个镇里令部啊 很可能就是 镇里这一里人的 传部名单 是吧 呃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嘛 按照当时的规定 一里 不多不少 就是二十五户 是吧 尽管实际上的这个里 呃 有多有少 而且一个趋势是 越到后来 这个里越大 是吧 大概由于人口 呃 也不断的 呃 繁衍嘛 是吧 所以 东汉的里要比西汉的里 要大得多了 是吧 呃 东汉的里 吉北加的是 是经常有的 是吧 呃 但是秦汉时代的里 就很少 呃 这个居然汉显中的里啊 绝大部分是西汉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在当时啊 这个一个里 大概也就是 几十户 是吧 那么我们当然没有看到 一个里的 完整的名积 是吧 呃 但是 保留下来的名积 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抽样 或者说是随机抽样 是吧 因为这个呃 我们假定保留下了一部分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村 是同性村 或者大性居幽村 它应该在抽样中 也可以体现出来 汉武帝时代 是吧 呃 有所谓不许足居的规定 是吧 这个规定也许是 有现实意义的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秦汉时代的 这些村子啊 的确有很明显的 无足居的特征 是吧 就是这些人都 这些所有的这些村子 几乎都是杂性村 而且杂的非常厉害 是吧 是吧 我这里列的这个这个 聚烟检中的这些啊 这些例子几乎无一例外 那么呃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呃具体的材料 是吧 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呃 大概三万字左右的文章 是吧 呃 列举了更多的材料 是吧 这里我要说啊 呃 我们不能 据此就说 秦汉时代没有呃 多性聚居村 是吧 因为这就是那个 波普的那句话了 是吧 你发现呃 呃 那个那个 一百只乌鸦是黑的 你也不能断言 天下乌鸦一般黑 是吧 没准这一百零一只乌鸦 就是白的 是吧 但是 至少从概率来讲 是吧 我们可以说呃 出现独姓村 或者大姓村的概率 应该是很低的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几百个村子 都没有看到一个是呃 那种情况的 是吧 甚至 一直到 隋唐 都是这样 是吧 呃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 敦煌文书中 是吧 这个这个呃 敦煌图鲁翻文书中 是吧 呃 这些村落也都是多姓杂菊村落 是吧 呃 当然有人说到了隋唐就 就啊 呃 就呃 就就就就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是吧 比如说大家知道唐诗中有啊 呃 就就就有这么一一句诗嘛 什么某某地方什么有有春曰诸臣 是吧 什么一春为两性 四世为婚姻 是吧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呃 这些这些诗就出来了 是吧 呃 但是我要说 啊 呃 如果我们从概率的角度讲 是吧 应该说这样的概率 即使到了隋唐还不是很多 是吧 呃 否则的话我们看到的实力 呃 完全找不到一个实力 是吧 我觉得这就很难理解 是吧 那么秦汉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隋唐要更明显 是吧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 就几乎传是 那个 啊 传是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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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多性杂菊的这种状态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可以讲 是吧 他是呃呃 一个很典型的啊 就是上面有一个专制国家 是吧 按照屡里十五的原则 是吧 对成民进行严格的编制 是吧 每个人都被编制到一个啊 具体的理里头 是吧 而且当时的管理相当严密 是吧 但是除此之外 民间的联系 包括 宗族的联系 就被压缩到一个啊 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 是吧 呃 完全消除我认为是根本是做不到的 是吧 呃 也不可能做到 但是我们从相对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啊 呃 反中法的这个这个色彩啊 是吧 呃 不用说比三代肯定是 不可同日而语 是吧 就是比明清 恐怕也要 呃 更突出 是吧 甚至比起我们现在的农村 都可能 要 有过子 是吧 呃 那么这种状态 他导致的 他的一个直接的功效 就是解决了 法家 一再强调要克服的那种 现象 是吧 就是所谓的 亲亲则别 爱事则显 民众以别显为物则民乱 是吧 改变了那种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则天下平的这种状态 是吧 建立了一种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可以 呃 打碎这种民间自治的这些 啊 这些功能 是吧 可以 呃 把整个社会按照国家的意志 整合起来的 呃 这样的一种可能 是吧 那么这种可能啊 就构成了 后世人们称之为 秦制的一些 啊 主要特征 是吧 呃 第一 人们说啊 呃 秦制的一个特点就是 以利为师 是吧 而这个利和 如 这两个概念啊 在整个秦汉一带都是被人谈的最多的 是吧 大家知道东汉 一直到东汉末年的王福 还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如利论 是吧 就是把这个如和利做对比 是吧 呃 这个如和利啊 在隋唐以前 一直被认为是一个 两个很重要的 相对的范畴 是吧 呃 这个对立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呢 科举制度以后就逐渐没有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科举制度 是 通过考试来产生利的 而这个考试是用儒家的呃文献作为试题和标准答案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从儒生中选拔的 是吧 就是你必须是读儒家经典的人 你才能呃通过考试才能当利 是吧 因此到了科举制度以后啊 就是如利合一了 是吧 但是这个如利合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他是 利变成了如呢 还是如变成了利呢 是吧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不扯那么多 是吧 我们觉得啊 呃 这个秦汉这两代啊 我这里讲的主要是西汉 是吧 他 实际上是以利为师的 而这个利 就是国家雇员 是吧 就是国家雇你来为国家办事的 国家想雇谁就雇谁 是吧 没有多少界限 是吧 那么雇你来干什么呢 雇你来就是为了 为政府办事 是吧 不是为了别的 因此也不考虑什么得望人员呢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事情 是吧 而且 当时的所谓儒利关系 一般人们就说啊 说对利的要求 就是公事公办 是吧 所谓公事公办就是啊 就是政府的要求 是吧 你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办 这个所谓公事公办 当然并不包含什么公平啊 什么公正啊 这一类的意思 是吧 就是啊 上面要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是吧 你需要了解的是 你对规章制度要很熟悉 是吧 你对那个那个法律 是吧 对那个红头文件 是吧 你要背得很熟 是吧 但是 你可以不管道德 是吧 呃 这些什么 呃 这些什么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呃 什么什么道统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是吧 信仰啊 什么 这些你可以啊 不要 是吧 而如按照王福的说法就相反 王福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叫做 如有所长 力有所短 这个 这个奴隶论这篇文章啊 其实就说明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 实际上在社会现实中 一直到东汉末年 王福所在的那个时代 是吧 其实人们对力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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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崇啊 还是要超过如的 是吧 否则这个王福就不会说呃 这个就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 是吧 说这个如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是吧 如有所长 力有所短 是吧 如果真是呃 像有些人讲的那样 那那个王福就应该倒过来说 这个这个 其实如也不是太 那么 他他就会应该说 什么如有所短 力有所长 才对 是吧 那么这个力 当然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言行俊法 那么这个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吧 其实这个秦力中啊 有一些案例是很有意思的 是吧 第一 我们知道刘邦 是吧 刘邦就是一个 那个秦朝的基层干部 是吧 是一个庭长 是吧 这个庭长 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是吧 这个人 老实说是谈不上德高望重的 是吧 因为不仅乡里对他的评价很低 就连他的父亲对他的评价也很低 是吧 这个司马迁同志在他的书中啊 就明确讲 这个啊 我觉得司马迁是很伟大的 是吧 他当代人写当代史 就公然说啊 我们这个 汉朝的第一代领袖 是吧 是个无赖 是吧 而且是他父亲说的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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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公 是吧 就是那个刘邦的父亲 就很不满意刘邦 说你这个人整天游手好险 叼耳郎当 你是个王赖 是吧 也就是无赖 不自产业 是吧 但是这个人 好勇斗狠 是吧 这个人 哎 国家一看 哎呀 这个人可以千牛八房 是吧 很勇敢 是吧 所以马上提拔他当了干部 是吧 但这个人是不是有 呃 乡理上是不是有很高的道德口碑 这一点 啊 无所谓 是吧 只要敢于认识就行 是吧 这个这个 呃 秦翰时代经常提到这个 呃 选利的标准有两个 叫做强警之人 是吧 什么叫强呢 那就是赶 是吧 就是赶千牛八房 这叫强 什么叫紧呢 就是听话 是吧 听上面的话 是吧 就是你很很谨慎 是吧 那么这个刘邦 是吧 这是秦力的典型之一了 第二 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从秦翰的史料中看到的 啊 张尔陈瑜 这两个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呃 例子 是吧 这个张尔和陈瑜啊 是 那个 呃 韩 的贵族 是吧 他本来是反秦势力 也就是反对派分子 是吧 那么在呃 秦灭亡呃 六国的时候啊 这两个人就被通缉 被通缉 他们就流亡到外面去了 是吧 这说明什么呢 这第一说明 其实所谓的商君之法 无孔不入 大概也是呃 说说而已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孔的 是吧 否则这些人就不可能藏匿于 呃民间是吧 史记记载这个张尔陈瑜啊 跑到了 陈这个地方是吧 也就是说离他们的家乡已经在千里之外 是吧 而且当时在六国格局的情况下 你也不太可能设想他们在那个地方有 有什么亲族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 大概是因为 我想大概是因为这这两个人还是很聪明的 而且有办事能力 在当地就被提拔为干部 是吧 为礼监门以致实 是吧 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人是外地人 那么外地人 按理说在一个中法制度的这个这个这个社会里头 外地人是很难在呃 在一个呃 在一个村子里头呃 掌权的 是吧 因为你没有中族根基嘛 是吧 你也没有什么别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东西 是吧 但是在秦 他就有这种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吧 就是这一个外地人 是吧 呃 在呃 离家乡千里以外的地方啊 呃 就居然又成了一个啊基层干部 是吧 那么这个社会啊 显然 是吧 他是一个控制很严密的社会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了 他就是和我前面讲到过的这个所谓的私有制 是吧 呃 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呃对比 是吧 这个社会某种意义上讲 他好像是非常个人主义 但是某种意义上讲 他又很国家主义 但是无论国家主义 还是个人主义 都是对三代中法治的一种啊 一种否定 是吧 呃 那么这个国家很强大 他对人的控制也相当严 但是他能提供的公共服务 其实相当有限 是吧 因为法家思想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很极端的反复力倾向 是吧 呃 我们大家知道呃 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家啊 很多人都是主张救济穷人的 是吧 包括中国古代也不例外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包括儒家也有这种说法 是吧 呃 要要照顾老人呢 要什么 是吧 什么五十以 五十可以食肉 七十可以衣钵 是吧 那等等这个说法 但是法家是 非常之啊 呃 不信这一套的 是吧 那么韩非子就明确说啊 说救济穷人是要不得的 说这个穷人呢 不是酒鬼 就是懒汉 是吧 救济他们呢 就是啊 呃 把那些勤劳的人的财产 是吧 呃 拿来救济懒汉 这是绝不可为的 是吧 啊 所以这个商鞅就说了 是吧 说这些穷人呢 他们到处游逛啊 这会给我们这个法家制度的优越性抹黑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而且会啊 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严格的啊 收容制度 是吧 呃 在街上如果看到穷人讨饭 马上抓起来劳改 是吧 呃 送去塞沙子去 是吧 这叫代而贫者 举以为收拟 但是有一点 是吧 就是在他们 在现在啊 好像似乎你 要么就得给他们自由 要么就得给他们福利 要么你两个都给 但是你两个都不给 好像就不行 是吧 但是啊 这个商鞅 韩非这些人就是坚决的认为 就是两个都不给 是吧 这个自由 这个自由 我绝对不给你 福利 我也不给你 是吧 我的权力要无穷大 但是责任可以无穷小 是吧 就就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啊 当然 就使得 这一套制度 隐藏着一些危机 是吧 而且这个危机啊 在六国时代 还不是很明显 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 韩和周边的 这个六个国家在打仗 是吧 但是这战争一结束 是吧 这个危机就很快的 就啊 就凸显了 是吧 因为啊 这个法家制度 虽然成功的 使得秦国 大国崛起了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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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成为 是天下最强的大国 是吧 可是这个秦国的 大国崛起 是吧 可是啊 可是真是使秦国人民 站起来了 是吧 再也不能坐下了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 是吧 就是他们必须不停的干活 是吧 这个 这个国家的强大的确是和国民的尊严 是呃 往往可以并存的 是吧 而且我们可以讲啊 呃 在现代我们应该既追求国民的尊严 也追求国家的强大 可是在历史上 在古代 是吧 这两者并不一定是统一的 关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 秦 的法家学说 可以说把这一点 推到了极端 因为世界上的各种学问中啊 大概 上阳 含飞之学 是最赤裸裸的提出 国家的利益 和老百姓是 决然对立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是吧 这个国家要强大 老百姓 就得 趴下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商君书专门有一章 叫做 若民 是吧 其中就提到 民弱者国强 民强者国弱 有道之国 物在若民 是吧 就是这个国家要强大 老百姓就得趴下 是吧 这个老百姓如果站起来了 国家就 啊 就就就完蛋了 是吧 这个 呃 民弱者国强 民强者国弱 因此 国家强大的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 把老百姓 彻底的踩在脚下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啊 而且他说啊 商鑫说 你一个国家要战胜 敌国 首先要做的就是 你首先要战胜 你自己的人民 是吧 一个 国军 如果连老百姓的反对 你都收拾不了 你怎么能征服 卖国呢 是吧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是吧 你这个国军 你首先要征服 你自己的老百姓 你才能谈得到 征服 其他国家的老百姓 是吧 能治天下者 必先治其民 能胜强敌者 必先胜其民 你看世界上的 再右的右派 他能够公然这样讲 我要打败美国人说 我要打败苏联 首先必须打败美国人民 哪个美国总统敢这样说呢 但是我们商鑫同志就说 他是的确是很伟大 他就敢这样说 因此这个商鑫就说 他说统治者治国的妙诀就是绝不能让人民占了上风 而必须把人民踩在脚下 是吧 他说民胜其政国落 正胜其民兵强 所有的法家学说都是把国家和人民对立的非常之厉害 是吧 这是法家学说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 是吧 他说啊 这个老百姓如果对政府占优势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疲弱 是吧 那么 政府如果把老百姓战胜了 是吧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很强大 老百姓就会看不起你 是吧 大家知道是 现在是世界上 老百姓对 对统治者最看得起的是哪个地方呢 是吧 恐怕都不是我们 我觉得恐怕是朝鲜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朝鲜 老百姓对统治者是最看得起的 是吧 那最看不起的是什么地方呢 大概就是美国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那法家说的也的确好像是很有道理 是吧 自主无忠诚 是吧 像布什这样的人就是自主 是吧 像那个那个大小金这样的人 那当然那就是非常伟大的领袖了 是吧 就是就是 那么 那么为了战胜人民 需要怎么样呢 是吧 韩非说 第一 你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 民不贵学则鱼 鱼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物济农 民鱼则知何以亡 是吧 老百姓都很蠢 若很聪明 我就可以当亡了 是吧 如果老百姓也聪明起来 那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这个治国治的好 是吧 要老百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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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鱼 是吧 就是老百姓越笨越好 是吧 老百姓越笨 我越好治理 那么第二个条件 老百姓也不能太富 是吧 这里我要讲法家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们很重要的 他们认为啊 治国要靠赏罚 是吧 那么 赏要起作用 第一当然是要 你们要自私一点了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这个人是既不涂赏 又不怕法 那么法家就认为 你是一个危险分子 是吧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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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要 是吧 但是 你就算你 比较自私 那还是不行 因为假如你是一个富人 你也不会涂国家的赏 是吧 假如你本身你就 你本身你就有大房子住 你就不会想着 哎呀 我要 搞运动 是吧 当个大官 然后可以 皇上可以赏我一套豪宅 是吧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吧 假如你本身 你就可以买汽车 你就不会想着 哎呀 我要去当 几级干部 弄一辆红旗来 开开 是吧 因此 这个 法家说 赏罚要起作用 是吧 老百姓就不能 不能付 是吧 因为你付了 老百姓就不图国家的赏了 是吧 这个这个老百姓 一定要 是吧 穷兮兮的 是吧 因此国家给他们赏赐一点 他们就会拼命的卖命 是吧 就是重赏之下 有勇富 是吧 如果 如果这老百姓本人就很富 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变得很富 那你这个赏还有谁 还有谁稀罕呢 是吧 因此他说啊 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 是吧 当然 话又说回来 老百姓也不能太穷 是吧 穷到快要饿死了 老百姓就可能要造反了 是吧 因此这个法家的说法是 要让老百姓有饭吃 但是不能让他们有余粮 是吧 这就是韩非的那句话 是吧 叫做 竹民何可以为之 是吧 最理想的状态 是使民家不计数 尚长也 是吧 老百姓家里头都没有余粮 是吧 这个粮食都在国家的仓库里头 是吧 你不要让老百姓太富裕 是吧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国父才能 才能 不是名副才能 国安 是吧 韩非说 这个话 你讲讲可以 是吧 但是你自己不要相信 是吧 这个话 是吧 这个国父有时候就要乱了 是吧 而民副有时候就要乱了 是吧 他们就看不起你了 是吧 最好是老百姓是要穷 是吧 绝不能让农有于食 则国宴于睡 是吧 老百姓吃饱了饭 没事干 他们就会游手好闲 是吧 就会东逛西逛 免不了寒 会响入非非 是吧 会接受一些不好的 那个那个那个影响 是吧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他们 是吧 一贫如洗 当然国家要保证 他们不饿死了 是吧 这个还是要保证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拼命的干活 是吧 就不知其他 是吧 这种状态最好 是吧 同时还要以十五年做 言行俊法来禁锢他们 而且使那些 想要摆脱自顾的人 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 行间无所逃 千禧无所入 是吧 行间自治 连以武 便以章 孰子以令 处无所住 必无所生 是吧 在法家看来 是吧 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 是吧 如果你要随了他们的希望 他们就会弄奸耍华 是吧 富起来 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 只有穷愁潦倒 他们才会卖力 是吧 所以这个韩非就说 是吧 任民之所善 故奸多 民平则利 民富则因 是吧 什么叫做任民之所善呢 是吧 就是人民所希望的 就是民之所善 如果你满足了人民的希望 那么人民就会 是吧 弄奸耍华 越来越不知好歹 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 是吧 你就一定要是吧 呃呃不能任民之所善 是吧 民贫则利 民富则因 是吧 老百姓穷 他们就会卖力的干活 老百姓如果富了 啊 他们就成了花花公子了 是吧 那绝对 要不得 是吧 啊 所以 这个 呃 呃 法家又说啊 是吧 要做到 民辱则贵决 弱则尊官 是吧 这个 贫则重赏 是吧 是吧 老百姓 必须虚辱 是吧 这样他们才知道 大人的尊贵 是吧 民辱则贵决 如果老百姓本身就 呃 呃 地位很高 是吧 那他就不 不知天高地厚了 是吧 呃 弱则尊官 是吧 老百姓必须很卑贱 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 老百姓必须很贫困 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的赏赐 而卖命 是吧 贫则重赏 如果是富人 他就不重视你的赏赐了 是吧 总而言之 要富国强兵 就必须使老百姓 停留在 辱 弱 贫 鱼 之中 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是吧 当然 是吧 他会使这个 呃 国家的武力 变得很强大 是吧 但是这个秦啊 他 在经济上 是不是个很富裕的地方 这始终是有争论的 是吧 呃 以前呢 我们经常都讲 这个法家的治国啊 使得秦国变得很富裕 是吧 呃 说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秦呃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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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上也 呃 也也也很发达 是吧 呃 那么说 而且说他统一六国 就是靠的呃 这个经济上的呃 富裕啊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些话呀 呃 应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 死纪货之列战中 这个 司马迁就曾经有过一段话 是吧 这段话后来被有人呃 呃 法家改革的呃 结果 是吧 说 官宗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 人重不过十三 然量其父 时居其六 说官宗这个地方啊 呃 七国时代的秦布地 是吧 也就是说当时秦统一统治的地方都叫官宗 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官宗 是吧 其中包括整个西北地区啊 包括那个像四川这样的地方是吧 那都是在秦统一以前就已经归了秦国的 是吧 这些地方 按照 司马迁的说法啊 呃 占天下的面积三分之一 人口不过百分之三十 但是他要 占有百分之六十的 财富 是吧 但是 以后的 很多史学家 经过考证 其中也包括引证了史记和汉书 是吧 在史获制地理制这些著作中提供的材料 是吧 呃 他们很多人都指出啊 这一段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并不可信 根据包括史记本身在内的秦汉时期各郡国的数据分析 是吧 包括全部秦故地的大观宗 的确面积在 秦末汉出天下的三分之一 但是 人口 并没有 太多 是吧 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关中 使他的人口比例有所提高的情况下 到了西汉末年 也只占 全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十七 即使这样 关中 仍然是一个经济不能至极的地方 是吧 这个地方 从秦到汉 一直要依赖 关中 大量向他 啊 呃 进行那个 呃 资源 是吧 进行大量的那个 呃 粮食的输入 是吧 而 关中的 魏赵 寒旗 这是 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些经济史家的说法 是吧 呃 其中包括 呃 葛建雄先生 是吧 呃 周振赫先生 是吧 这些搞那个秦汉史比较 呃 下过功夫的这些人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呃 呃 当时啊 秦是比较落后的 楚也是比较落后的 是吧 燕也是比较落后的 是吧 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还是关东的 魏赵寒旗故地 也就是原来的山径加上旗 这些地方 面积只占天下的11.4% 人口却占到60% 是当时人口 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而且 这些地方人口虽然那么密集 他们的经济还是至极有余的 大量向其他地方啊 进行支援 在粮食至极的情况下 每年至少要向关中输出 四百万单粮食 还有大量的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 从关东输入关中 是吧 种种的材料 当然不仅仅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数字了 是吧 种种的这些其他材料 是吧 都证明 正如葛建雄先生说 是吧 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 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 主要财富是关东 而不是关中 是吧 这一点其实啊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甚至我觉得是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 这好像都是一个带有相当普遍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富的地方往往不强 强的地方往往不富 是吧 这个不仅是秦汉是这样 是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明清时代 江南是最富的 是吧 但是江南在政治上是处于弱势的 是吧 那个统治中心一直都是在华北 是吧 尽管华北要比江南要穷得多 是吧 其实隋唐以前基本上也是这样 早就有人说过 中国的隋唐以前是 是吧 隋唐以前是东富西贫 但是东若西强 隋唐以后是 南富北平 但是南弱北强 是吧 一直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现象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 在近代以前也有这种现象 是吧 也就是说那些蛮族 一般来讲都是 经济比较落后 但是武力比较强大 是吧 像那个那个陈吉思汉 是吧 什么什么 什么蛮族 什么女真人 是吧 诸如此类的 是吧 在古代世界包括什么 罗马时代的日尔曼人 也是这样 是吧 那个时代大概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 是吧 他说 这个 主要的财富是在关东 而不是在关中 是吧 那么 实际上 关中并不富裕 是吧 当然了 你可以说通过打仗 他们从关东抢来了大量的东西 是吧 那么抢来的东西 当然主要是 统治者享受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分到了一杯羹呢 当然也可以设想他们还是分到了一杯羹的 是吧 不过这是在战争时期 是吧 到了统一以后 是吧 这个 分这杯 统治者还会不会给秦人分这杯羹 是吧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秦统一以后啊 他的一些问题就 就就就很快就暴露出来 是吧 那么秦的经济 其实不算发达 但是他的政治 又相当苛暴 是吧 这个商鞅啊 大概是历史上的专制者中 唯一敢讲这句话的 是吧 他说啊 统治者要干什么呢 统治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而绝不做老百姓喜欢的事情 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是吧 反之国家就会衰弱 越是顺从民意 国家就会越弱 越是逆反民意 国家就会越强大 是吧 这句话的原话是 正做民之所悟 民弱 正做民之所乐 民强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要讨好老百姓 你做老百姓喜欢的事 老百姓就会强了 而老百姓强 国家就弱了 是吧 如果你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是吧 正做民之所悟 是吧 那么老百姓就会被你压服 是吧 那个啊 这个民就弱了 是吧 民弱 国就强了 是吧 民强而强之 兵从弱 是吧 老百姓越来越强 你的军事力量就越来越弱 是吧 民弱而弱之 兵从强 是吧 老百姓越来越弱 你的军队就越来越强大 是吧 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 这样想的恐怕不少 但是赤裸裸的这样讲 商鞅这些人啊 大概是最肆无忌惮的了 是吧 那么 这里我要讲啊 是吧 清代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里我们要说 是吧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丰富多彩的 是吧 和史料中几条 干巴巴的史料 是吧 相比可能 并不是能够涵盖 是吧 情人有没有快乐的生活呢 我想大概应该有 是吧 尤其是当他们隔掉了几个脑袋 换到了很多赏赐的时候 是吧 情是特别重视这一点 是吧 情人也有很快乐的 是吧 但是我想 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说 是吧 我的统治要使农民快乐 要使人民快乐 那么人民是不是真的能够快乐起来 这还很难说 是吧 因为啊 你说的好听 做的不一定就怎么样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明着说 我就是要使老百姓不快乐 那么老百姓能快乐的了吗 是吧 统治者说的好 老百姓不一见得就过得好 但是如果统治者连好话都不愿说了 是吧 那么老百姓的日子能不能过得好呢 是吧 如果统治者公然说 他就要把老百姓搞得辱若贫鱼 就是要振作民之所恶 那么老百姓的苦难还用怀疑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向秦的强大 从长远的观点看 我们现在当然应该说还是得给予他一些应有的历史地位 是吧 这里我倒不是说 如果不是秦 中国就不能统一 是吧 因为大家都看到从三代到春秋再到战国 总的趋势是通过战争 国家越来越少 是吧 而且是那个那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是吧 这个总的趋势是摆在那里 秦如果不同一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 是吧 但是毕竟这个统一最后是由秦来完成的 是吧 因此我们说秦开创了中国的统一的局面 是吧 因此我们 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我觉得完全也是应该的 是吧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事情的另一面 是吧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关东六国的老百姓是遭殃的秦国的老百姓 也的确过得不怎么样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啊 现在有些人说啊 这个强情啊 呃 使得老百姓很富裕 是吧 现在经常有人这样讲的 是吧 我觉得要纠正这种说法 你用不着引反秦人士的言论 是吧 这些假仪写了过情论 自己就说 情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吧 这里我要说啊 这个 我们以前都讲 是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古代的儒家也经常讲这句话 是吧 但是老实说 我觉得啊 这个古往今来的历史上 是吧 得民心者不得天下 不得民心者得天下 应该说这个例子还是非常之多的 是吧 否则 如果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静待 不需要政治现代化 是吧 因为所谓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的民主化 就是要使政治顺从民意 是吧 你得不到多数人选票的 你就不可能得天下 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统治者不能指望老百姓 忠于自己 不能指望老百姓 热爱自己 是吧 这就像我前面讲到过的 那个 斯大林在他的一本书中 记下来的那句名言 是吧 叫做 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 是吧 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 如果一个统治者老要追求 他受人爱戴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统治者 是吧 一个好的统治者 不会在乎人们爱戴不爱他 不会在乎人们爱戴不爱戴他 但是肯定很在乎人们害怕不害怕他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句话 斯大林大概没有看过韩非 或者或者 或者商鞅 是吧 商君书和韩非子 是吧 但是如果斯大林看到了这两本书 他将会把这句话 批在韩非子的这个肥业上 是吧 呃 因为 韩非子和商君书是最彻底的表达了这个啊 这种观点的 是吧 韩非子和商君书都明确的讲 是吧 统治者是不能指望人民会拥护的 因此 争取这种拥护也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也就是说统治者用不着讨好老百姓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老百姓本来就是不知好歹的 你讨好他们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何况你也没有能力讨好他们 你甚至也没有必要讨好他们 你完全不应该讨好他们 是吧 但是你要讲的是 统治者如何以大来上罚之下 以术来操控之 以士来威吓之 在他们看来成功的统治 不在于使众人爱戴 而在于使众人不敢反对 或者无法反对 作为毒夫 你如果能够 这里我要讲这是很重要的 统治的观念在法家看来 在于你要垄断组织 使得除了你的这一套 屡里食物管制体系以外 社会上没有什么别的 那个组织资源可以使大家 暴环 是吧 那么除了你的控制以外 整个社会就是一盘善杀 是吧 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办法跟你较量的 是吧 因此我前面讲是吧 这一套制度是很提倡 伪个人主义的 是吧 这个所谓伪个人主义 就是只服从国家的 个人主义 是吧 那么在他们看来 如果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 是吧 摧毁民间的认同 是吧 使得大家都六亲不认 是吧 只认 只认皇上 是吧 同时我又可以利用人性弱点 是吧 玩弄那个所谓的厚黑学 是吧 威胁利诱 借力打力 挑动互斗 分化瓦解 潜在的反对者 那么 我就可以在 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 还能够维持我的统统 这才叫做高明 这才叫做 法家崇尚的 最高境界 是吧 你看看这个 呃 商阳和韩非的言论 你就会知道 是吧 他就认为 伟大的君主 是吧 是 连老婆孩子都不相信的 是吧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 法术士 其他人都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那么尽管老婆孩子都要算计我 别人就更不用说 但是我 依靠法术士 还是能够 把这个国家治理的精进有条 是吧 把这个天下做的稳稳当当 啊 你反对我吗 不要紧 是吧 只要你不抱团 是吧 叫做 我前面已经引了这句话 是吧 叫做 臣 不敢视君者 党与不拒也 是吧 就是这个 呈之于君 无骨肉之亲也 是吧 呈 陈和君没有什么感情的 是吧 但是他为什么为你卖命呢 因为他图你的赏 为什么他不敢叛乱呢 因为怕你杀他的头 是吧 呃 为什么怕你杀他的头 为什么你要杀他的头 他就害怕呢 因为党与不拒 是吧 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别的 那个 医品 是吧 他是孤立的 他是原子化的 是吧 一个个的人 如果都是原子化的 哪怕所有的人都对你不满 也对你无可奈何 是吧 也对你无可奈何 是吧 那么应该说 像这样的一种强情 当然是很可怕的 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反过来讲 如果像关东六国那样 那么就会更好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在当时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呀 是吧 也的确 只有强情 是吧 能够避免不断失败的命运 是吧 尽管 关东的经济 比秦帝要发达 而且 很多人都提到过 在和平时期 关东人民的生活 不会比秦人 更糟糕 是吧 但是 既然你有秦这样一个强龄 是吧 你被打败的苦难 那当然就更糟糕 是吧 像大家知道 赵 遭到长平之败 几十万战俘 都被坑杀 是吧 整个赵国几乎都是孤儿寡母 是吧 青壮年男子 幸存无几 是吧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说 弱国是没有前途的 是吧 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 固然可恶 但是关东诸国不知自强 是吧 他们当然也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啊 他的确有一个无解的问题 是吧 这个无解实际上就是 后来的那个 原曲作者 是吧 他在看那个厄房宫 也就是秦的遗址的时候 是吧 他发出的那种感叹 是吧 也就是 心北姓苦 亡北姓苦 是吧 不管国家强大于否 好像得 遭罪的都是老北姓 是吧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一直是 这个 中国历史中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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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大家知道到了后来 我们中国的这个 主流的历史观呢 一直是以国家强大于否 作为评价的标准 比如说 汉唐 年轻 中国很强大 我们就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而两宋 大家知道 是比较弱的 打仗经常打不过人家 是吧 经常那个隔地赔款 什么等等 积贫积弱 那么 像这样的一种 一种 一种 现象 是吧 当然就引起了 一场很大的 这个 社会风波 是吧 那么这个社会风波 大家知道就是 秦末的这场 大乱 是吧 秦末这场大乱 也有非常多的 戏剧性的场景 是吧 那么 我这个课啊 其实主要是 想给大家 提供一些 思辨 是吧 就是这些 这些东西 我就 不准备详细讲了 是吧 那么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秦以后 到了西汉初年 是吧 中国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 以黄老的 无为而至 的理论 是吧 很实心的 这么一个时代 是吧 那么这个黄老 通常的说法 就是道家 那么道家在 这样一个 从周到秦 乃至 这样一个阶段 他扮演了一个 什么角色呢 是吧 那么为什么 他在西汉 又曾经 一度 非常兴盛呢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很多人 在讲到西汉的 初年的黄老政治的时候 他们往往强调的都是 啊 黄老政治和 法家政治的 对立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法家政治是极端的有为 是吧 就是那个穷兵俗武 呃 国家想做 那统治者想做 那个那个 呃 非常非常多的事 是吧 而且把老百姓搞得很苦 是吧 于是 到了 汉代 泰国家的 是吧 那么就清摇 伯父 就与民修习 是吧 就实行那种宽松的政策 是吧 呃 会不会更 在逻辑上更顺荡呢 是吧 比如我讲的最简单点 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说这是私人政 是吧 儒家的这一套其实并不实行 等到儒家的那一套实行了以后 大家知道那已经是汉武帝以后了 而汉武帝以后恰恰就是 国家又开始恒征爆炼 是吧 大家知道汉武帝 那可就不是汉初的那种状态了 是吧 汉武帝老师说很多政策比秦始皇是有过之无不及 是吧 那就是啊 那么样一种状态 是吧 反而在那种状态下 儒家才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为什么啊 这个所谓的行人政呢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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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爱人呢 是吧 这一套啊 这个这个名贵君卿啊 是吧 这一套东西 在西汉初年并不实行 是吧 难道这一套不也可以解释 清姚伯父吗 与民修习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皇老之学或者说道家 它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不那么简单 是吧 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 西汉初年的皇老政治 其实是在周情之变的整个历史时期中 道家思想 自我演变 和他与其他诸家的关系发生演变 第一个结果 是吧 和 汉代秦 造成的政策调整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关系并不是 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么大 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 道家的一个 它的一个 主导思想 主导观念 就是所谓的无为 是吧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那么道家是强调所谓的 自然的 是吧 那么强调自然 当然就认为人 不是那么可以随心所欲的 是吧 就是如果用我们很现代化的语言来讲 就是 这个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 是吧 就是所谓的天形有常 不畏 摇唇 不畏顺亡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它 它有它的一套 所谓的 自然之理 是吧 客观规律 是吧 那么 人在这个面前是比较渺小的 是吧 因此人不应该过于 强硬 不应该过于 想入非非 不应该过于 想着老想着 要改造 世界 是吧 可是这里头啊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人们说无为的时候 无为的主体是谁 往往 会有截然相反的含义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讲无为 我们可以讲 统治者应该无为 也就是说 统治者不要那么好强 是吧 应该宽松一点 那么这是解释无为的一个取向 还有一种无为 正好相反 是说 老百姓 应该无为 或者说弱者 应该无为 是吧 你不要老是想着要 要去 反抗 或者要去 制衡 或者要去不满 是吧 你应该 尽量的 逆来顺受 是吧 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安排 那么道家讲的无为 他所针对的有为 是什么呢 其实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无论是如还是道 都是在一个礼崩跃坏的局面下出现的 也就是说 在西周的那个时代 既没有儒 也没有道 是吧 那个时代是 一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 是吧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得天下平的 那么一种状态 是吧 这种状态 是儒家想要维护的 一种状态 但是在西周 并没有什么人要破坏它 是吧 因此也用不着儒家去大声几乎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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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东西理论化 呃 作为一个 呃 一整套 呃 那个 很强烈的价值诉求 去 啊 去推崇 是吧 就像我 我前面讲的 是吧 一种东西成为一种强烈的价值诉求 往往是这种东西在现实中 已经 受到破坏 是吧 或者说 呃 还没有 呃 还没有实现 是吧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吧 我们这个社会不太和谐 所以大家会 呃 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 是吧 如果真的很和谐了 大概呃 呃 大家就不会去论证这个问题 呃 诸子北家 其实都是在这个 周情之变这个一个过程中 也就在西州的这一套 碰到危机了以后 提出的主张 那么当然 孔子的主张 是要把周治理想化 积极 入室的 对这一套进行维护 是吧 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念 就是要 心灭忌绝 克己福利 是吧 大家知道 那是 那是 那就是因为他对 春秋战国之际的这个 发展趋势是深恶痛绝的 是吧 呃 孔子就明确讲 行人正就是要 清灭国 既绝世 举玉民 是吧 就是把那些 呃 呃 被灭掉的这些 呃 小小诸侯 都给恢复起来 是吧 把那个呃 已经衰落的贵族啊 呃 给呃 沉寂起来 是吧 呃 把这些 现在呃 不得适的这些人 给啊 扶起来 是吧 而且说 这是克己福利 是吧 就是我们要克制 呃 欲望 是吧 呃 恢复那一套 宗法式的 呃 那一套 呃 道道统 是吧 或者说伦理 是吧 那么 儒家这样讲的时候 当然是持一种 积极入室的态度 可是大家知道 在春秋战国之际啊 当时积极入室的人 更多的是 破坏这种制度 是吧 本来这种 这种制度下 是吧 很多人啊 呃 觉得啊 如果没有什么追求 这种制度也挺好 是吧 就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是吧 呃 本来啊 小国寡民 大家都蛮自在的 是吧 但是现在有些人 想入非非 啊 追求那种 啊 那种伟大理想 是吧 呃 我要统一中国 啊 我要呃 怎么样怎么样 称霸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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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一些人 主张无为啊 实际上是要消解这样一种 追求情志的有为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道家的无为 和儒家的有为 从形而上的层次来讲 好像是 对立的 是吧 呃 用我们以前的 意识形态的套话来讲 就是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呃 那个道家是 呃 客观唯心主义的 而儒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主张有为的儒家 和主张无为的道家 在当时的 社会政治哲学 是相当洁净的 那就是他们都要维护 西州的那一套 那个那个那个 小共同体本位的那一套制度 是吧 那一套 那个那个那个 呃 中法式的 是吧 小国寡民的 是吧 那个那个呃 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等级秩序 是吧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得天下平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 孔子 他是主张积极的 心灭 忌绝 如果这种状态被破坏了 我要把它 恢复起来 是吧 他强调的是要恢复 而老子 主张的是 相反 如果这种状态还存在 我们不要想入非非 把它破坏 是吧 所以在道德经中 老子明确的描绘了一种 是吧 就是一种古仆的状态 是吧 呃 其正闷闷 其名存存 啊 你们啊 统治者和老百姓 都不要有 太多的改变现状的 呃 愿望 是吧 那么最好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啊 最好的状况就是 大家知道 道德经中讲的 是吧 这个呃 邻国相望 鸡犬之身相闻 明治老死不相往来 是吧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小国寡民 是吧 呃 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 是吧 这实际上讲的就是 那个 西州时代的那种状态 是吧 那个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是吧 没有一个大一统 是吧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 显然这个时候 如道 都是要 维护州智的 是吧 只不过一个是从积极的方面 维护州智 一个是从消极的方面 维护州智 是吧 一个强调 州智现在已经破坏了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 把它恢复起来 一个强调的是 州智现在 是吧 其实 本来好端端的 是吧 你干什么 要响入非非 把它给 把它给毁掉 是吧 其实 虽然他们一个主张积极 一个主张消极 实际上 背后他们的诉求 是差不多的 是吧 但是 到了战国时期 这个情况就有了变化 是吧 早就有很多人指出 其实 我们讲道 道家都是讲老庄 但是 老庄 老庄 老和庄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是吧 道家到了战国时代 在庄州的那个时代 他已经和 他已经和 孔子的那个时代 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到了战国年间 如何道的 对立和争论 就变得非常之 就变得非常之 儒家是希望主动的去恢复周智 也就是 心灭忌绝 是吧 而道家 就像老子 实际上主张的是 人们应该 不要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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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功利心 是吧 基于那种 那种要有什么大作为的思想 去破坏周智 是吧 他们认为 是吧 原来那种状态就很好 是吧 但是这种原来的状态 从道德经中 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就是指的 那种中法状态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 老子是要用 消极的 否定进取之心 的办法 来消极的守护 小国寡民 而儒家是要把周智理想化 积极的去进行 心灭忌绝 其实 他们 在这个时候是比较 捷径的 但是到了 庄州时代 是吧 也就是庄州和孟子的时代 也就到了战国 那么 道和儒就开始 分离 啊 呃 这个时候大家知道 在庄子中就有很多 骂儒家的话了 是吧 呃 在孟子中 倒是没有看到骂 呃 倒是没有看到道家的 倒是没有看到骂道家的 多少话 但是 孟子骂的一种人 叫做 相怨 是吧 呃 现在有人说 相怨 其实 呃 呃 有一步 就是有 有 有 带有很浓的道家色彩 是吧 也就是说 不讲是非 是吧 呃 总而言之 到了孟子时代 孟子和庄州时代 这个如何到的关系就开始疏远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庄州时代啊 社会背景已经和老子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个时候 周治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是吧 恢复周治成为一种 需要非常强烈的 作为 才能实现的一种东西 而无所作为 顺其自然 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的变成了 顺从秦治 而不是顺从周治 是吧 老子那个时代人们可以说 啊 你们何必要那么 啊 积极于进取呢 是吧 现在我们小国寡民不是很好 是吧 那么他讲的无为其实是这个意思 但是到了庄州时代 已经没有什么小国寡民了 是吧 恰恰相反 那个时候 霸道已经成了 一个基本的现实 是吧 强者为王 是吧 到处都是啊 这样的秩序 是吧 弱肉强食的 这样的秩序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庄州说 算了吧 算了吧 是吧 其实啊 我们不必去 啊 要改变什么 是吧 就这样顺着走 啊 就挺不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讲的 啊 他讲的无为 其实背后已经没有了 西州式的那种 小国寡民的理念 顺其自然 已经日益变成顺从现实 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 是吧 我这里讲的是在 政治哲学层面上 是吧 当然对一个学派 人们都是可以从各个层次去理解的 是吧 如果从行为上去理解 是吧 会怎么样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 有一次我在 呃 中央美院做 呃 做一个演讲 是吧 我就提到我对道家的看法 是吧 我觉得道家在 呃 这个秦汉之际啊 他实际上是 呃 以犬儒主义 来顺从当时的 呃 专制主义 这个反正是和法家起了很大的互补作用 是吧 那么 但是大家知道 在美术界 从形而上的角度 崇尚道家的人 很 很多的 是吧 因为这个搞美术的人都欣赏那种 呃 那种道家的那种 呃 呃 呃 有洒 呃 呃 自由想象 是吧 什么 昆蓬展翅 什么什么那种啊 那个什么 北北明有余 是吧 呃 这些东西 是吧 这个这个所谓的 呃 潇洒 是吧 这个庄子不是专门就有一篇叫逍遥游吗 是吧 这种对艺术家的想象 呃 是很有呃 好处 所以很多艺术家对庄子都很有好感 是吧 于是他们纷纷都表示呃不能同意我对呃 庄周的这种解读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 是吧 因为对一种呃 对一种思想你完全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啊 去进行解读 是吧 但是我现在并不想讲呃 艺术史是吧 也不想讲哲学是吧 那么我要谈论啊 这些理念的现实政治意义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道家到了呃 战国时代啊 尤其是到了战国晚期啊 他本身就变得与儒家的这个区别越来越明显 而与法家越走越近 甚至后来有人说 法家本身就是从道家中演变出来的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说法家本身的原流比较复杂了 呃 有人说他来自儒 举的例子就是寻子 韩非礼师都是寻子的学生嘛 有人说他来自道 是吧 举的例子就是那个道家 法家讲的什么自由竞争是自然规律了 是吧 呃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和道家讲的那种呃 呃 那个天行有偿 所谓的自然主义 是吧 呃 是有关系的 因此我觉得 这个啊 这个啊 法家是不是来源于道家啊 这个其实是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真正重要的是 在孔子那个时代 是吧 老子的这种说法是啊 是是是是 与法家的呃 区别是非常大的 但是到了庄州时代 这个区别就变得比较小了 是吧 至少是道法之间的差异 要比儒法之间的差异要小 甚至比儒道之间的差异也小 是吧 所以我们在从这个时期一直到西汉 我们都经常看到 这个黄老之家和儒家 黄老之学和儒学之间的 那个剧烈冲突 是吧 我们也看到 焚书坑儒那样的事情 是吧 也就是毛主席讲的儒法斗争 但是在这个时期 我们很少看到道法之间的冲突 是吧 而且我们呃 以后也将会发现 是吧 很多道家讲的那个话 是吧 其实是在为法家辩护的 是吧 那么到了庄州时代已经有这个现象 尤其是在 楚国 这个现象表现的最明显 现在研究地域文化 比较盛行 是吧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指出啊 道家是楚文化的一个特产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老庄都是楚人 而且道家思想在楚地也比较流行 汉初之所以黄老之道能够流行 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为有按照有些人的解释 就是因为 汉代秦在文化上 其实就是楚代秦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推翻秦朝的这些人 几乎全是楚人 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 是吧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楚人 而且秦统一六国期间 遭遇到的最大抵抗 就是来自楚 是吧 楚亡了以后 很多人也都还说 将来如果要灭秦 那就是楚 是吧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是吧 这是当时很多楚国人的一个信念 是吧 那么 到了 西汉 是吧 大家知道实际上 虽然首都建在 长安 但是 这个西汉的文化 带有很浓的 楚文化的色彩 是吧 这个西汉的那些 西汉早年这些 主要的活动家 是吧 包括什么 萧和呀 那个陈平啊 是吧 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楚人 是吧 包括那个刘邦 是吧 那么 包括在这以前的 是吧 在反秦战争中活跃的这些人 但是 除了楚文化 地域特征 使得黄老之道 在西汉初年 具有一定的优势 是吧 传播优势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早在战国晚期的 楚地的 这个 思想 社会演变中 道家 在楚国就扮演了一个 与法家妥协的角色 而和当时的儒家 大家知道 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 这个 这个 虽然 这个 虽然这个 道家文化就是起源于楚地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 儒家文化对楚国的影响 也非常深 是吧 以至于我们现在 最近在检读中发现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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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儒家文献 几乎传是来自 楚简 是吧 包括 上博简也好 是吧 包括 郭殿简也好 是吧 包山简也好 是吧 几乎传是 初简 这就表明什么呢 这就表明这个儒家当时在楚地的流传也是非常之 广 是吧 楚墓中很多都是有那种儒家文献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说明这个 呃 儒家在楚地的传播也是相当广的 而 在对 楚国后期政治的分析中 不少学者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那就是他们认为啊 楚国到了晚期啊 大家知道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 秦国想要兼并他们 是吧 那么在这种问题上 楚国内部有严重的 政治矛盾 而这个矛盾背后有思想背景 具体的说 他们认为啊 这个 楚国末年 在政治上有所谓的亲旗派和亲情派 所谓亲旗派就是主张联合齐国来对抗 秦国的 是吧 呃 包括像屈原这样的人就是这一派的代表 是吧 呃 大家知道在战国齐熊中能够和秦抗衡的 是吧 也就是说比秦再次一等的两个大国就是齐和楚 是吧 呃 因此当时主张抗秦的人往往都是希望齐楚能够联合 是吧 而秦国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齐楚 是吧 使这两个国家互相敌对啊 那么楚国内部也有一批人是主张亲情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因为就是认为秦惹不起 是吧 那么惹不起的这些人啊 他们往往就是用道家的思想来解释 是吧 就是我们啊 就是最好是顺其自然 是吧 这个这个不要过于呃 呃 想要改变什么 是吧 呃 这个东西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都是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是吧 就是就是啊 你呃 人为的作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是吧 你还是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是吧 不要过于去呃 去想呃 想要有所作为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呃 据认为这个亲情派的背景 就是 就是道家 是吧 那么因此 楚国末年的 抗秦 亲情两派 本身就有 很浓的 儒道对立的背景 是吧 而且有人认为 以屈原为代表的 抗秦派儒家 在这场斗争中 最后是 十四的一方 是吧 有人说 包括 郭殿 楚简的 这个 楚墓的这个墓主 就是属于 这一类的人 是吧 就是属于他们 儒家思想 比较浓厚 是吧 他们比较对那个 秦 比较反感 是吧 主张抗争 是吧 但是他最后被排挤 不得势 是吧 垮台了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顺其自然的 道家 在楚国掌权以后 啊 是一种 勾且偷安 顺从 暴情的 这样一种姿态 那么这种姿态 可以说 就是最早的 犬儒主义 对 专制主义的 啊 一种 顺从 是吧 那么也可以说 是一种最初的 法道互补 那么好了 最后 这个 灭情起义 也是由楚人 发动的 是吧 我前面讲过 呃 参加 呃 在这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 几乎都是楚人 楚文化 因而易度 在汉楚 也很有影响 但是这个楚文化 在汉楚有影响 为什么没有导致 这个儒的得势 而是导致了 黄老的得势呢 啊 很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 是吧 呃 不光是所谓的汉楚 不要 与民修喜 是吧 清姚伯父 是吧 因此就是 呃 当时觉得这个秦朝是 太浩大喜功了 是吧 呃 这不行 所以我们要无为 是吧 呃 我刚才 我上节课已经讲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 呃 不太合理的 是吧 因为如果要讲 清姚伯父 是吧 这个儒家讲的更多 是吧 而且那种所谓的民本主义 更好解释这种 呃 这种 呃 这种政策 是吧 呃 何况 本身这个 这个在楚人反情的这个过程中啊 呃 本身就是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呃 以如反法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动力 其实也是存在的 是吧 大家知道有一个说法嘛 就是陈胜 呃 起来了以后 当地的父老 是吧 呃 就对他讲 罚无道 诸暴情 是吧 这个所谓的 以有道罚无道 是吧 呃 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带有 呃 比较强烈的那种 呃 那种儒家色彩 是吧 那么道家是不讲这个的 是吧 那么一切顺其自然的 怎么会还会有什么罚谁不罚谁的问题呢 是吧 呃 因此啊 显然 后来道家的兴盛 是和汉初的 统治者的选择是分不开的 是吧 第一 道家在处地原有的两家中 他本来势力就比较大 第二 他也更加适应 汉成秦治的需要 呃 这个周治和秦治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较量 在秦王以后啊 曾经有一度 是吧 呃 项羽 呃 试图恢复原来的那种封建制 是吧 这是古汉语中所讲的那个封建制 是吧 呃 虽然刘邦 他是中央集权主义者 是吧 他要汉成秦治 他取代了 呃 呃 他战胜了项羽 但是汉初 也仍然是 带有很浓的分封制色彩的 是吧 大家知道这里头有几个 呃 几个阶段了 是吧 首先是呃 首先是项羽 要全面的呃 实行封建制 是吧 那么刘邦把他打败了以后 虽然刘邦 是比较强硬 但是在 与项羽 进行战争的时候 他还是用诸侯的形式 是吧 他封了很多异姓王 是吧 那么在 汉初最早 他是铲除了异姓王 是吧 把那个什么 韩信啊 彭业啊 是吧 鹰部啊 是吧 把这些人都给铲除了 是吧 呃 在整个 他的势力范围内 只留下了三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啊 呃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那都是自治区 是吧 呃 那么这些地区 保留了三个 是吧 长沙王吴瑞 是吧 南越王赵陀 是吧 敏越王吴旭 是吧 那都是在那些 蛮荒之地 是吧 那么在 呃 汉文化的主要地区 他都把这个异姓王给消灭了 但是 他仍然搞了很多 同姓王 是吧 这个 以至于到刘邦死的时候啊 在天下的三十五个郡中 这个 朝廷管的只有十五个郡 是吧 二十个郡都是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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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王的控制之下 是吧 但是这个过程 后来再逐渐的改变 是吧 呃 一开始是无处七国之乱 是吧 呃 然后就削藩 是吧 然后把那些呃 强大的同姓王也给 也给消灭了 是吧 然后到了呃 汉武帝时期啊 又采取那个所谓的呃 众见诸侯以分歧力 是吧 把一个国家用崔恩令 是吧 呃 分裂成呃 几个 十几个 是吧 把那些诸侯的力量给越搞越小 越搞越小 是吧 因此到了西汉晚期 才真正 是吧 才真正 才把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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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中央集权 是吧 恢复到那个秦的啊 那种水平 是吧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 是吧 实际上刘邦 他们要推动的一个事业 就是汉成秦制 是吧 他们是啊 不希望呃 周治再回来的 是吧 不希望封建制再回来的 而 当时讲法家已经不合时宜 是吧 因为这个法家 他是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是吧 而且呃 被天下人所厌弃 是吧 没有人喜欢听那些东西 是吧 那么如果法家不行 那么在儒道两家中 啊 应该说 道家也就是当时的所谓皇老 是吧 更适应 汉成秦制的 需要 是吧 因此 这才是 这个 这个皇老之志 是吧 在汉处能够盛行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是吧 这就是 那个初简中反映 儒家思想的那些篇章 是吧 呃 但是显然当时的儒家思想和法家的体制 呃 这冲突还是相当厉害 是吧 那么入秦以后 秦制 已经是 现实 而 当时 除洁诸咒 恢复三代的人政 成为一种 理想主义的形式 那么 道家是要消解理想主义的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 道德经中就有这个说法嘛 是吧 决胜 去治 决人 去医 是吧 当然在后来的初简中 啊 呃 这个上博初简中 是吧 这个道德经的 这个 这八个字有 有别的写法 是吧 因此有人说 呃 可能 呃 可能这几个字是有误差的 但是不管怎样 是吧 呃 这个儒家 呃 好像表现得很理想主义 而道家就比较随和 除洁诸咒恢复三代人政成为新的理想 这个时候 道家消解理想的犬儒主义 已经成为秦制的一种维护因素 而且在秦王以后 法家民生不佳的时候 一度 他 就成了汉秦秦制的 主要的思想资源 是吧 因此我们 不要认为 黄老之治 只与所谓的清姚伯父与民修习有关 是吧 他更重要的是 啊 他在当时 是吧 呃 汉朝的统治者 啊 有的事情是 能说不能做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有的事情是 能做不能说 是吧 那么在这两者中进行协调的时候 啊 他们就 啊 越更多的愿意讲 讲道家 那么这个时候 庄州的道家 是吧 当然 他比老子时代 啊 更适合于 啊 我们今天讲的犬儒主义这个色彩 是吧 也就是孟子讲的那个香愿的这个色彩 是吧 那么 啊 大家知道 啊 啊 中看 老子虽然他是无为 但他无为中实际上是有追求的 他是有一个 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 是吧 就是那种所谓的 奇正闷闷 奇名存存 小国寡民 是吧 这个这样的一种东西 是吧 那么真正是 没有理想了 是吧 也就是所谓的虚无主义了 而以顺从现实 作为他的取向 是吧 以顺无为本 就是不讲理想主义 应循为用 就是顺从现实 是吧 那么到了庄州时代 这一点倒是很明确了 是吧 大家知道 在县城的庄子中啊 那个 很多人都说 他有很浓的相对主义色彩 是吧 这个相对主义 当然在庄子中 也表现得很 很智慧了 是吧 或者说也很有点 审美 是吧 很多这种东西 都是通过那个 一个一个的预言来表述的 是吧 我觉得先秦诸子的 这个文笔 的确是很有美的 是吧 他们讲一下 包括韩非 讲那些 势啰啰的听起来的 完全是强盗逻辑的那些话 是吧 他往往也是讲得很生动 是吧 都是用一个一个的故事 是串起来的 是吧 这个庄子当然也不例外 他也是这样 但是 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把一切都相对化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庄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 一个故事了 就是他的老婆死了 是吧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悲哀的事 来去 去来安慰他 可是就发现 他在骨盆而割 是吧 表现得很高兴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夫妻原来就是关系很糟糕 是吧 他巴不得这个黄脸婆早点死呢 是吧 好像也不是 啊 据认为这还是因为庄子特别深刻 是吧 呃 他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呃 计较的 生和死也差不多 对和错也差不多 黑和白也差不多 好和坏也差不多 善和恶也差不多 是吧 因此 其实我们呃 对一切都应该呃 看得开 是吧 于是他 那么豁达 是吧 于是他就骨盆而割 是吧 呃 所以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 呃 这些人说啊 呃 他就是 而且他对这些 他对这个相对主义还能讲出一套一套的道理来 是吧 呃 最能代表 他的思想 现成的庄子啊 有一部分 包括庄子的外篇 很多人说是不是庄子写的 他们是有怀疑的 是吧 但是庄子的那一篇 很多人都认为的确是出自庄子 尤其是 其中的一篇 奇物论 历来的人们都认为是庄学的 核心 是吧 或者代表 这个奇物论可以说是把 相对主义发挥到了 极致 那么这个相对主义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不讲是非 是吧 呃 这里我 我是把它简单化了 是吧 那些像中央美 中美院的那些人是绝对不能同意我的这个 呃 说法的 是吧 呃 但是至少在政治哲学层面 他就是这样 是吧 那么 他讲无为 这个无为啊 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对错 这个无为看你是针对谁而言 是吧 呃 人们一般都认为 是吧 这个无为如果讲的是统治者要宽容 不要太强硬 是吧 呃 就是不要与民争利 是吧 呃 最好是统治者要呃 自由放任 是吧 那给大家以呃 更多的呃 自由 那么这种无为往往被理解为呃 比较呃 就是偏向于那个自由主义 是吧 因此那个呃 后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 包括我们今天的啊 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刘军林先生 他就对道家印象特别好 是吧 认为道家是呃 主张那个呃呃呃 呃呃呃 自由放任的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 是吧 可是 是吧 如果我们指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无为 那么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宽容 一种自由 是吧 就是不要管得太死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但是 如果是弱者对强者讲无为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实际上就是提倡苟且 是吧 就是你不要抗争 是吧 如果是right 对于power讲无为 那当然就是一种奴役 是吧 如果是power对right讲无为 是吧 掌权的人要尊重不掌权的人的权利 那当然是一种 是吧 一种自由 的观念 但是如果是反过来 那当然就是相反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无为啊 它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 那就是你到底讲的是谁无为 是吧 是强势者 无为呢 还是弱势者 无为 是吧 关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人们对道家有不同评价的很重要的原因 后世有些人比如晚清的谭次童 认为道家很不错 是吧 他们主要就是从反专制主义的角度 这样说的 是吧 谭次童认为啊 呃 这个这个 呃 这个 秦的那一套 就是极端的有为 是吧 道家鼓吹的无为 那就是啊 这个统治者要啊 要承认民间的 要承认民间的自由 是吧 那么他是做这样的理解的 但是我认为 庄周时代的道家 恰恰主要是一种面向弱者的学说 是吧 也就是所谓的贵柔之学 是吧 那么这种学说就有可能导出 比较明显的犬儒主义 庄周自己曾经有一个说法 是吧 他说我们呢 就像在森林里头跳隆隆的一只猴子 是吧 藤原 是吧 他说这个猴子 有为还是无为 得看环境 是吧 不能避腻 是吧 说我只要抱到了大厨腿 啊 我就止高气昂 是吧 谁都不放在眼里 为所欲为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 啊 这个时候他很有为 是吧 他一点都不无为 但是 一下子他从树上摔下来 摔到一堆荆棘虫中 是吧 一动就给刺杂了 是吧 那么是吧 他调到了啊 是吧 既得直记之居之间也 微行测试震动闹力 此筋骨非有家居而不柔也 处事不变 不足以成其能也 是吧 到了 你处在强权的控制之下 是吧 你有为会给你带来危险 这个时候最好你是 持食物者为俊杰 你就无为吧 是吧 这是什么逻辑呢 是吧 这不就是一种苟且之论吗 是吧 也就是说 人当得势的时候 是有为的 所谓无为 就是处事不变 为主以成其能实的 一种生存方式 用庄周自己的话来讲 是吧 他说现在啊 有为会很危险 是吧 这个这个搞不好 你就给抓起来了 就坐牢了 是吧 精处昏上乱象之间 而欲无备 稀可得也 庄周的这句话 给人的印象就是 是吧 不是什么 达者奸济天下 穷者独善其身 而是达者称王称霸 穷者 怒言逼惜 那么如果你苟且 假如是出于一种无奈 那也就罢了 是吧 因为我们不能要求 人们都去当劣势 是吧 可是庄周是个智者 是吧 他 不愿把这个苟且 说成是无奈 而是要把它奉为一种 崇高的境界 按照庄周的说法 你叫真 你是傻瓜 是吧 能够把一切都看透的 那是伟大的 真人 智人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你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他认为你是个傻瓜 是吧 你要知道 没有什么平不平的 是吧 平就是不平 不平就是平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是吧 你认为你是 在那里 这个这个 其实你 如果说我不敢做 也就罢了 是吧 庄周说 其实你就不该做 是吧 因为你那个 什么叫平不平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那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他这个 苟且 他并不认为是无奈 是吧 他认为是一种 很崇高的境界 是吧 如果你要不苟且 他认为你是 看不透 是吧 他认为你是 傻瓜 他认为你是 这个境界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强 是吧 那么在他讲的 这个崇高境界中 真伪不分 有无不分 是非不分 善恶不分 可以说 都不分 而且 不可分 是吧 在奇无论中 他讲 物无非比 物无非是 比出于是 是亿因比 是吧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那个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是吧 比出于是 方可 方不可 方不可 方可 是吧 因是 因非 因非 因是 是吧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谁都有理 谁也都没理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是吧 他说 这个 是亿比也 比亿是也 比亿是非 此亿是非 是吧 国且有比是乎哉 国且无比是乎哉 是吧 你讲的有你的道理 他讲的有他的道理 大家都有道理 大家也都没道理 是吧 因此讲道理是傻瓜 不讲道理才是对的 是吧 那么 恶忽然 然于然 恶忽不然 不然忽不然 是吧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会诡诡诀到 道通为一 是吧 怎么样都行 是吧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是吧 什么样都可以的 是吧 对于我来讲 没有什么 不能接受的 是吧 我什么都看看了 是吧 所以老婆死了 我也无所谓 是吧 这个 并不是说 我不爱老婆 但是照我看来 爱和不爱也差不多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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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所以叫奇物论 是吧 奇物论的这个题目 就叫做万物一奇 是吧 就是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相对的 是吧 没有什么值得较真的 是吧 这个境界 后来大家知道 中国人一直非常的崇尚 是吧 于是这个 我们现在就看到 现在很多人都挂一个正板桥题的一个条幅 叫什么呢 叫难得糊涂 是吧 这个过于较真 那是傻瓜 是吧 我们都要难得糊涂 是吧 这都是从那个奇物论派生出来的一种 一种观念了 是吧 那么这种观念呢 我觉得最容易解决 最好解决一个问题 是吧 那就是要解决 这个秦以后的人们 可以在表与礼之间 形成非常大的张力 是吧 这个大家知道 以后的中国人呢 虽然汉成秦制 是吧 搞的这个规则 一直是秦的这个规则 是吧 但是他们讲的语言 完全是另外一套 是吧 讲的是儒家的一套语言 是吧 那么讲的这个儒家的 这个语言和这个行为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是吧 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你这样讲 你难道不 心里不觉得别扭吗 是吧 这里头啊 我觉得就用得着这个调服中的话 做人要难得糊涂 是吧 你太那个那个认真 你就活不下去了 是吧 你就会自杀 是吧 你就会觉得整天觉得什么信仰破灭 是吧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世道如何如何 是吧 而且你老是讲那些言不由衷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那个很难受 是吧 可是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境界 啊 那就很自然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啊 我经常讲啊 是吧 我用那个奇物论中的语言讲 是吧 大家知道秦国不是有一个很 一个典故吗 是吧 这个赵高啊 迁来一批 鹿 是吧 然后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呢 是吧 那些人说 这是鹿 是吧 呃 赵高就大怒 说他明明是马嘛 你为什么说是鹿呢 是吧 于是那些人就只好说是马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如果在儒家看来 这样做就很难受 是吧 这个这个啊 如果说 这个东西明明不是马 啊 那坑儒就要坑到你的头上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他是马 那你就 不是儒家了 是吧 可是如果按照奇物论的观点看来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是吧 因为马和鹿其实就差不多嘛 是吧 你干嘛要那么较真呢 是吧 马一鹿也 鹿一马也 所谓万物一奇也 都差不多 是吧 所以 如果你指鹿为鹿 那么你是儒家 如果你指鹿为马 那你是大儒家 为什么你是大儒家呢 因为你 你是智者 你看透了 你领悟了 你得到了 是吧 你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是吧 指鹿为鹿是 低的境界 指鹿为马 那是高的境界 是吧 那你已经超越了是非的俗见 是吧 世上的人呢 精精于是非 这都是俗人 是吧 我们这些人 已经超越了是非 已经成神仙了 是吧 不是人了 是吧 这个人间的是非 对于我们来讲 已经无所谓了 是吧 我们已经逍遥游了 是吧 这个 人一旦进入了这种境界 你说他是高尚呢 还是卑鄙呢 当然高尚和卑鄙也差不多 是吧 这个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是吧 本身他的区别也不是很大的 是吧 因此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就是 法家也就是儒家 儒家也就是法家 儒表法理 那当然 很正常 是吧 因此这个道家的这套学说 他提倡的就是 顺其自然 以逍遥游的态度 对待世事 用庄子的话来讲 叫做 不遣是非 以于世俗处 是吧 也就是说我不要管那些 我不要太矫正 不要太管那些是非取之 是吧 我都去 可以随遇而安 是吧 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 是吧 化解在 装身梦蝶 蝶梦装身 是是而非 是非而是 难得糊涂 玩世不共的态度之中 是吧 什么贪官无力啊 独裁腐败啊 等等等等 是吧 这都是没啥 是吧 和那个理想世界的差别 也不太多 是吧 都其实 看透了都一样 是吧 因此啊 后来的一些大儒啊 都认为啊 这个道家的对这种态度啊 是对 这个法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在上者指路为马 在下者就要难得糊涂 是吧 这个明代的王富之 他就讲过 他说一个社会 这个 头头越专制 老百姓 越要犬入 是吧 在旗上生寒者 旗下 避佛老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上面的人指路为马 下面的人你就得 难得糊涂 后来啊 这就成了中国的一个 远远流长的 一种 所谓的大智慧 是吧 我们在一些那种 呃 民间独物中啊 是吧 呃 都可以看到 是吧 这个啊 这个像大家知道的 中广 中广闲文 是吧 里头就讲 是吧 山中有植树 世上无植人 是吧 呃 呃 他写过一篇文章嘛 叫做聪明人与杀子的 啊 一篇文章 是吧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那些 呃 比较 呃 讲是非的 啊 这些人都是傻瓜 是吧 然后那个聪明人 是吧 就比他们更开通 啊 那么他当然就对这个现象很不满 是吧 他认为啊 是吧 这个 国人现在是越来越聪明 这是指的啊 在那个十四物者为俊杰的这个意义上 是吧 糊涂者是越来越少 是吧 也就是说这些人现在一个个都学的 比谁都 圆滑 比谁都 更精 但是同时 他们又越来越糊涂 是吧 什么叫越来越糊涂呢 就是老子 决胜弃制 那种意义上的糊涂 就是这些人 连最基本的是非都 没有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 逍遥之道 犬儒主义 和所谓的 圆融通透的行为方式 大行于事 与儒家的道德 说教 就形成了一种 鲜明的对比 是吧 其实啊 这个 其上者深寒 其下必佛老 这句话我觉得 是非常深刻的 是吧 这个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啊 应该是一个 这个一个专制社会能够 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是吧 我们大家知道 世界上的专制主义啊 在它建立的时候 很可能是需要激情的 是吧 我们现在搞革命 啊 要要要 然后我们要解放传人类 要什么 要要强调那种道德 是吧 要强调那种 哎呀 什么 什么什么 为了解放传人类 要牺牲我自己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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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时候 你如果讲逍遥 人们往往会认为 这是对专制的消解 是吧 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狂热 弥漫社会的时候 是吧 如果你啊 摆出一副玩世不共的那种态度 是吧 像王硕写的那种小说 如果是在文革期间 啊 那应该那是啊 那应该是属于一种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解构 呃 那个 解构那种 呃 那种迷信的一种 啊 一种很有力的 呃 那个武器 可是 历史表明 原教旨主义的专制 往往都是比较短命的 是吧 专制到了一定时期 是吧 也就是说 打天下的时候 他需要狂热 到了坐天下了 他就需要冷漠了 是吧 因为 这个时候 如果人们含狂热 就有可能隔到 把革命隔到你的头上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需要冷漠了 是吧 所以啊 历史上的专制 往往是 是吧 在建立的时候 啊 狂热 但是稳定了 是吧 他们就要强调啊 这些人最好是 是吧 呃 难得糊涂 呃 最好是 是吧 就是就是呃 对一切都无所谓 是吧 呃 所以啊 呃 这样的态度 对于他们来讲 是吧 就成了一个 好事情 关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啊 这一点对中国的政治 后世的政治影响 一直很大 是吧 这个啊 专制者 他越是专制 他越是要身边一些 具有道家色彩的人 是吧 因为如果是一个儒家 就很难跟他合作 是吧 这个儒家往往要较真 是吧 而且往往会提出一些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先秦儒家经常讲的 从道不从君 是吧 就是就是我有我的一套价值观 是吧 这个皇上的是非啊 并不一定就是啊 并不一定就是我的是非 是吧 呃 那么因此就需要有些人啊 比较随和 是吧 老大讲的 我就做啊 对错 我不管 是吧 因为对和错也差不多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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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有这样一种境界啊 你才能够这样做 是吧 所以我讲啊 这种结构啊 是吧 呃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很多人都讲 这个中国文化是一种 所谓的如道互补的文化 是吧 甚至有些人还经常讲 呃 这个所谓如道互补的文化就是 所谓的 达者奸济天下 穷者独善其身 是吧 呃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话要说是如道互补 很难说的 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孟子说的 是吧 道家并没有人说过呃 说过这样的话 是吧 有些人说 穷则奸济天下 那是儒家 达 呃 达则奸济天下 那是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 那是道家 就是说如果困难的话 我就自尽明则保身就行了 可是大家知道这句话 整个就是孟子说的 并不是说这后一句是 就是个道家说的 所以从形式来讲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有 本身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 如果按照这个庄子 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他的那个对藤原的那种理论 其实恐怕 就是就变成 达者称王称霸 穷者怒言逼惜了 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了 那么当然就是一种犬儒主义 我觉得至少是 到了秦以后 或者汉以后吧 实际上是 一种法道互补的状态 如果说如道互补 大概指的是孔子和老子 那个时代还是有点 有点像 但是到了以后 恐怕就不能说是如道互补了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一直到后世的政治 也一直是有这种特征 我们知道 这个毛主席一直是非常崇拜法家的 我前面也讲过 他从中学时代就推崇商鞅 而且说那个就大骂那个蠢猪式的人意 毛主席当然是聪明人了 他当然不会相信蠢猪式的人意 他写过很多这种 他中学时代就写过这些歌颂 就是高度评价商鞅韩非的著作 写过那些骂那个蠢猪式的人意的 这个著作 那么他自己当然是一个法家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毛主席自己说 他是马克思家秦始皇 是吧 实际上后来 他的秘书李瑞先生说 其实应该是斯大林家秦始皇 其实照我看 如果说秦以后的人们是如表法李 那么我们毛主席其实就是马表法李 是吧 讲的是马克思 实际上是做的是秦始皇 是吧 这个应该说也是一种 这个表李的区别了 是吧 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 的确也需要有一些 也需要有一些人难得糊涂 是吧 太校正了 不行 是吧 我们知道 那个总理啊 在晚年 那个毛是想把他给铲除 是吧 当然后来他死得早 就逃过了这一劫了 是吧 那么当年的那个批林批孔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针对总理的 那么当时啊 就很多那些 那个毛身边的一些人啊 就是后来我们讲的所谓四人帮 是吧 就说总理是党内的大儒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毛是很强调 儒法斗争的嘛 是吧 他是法呢 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儒 是吧 这个儒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贬义词了 是吧 说这个周总理是党内大儒 可是照我看 周恩来如果是党内大儒 他绝不可能 一直 一直那个 像不倒翁一样的 一直 一直 一直维持到 那么晚 老实说 如果真要讲党内大儒 我觉得 与其说是周恩来 还不如说是彭德怀 是吧 彭德怀 真有点党内大儒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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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影子 至于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吧 其实你看看 他早年的经历 你就会知道 周恩来 如果说毛泽东从中学时代 就表现出法家倾向 那么周恩来从中学时代 就表现出道家的倾向 是吧 他在 他在1916年在南开学校 当时他是个中学嘛 他就 说过一大番那种道家的话 是吧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 何道也 常道也 尊生死之贵 后天地之经 不强其身 不变其本 则死无所见 焉用其身 知其人死 又安知其身 是吧 这个话完全就是一副装置的那种语言 是吧 死和活也差不多 是吧 那因此骨盆而割也是可以的 是吧 总而言之 是吧 总理啊 有一个 有一个话 其实这个话 我觉得他私下讲讲是可以的 公开说出来啊 我觉得是相当丢脸的一件事情 但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神经 居然公开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美德说出来了 是吧 我们知道在 呃 这个总理 多少周年 多少多少周年的纪念的时候 播过一部连续剧 他播过一部那个文献片 其中呃 呃 总理的子女 就 讲了一段话 说这个 拜拜 就是呃 总理多次对他说 其实别的人也说过 是吧 这 可能是总理对他的亲近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 是吧 什么话呢 就是 我可以犯政治错误 但绝不犯 组织错误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政治上 我可以做 也可以用 但是组织上 我绝对抱出腿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呃 谁 谁是老大 我就听谁的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吧 政治是无所谓的 但是组织是 绝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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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是是是 我绝对是不能背离的 是吧 这句话老实说 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话 我觉得总理他真是这样想 他对他的很多亲人 很亲近的人都这样讲 最奇怪的是 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高峰亮节来来来说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 这句话公布出来啊 对总理的形象应该是 伤害很大呀 是吧 这个有一个革命烈士 夏夏明汉 是吧 他说过 他写过一首旧义诗嘛 是吧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是吧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如果按照 政治是无所谓的 只要组织 啊 只要跟着组织 就是不会错的 是吧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说法要能成立 那主义还有什么 还要只要主义真 干什么 是吧 主义不要真 主义不要紧 是吧 只要是吧 权势是真的 是吧 这个啊 就是 跟着 是吧 这个跟着老大走 那当然是自有后来人 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啊 那实际上是对理想主义的 一种亵渎啊 是吧 呃 但是不管怎样吧 是吧 我觉得这个 像这样的一种关系 是吧 就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主席和总理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版的 法道互补 是吧 呃 这个这个这个啊 呃 在上者指路为马 在下者难得糊涂 是吧 尚有生憨者 下必佛老 是吧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真正的所谓大儒像彭德怀那样的人 那其实都是 不太能够适应这种 呃 适应这种 呃 适应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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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种背景的 呃 因此啊 我们前面说过 到了汉代 虽然 呃 呃 到了汉武帝时代 是吧 这个呃 黄老之学 逐渐又被儒学啊 所兴起 是吧 呃 所取代 是吧 儒学成了主流 而且号称是独尊儒术 但是这个汉武帝时候的儒 已经和孔孟时代的儒有了很大的区别 是吧 那么我前面曾经提到过 在孔孟时代是儒家是没有三纲的概念的 是吧 这三纲的概念在呃 秦以前应该是法家的概念 是吧 韩非就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韩非讲的这个三纲 他是把它作为道来讲的 是吧 他是把它作为道来讲的 也就是说 有人认为 所谓的法家来源于道家 实际上 其中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这里 是吧 这个法家他排斥道德 是吧 他强调所谓的客观规律 是吧 自由 这个竞争 生存竞争就是客观规律 是吧 他强调客观规律 这个客观规律当然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 是吧 那么因此 而他讲的客观规律就是 就是竞争 是吧 尤其是权力的竞争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当然是 在由道家 用在用法家思想改造儒家的过程中 是吧 道家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中介 而且在汉初的一段时间 道家还直接扮演了情治捍卫者的角色 站在情治的立场上和儒家进行论战 是吧 这就是汉景帝时代的元皇之政 是吧 那么从元皇之政中你更能看出 当时 这个道家的犬儒主义和法家的专制主义 是吧 其实是 相当 这个捷径 是吧 而且他们共同 共同对 儒家的 所谓的理想主义 啊 呃 构成了一种 紧张的关系 是吧 呃 汉景帝时代 大家知道那个时代 还是重新黄老的 是吧 呃 从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呃 这个 西汉放弃黄老 是吧 是在汉武帝时代 是吧 那么汉景帝时代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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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和王的一个太夫 呃 按照汉书一文字的说法 他是 自私的 是吧 他是诗经的 传人 因此也是一个 当时著名的儒家 那么有一天 他就和 一个代表 黄老之学的 一个学者 是吧 呃 这些学者啊 当时都是只讲姓 不讲名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我们只知道啊 呃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一位叫做黄先生 一位叫做原故先生 原故是一个福姓嘛 是吧 那么这两个人 有一天就在汉景帝前 发生了一场争论 啊 这个 黄生 就是这个代表黄老之学的 这个人 他就说 他说儒家讲 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儒家经常讲那个 讨伐暴君 是吧 是一种 啊 正义的事业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 顺应民心啊 呃 讨伐 呃 讨伐昏君 讨伐暴君 啊 呃 汤武 是这样 是吧 那么当然那个 陈胜吴广 伐吴道 诸暴情 也是这样 这里我要讲一句 是吧 孔子的 嫡系 后裔 他的八四身 孔父 呃 后来就加入了 这个造反的行列 是吧 成了这个 成胜的博士 是吧 呃 后来而且是 与胜 俱死 是吧 就是后来也成了革命烈士 是吧 呃 但是 但是这是啊 呃 很罕见的 到了以后就 就很少有这种事了 是吧 那么这个 呃 这个黄老之学的这个代表 黄生就说啊 他说 汤武非寿命 乃是也 啊 说汤武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啊 呃 代表人民讨伐暴君的呃 呃 那个英雄 是吧 汤武是乱臣贼子 是吧 汤武呃 起兵造反 那是四军 那是犯上作乱 是吧 这个时候这个儒家啊 员故生就很不同意了 是吧 他说啊 不对 他说这个 你看 节奏啊 那是暴君 是吧 他们啊 这个这个这个 很残暴 是吧 天下之心皆归汤武 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诸节奏 节奏之名不为之死而归汤武 汤武不得以而立 非寿命和 是吧 是吧 说啊 陈汤发夏节 周五发饮咒 是吧 这都是正义的 人民革命 是吧 推翻暴君 啊 这都是啊 受命于天 而所谓受命于天 实际上就是 受人民的用户 按照他们的说法 天听自我民听 是吧 天是自我民事 所谓受命于天 实际上就是 所谓的顺天应人 是吧 就是顺应民心 是吧 而这个黄老子学就说了 什么民心 是吧 我只懂得自然之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啊 什么啊 什么道德啊 什么什么 这些人为的东西 都是假的 啊 有一种永恒不变的 宇宙秩序 或者说是客观规律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道家最喜欢讲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我们要无为嘛 是吧 因为这种客观规律 你是没办法 你是没办法改变的 是吧 他说啊 帽子就是再破烂 你也必须把它戴在头上 这个鞋啊 它就是再新 你也必须把它踩在脚下 是吧 你不能因为这个鞋很新 你就搞到头上 是吧 这个帽子破了 你就把它踩在脚下 这是不对的 是吧 因此啊 他说啊 这是规律 他说啊 这个昏君 虽然失道 但是他是皇上 他再失道 他也还是皇上 你不能造反的 是吧 这个汤污 你的道德再高上 你是臣下 是吧 即使 皇上是个暴君 你大不了 你就规劝他 你要造反 是不行的 是吧 你要造反 那你就是弑君 你就是犯上作乱 绝对是乱臣贼子 是吧 绝对不能容忍 是吧 很明显 这个黄老之学的代表 在这里其实就是代替 其实就是替专制者立言的 他说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 是吧 怎么是怎么样的昏君 也不能造反 那么我们的刘邦同志造反 该怎么说呢 是吧 这个刘邦同志 他当年不就是 这个骑兵反秦吗 是吧 如果说皇上 再怎么坏 我们也不能造反 那刘邦同志不就成了乱臣贼子了吗 是吧 这一下子 这个汉景帝觉得这种讨论呢 就比较麻烦 是吧 因为 因为你 这个讨论 你不管怎么说 都很难以自圆其说 是吧 你说 如果 昏君 暴君 应该 反 那就意味着 现在如果我 人家说我暴君 他也可以造我的反了 是吧 但是如果说 即使暴君 也不能造反 那我的 爷爷 刘邦同志 就是一个乱臣贼子 那汉朝立国 国的合法性何在呢 他们本来就是闹革命起家的 是吧 但是 他们现在很害怕别人革他们的命 是吧 所以他们又不能鼓吹革命 是吧 鼓吹革命 别人来革你的命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又不能鼓吹反革命 是吧 鼓吹反革命 那那个那个 那我这个朝廷 是吧 建立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这个 汉景帝一听就着急了 说这个讨论不能再这么进行下去 是吧 他就跑出来说 你们都不谈了 说这个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是吧 而且你们不讨论 也不妨碍你们成为大学问家 你们可以研究别的问题 是吧 是吧 食肉不食马肝 不为不滋味 是吧 你吃什么好东西不行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吃马肝呢 你不吃马肝 人家也不会说你不是美食家嘛 是吧 这个言学者无言 汤武受命不为鱼 是吧 说你不要谈这些敏感问题 是吧 对这些问题就是要不争论 谁罢 是吧 于是就不谈了 最要紧的是后面这句话 事后学者 莫敢明 受命放杀者 是吧 以前的儒家经常讲这种 是吧 什么文诸一符咒啊 为文士其君啊 是吧 什么 什么 这个这个 名贵君卿啊 是吧 什么君士臣如草戒 臣士君如叩仇啊 是吧 什么 福我则后 虐我则仇啊 等等等等 讲的都是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要造反 是吧 讲的都是这种道理 是吧 以后 他们就再不敢这样讲了 是吧 因为皇上不喜欢 是吧 那么从这里头你可以讲啊 为什么当时提倡 皇老 而不提倡儒家呢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这个皇上 他喜欢皇老 是吧 这个在上者生寒 在下者 必佛老 是吧 他们不太喜欢儒家 是吧 但是后来 他们又怎么喜欢了呢 为什么到了汉武帝时代 情况就有了变化呢 是吧 这里啊 我要讲 是吧 最初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呢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我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儒学啊 他是建立在西州时代的那种封建的 那种价值观上 这个封建的价值观 他是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 这种小共同体为本位 他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共同体越小 越可以 不依赢 不依赖一种制度安排 仅仅由于感情 伦理 善意 就可以达成 权责对应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父亲是有权威的 但是父亲是爱子女的 是吧 这是 人之常情 是吧 不需要 制度的制约 是吧 呃 这个恐怕也没有什么中西之分 是吧 我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 即使是 西方人 也不认为 父亲应该民主选举 是吧 也不应该 也不认为在家里头要搞 三权分立 是吧 来来来制衡父权 原因就是 亲情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是吧 但是 是吧 但是这个 如果 共同体一大 这个问题就大了 是吧 儒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要像个君 臣才能像个臣 父要像个父 子才能像个子 君不君 则臣不臣 父不父 则子不子 可是问题就在于 父父子子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是吧 人之常情就是如此 当然有没有父不父 当然有 但是比较少 是吧 所以我历来认为 包办婚姻是不好的 是吧 但是如果真要包办婚姻 还是让父母包办的比较好 是吧 要让组织上来包办呢 那才真是伤天害理了 是吧 是吧 那么 那么 是吧 父父子子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君君臣臣呢 早期的儒家说 那是应该做到的 但是是不是就真的能做到 谁也没把握 是吧 因此在那个 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六德这篇文章 是吧 就是那个锅垫厨件里头出土的 他就明确讲 君臣和父子是不一样的 父子是有骨肉之情的 所以他比较容易做到 是吧 这个亲情和权力的结合 但是君臣就麻烦了 这里我要讲 与此类推 比较小的 共同体 哪怕不是父子 是吧 就是那个 领主和他的门客 因为他们都是认识的 是吧 比如那个 比如那些 那个那个 春秋时期 大量的那种 为主人报仇的那些人 是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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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政啊 是吧 专珠啊 什么 金科啊 什么 那个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些 渔浪 是吧 这些人都有一个 特点就是 他们 就是我以前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那个 视为 知己 则死 是吧 你对好 我好 我就对你好 是吧 大家知道最典型的一个 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 为了自己的主人去 与 国家的领导人 抗争的 是吧 也就是用 用法家的话来说 他们都是属于所谓的 勇于私斗 缺于攻占 是吧 都是属于那种 那种 呃 像像这样的人 而且 呃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和他们自己的主人之间是有 呃 呃 熟人的关系的 是吧 是有真正的人际交往的 是有 感情的 是吧 呃 最有趣的故事就是那个鱼让的故事 是吧 呃 这个鱼让 呃 呃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赵检子杀了他的呃 主人 然后他为了他为他主人报仇 呃 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是吧 呃 他吞了炭 毁了荣 因为赵检子是认识他的 他为了谋刺就要毁荣 是吧 呃 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然后进行谋斥 最后还是失败了 然后赵检子把他抓住了 就问你为什么要为你的主人报仇呢 是吧 说 你在 你在那个自博之前 你还投奔过 他是为自博报仇 是吧 然后他说你在为自博 你在自博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主人 是吧 那么你的前一个主人 就是被自博杀的 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报仇 是吧 这个渔让说了一番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范氏中行氏 就是他最早的两个主人 是吧 说是以中人代我 就他们对待我很平常 是吧 所以我也以平常人代他 是吧 至于自博 他以国事代我 而已 我以国事报仇 是吧 这个自博对我 恩重如山 所以我要舍死相报 是吧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对应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是吧 所以早期儒家的很多观点 其实强调的都是这种关系 是吧 就是 君士臣如守足 是吧 臣士君如什么什么 是吧 这个君代臣一礼 臣士君以终 是吧 什么 等等等等 君君臣臣 君不君则臣不臣 是吧 上书中还有一句话就是 虐我则 扶我则后 虐我则仇 是吧 就是如果你爱护我 你就是我的王 是吧 大家知道在古汉语中 这个王和后是同一词 是吧 后来才有了 这个 君和君的区别 是吧 以前这个中国是 君君不分的 是吧 就是这个王就是后 后就是王 是吧 所以叫什么 下后世啊 什么什么 是吧 这个这个 啊 扶我则后 就是你爱护我 你就是我的王 灭我则仇 你灭待我 你就是我的仇人 是吧 那么 那个时代 是吧 呃 儒家的思想实际上是说 君臣应该像父子一样 是吧 但是当时的儒家 他们非常清楚 那只是说应该像 事实上并不一定像 是吧 因为君臣既不像父子 是亲人 也不像鱼让和自伯 是有真正的人际交往的 有真正的自愈之恩的 天高皇帝远 名少相公多 我知道皇帝老子是谁呀 他又怎么会知道我呢 是吧 我跟他根本就是路人 是吧 那么 没有这种感情 怎么能够做到像父子那样呢 是吧 早期的儒家 经常提到这个问题 他们的回答 老实说也很简单 是吧 老实说如果真按照这个回答去做啊 我觉得也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恐怕那就不断的给革命了 是吧 他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 在家里头 我们靠亲情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在陌生人中呢 那么就靠对应 是吧 你对我好 我就 忠于你 你如果对我不好 我就革命 是吧 大家知道革命这个词本身就是在儒家经典中的啊 那个那个 义和上书中都有这个提法 是吧 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是吧 因此这个 儒家的政治学说啊 其实 如果一言以蔽之 我就可以把它归为一句话 在家靠亲情 在国靠革命 是吧 在家里头 啊 我们靠亲情 维持一种夫妇之子的关系 在国家层次 我们是陌生人 是吧 那么 你应该像父子一样 如果不像 那我就搞革命 把你推翻 是吧 换 换一个 对我好的人 是吧 可是这个说法到了情以后 统治者就再也不能容忍 第一 他不能容忍 在家靠亲情 是吧 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啊 这个人各亲其亲 长期长 那谁听我呀 是吧 每个人都听爹的 那不就是鲁人从军战 三战三北 那不就是出现这种状况了吗 那不就是出现 那个 那不就是出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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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吴子婿啊 为了报复仇 可以当汉奸 是吧 或者当储奸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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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都还说 他是个好人 是吧 那不行 是吧 亲情不能要 革命更不能要 是吧 这个这个 法家是既不能允许你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更不能允许你 犯上作乱 是吧 因此这一套东西啊 到了汉朝 都得改 是吧 你不改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独尊的 是吧 通过我刚才讲的 这个缘故之争 员皇之争 是吧 你就可以看到 是吧 呃 其实汉景帝以后 他就不让你 呃 讲这些话了 是吧 但是这个过程啊 老实说也不是汉景帝 这么一句话就 啊 就可以改变这些人的 呃 这个思维习惯的 是吧 其实啊 这个 儒家从被排斥 到被尊崇之间 经历了一个 相当 复杂的 思想改造过程 是吧 这个过程 呃 其实很有意思 呃 我曾经在我的另外一篇文章中 讲过 就是这个 这个儒看你是 针对什么而言的 是吧 我们现在讲儒 往往是说 我们 用这个东西来 来抵制西方的那一套东西 是吧 但是 这一套东西 如果真的实行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那你说从秦以来的 这套制度能容得下吗 是吧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 所以这个 反法之儒 我们现在是 绝对不可能 那个那个 让它 成为主流的 是吧 但是我们 现在有时候会 提倡一些 反西之儒 是吧 就是用儒学去 呃 抵制那个 呃 来自西方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样的儒 当然也不可能 是真的了 所以我觉得 呃 这么说说是可以 但是儒 真的要成为 这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主流价值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很难说 其实罚先王的真正的含义 就是不罚后王 是吧 在这个 因为先王到底怎么回事 那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知道是 现在的领袖 我 我 我可以 呃 我可以反对 是吧 那个 郭殿初见里头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叫做横言君之过者为之忠 是吧 什么叫做忠呢 不是说老给皇上拍马屁的叫忠 就老是说皇帝坏话的 这叫忠 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后来就是 就没有人再讲了 是吧 横言君之过者 是吧 就是老是说皇帝的过失 是吧 那么这种人才是忠 是吧 那么 这个 后来的焚书坑儒啊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 其实在焚书坑儒以后 秦朝的朝廷里头 仍然有很多儒生 是吧 包括那个所谓的博士 包括我这里后面讲的 书生通 都是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呢 这实际上就是 后来的儒有一部分 就是寻学的 是吧 那么寻学是主张 法后王的 所谓法后王就是 我们要追随的 不是姚舜女汤 而是我们现在的 伟大领袖 这是后王 那么这个 法后王的这些人呢 当然后来他就归到了 法家的这个圈子里头 是吧 那么当时你可以看到 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是吧 这个汉代的赵琪 他在祝孟子的时候 他就专门有一句话 叫做秦焚书坑儒 孟子之徒尽矣 是吧 就是说所谓的焚书坑儒 其实主要是指的是 坑孟子这一系的人 是吧 就是这个 荀子这一系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 保留下来了的 那么在秦汉之际 这些人就发生了 很大的不同 其中有一些儒 他们是坚决 反对法家的这一套 是吧 那就是我讲的 在家靠亲情 在国靠革命 这些人就真的 跑去革命了 是吧 去参加了那个 那个以陈胜同志为首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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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 而且还成了革命劣势了 是吧 这个这个 但是 也有一些人 这就是汉代的所谓的儒宗 是吧 就是这个 苏生通 是吧 这个苏生通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 在当时的很多儒家 看起来是 他是很为人 所不齿的 是吧 这个人呢 据说是 这个很会 顺着说话的 是吧 说是当时 陈胜吴广造反了以后 是吧 这个秦二世就 把一帮 这个 把一帮这个 一帮这些专家 学者 找来 说你看 这个怎么样 是吧 然后 一些 一些比较傻的人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较真的人 就对 二世说 说不得了啊 现在天下 那个造反的人很多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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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重视 是吧 这个秦二世一听 就很不高兴 然后这个 苏生通就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说我们现在这个 伟大领袖那么英明 是吧 这个全国人民歌颂他 都还来不及呢 是吧 这个 这个怎么会 安敢有 凡者 说其实只不过是 有一些偷鸡摸狗的 那个 小偷小摸的人而已 是吧 那些 这个 这个 诽谤大好形势 是吧 那些人 这个 这个 诽谤大好形势 这些人都 要不得 是吧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呃 秦二世 啊 就就觉得 哎 说是这个 这个 苏生通通知 是个好童子 是吧 然后那个 讲 讲现在形势 很严峻的人 全部都给抓到监狱里头去了 是吧 然后苏生通就是这么个角色 是吧 然后 啊 然后到了那个 是吧 然后到了那个 呃 秦汉之际 发生了变化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啊 呃 就一下投奔这个 一下投奔那个 是吧 投奔了很多人 后来 有些儒生骂他 说是 啊 说是你这个人啊 说是啊 所事者 且始祖 皆 面于 以得轻贵 是吧 你是 有奶便是娘 是吧 就是就是 哪个人得事 你就去投奔那个 是吧 而且见一个 就拍一个的马屁 是吧 然后你就得到了很多好处 是吧 然后这些 员生都 很不高兴 是吧 最后 他去投奔了 这个 啊 这个汉高祖 是吧 这个汉高祖啊 本来是很瞧不起 呃 儒家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他是马上得天下的 是吧 而且他本身也是呃 秦时代的一个基层干部嘛 是吧 一个无赖出身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庭长 是吧 那么本身他也是一个呃 受到秦的那个影响 很深的个人 是吧 那么他啊 就就就啊 其实他本来也没有把呃 这个儒放在眼里 是吧 但是后来 这个汉高地啊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呃 跟他一起起家的那些弟兄啊 呃 后来 好像也并没有把他太当一回事 是吧 那些弟兄经常跟他拍拍肩膀啦 是吧 经常跟跟称兄道弟啦 是吧 经常那个汉高地把他们招 刘邦把他们招来开会 他们经常大呼小叫啦 是吧 让那个刘邦很不爽 是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苏生通就说啊 说哎 我有办法把他们给搞定 是吧 然后这个 嗯 汉高地当时也半信半疑 啊 但是说 那你就试试吧 是吧 然后他就制定了一套 所谓的理 这里我要讲 这个理很有意思 是吧 因为很多儒家认为 他制的根本就不是理 是吧 那么他跑去治理 是吧 不立于情仪杂就之 是吧 里头 其实是很多是情的东西 是吧 然后他去 跑去 找 其他的儒生来帮忙 是吧 其中 鲁地有两个儒生 就 很不高兴 是吧 说你这家伙 是吧 你就不是个玩意儿 是吧 你这个人是是是 有奶便是娘 投奔了十个主人 而且见一个就拍一个的马屁 是吧 你是一个马屁精 是吧 是吧 现在 那个 今天下出定 是吧 你又想搞这一套 说这一套东西啊 是要既得北年而后可新也 是吧 我们儒家讲的理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是吧 是要整个国家要那个那个有很高的道德水平 是吧 才能这样做的 是吧 你现在搞得让大家都害怕皇上 是吧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理 是吧 说 我不忍为公所为 你干的这些事情 我们不屑于干 公所为不合谷 你干的这一套 和孔孟之道 也不是一回事 是吧 我不行 公王已 无无我 你赶快走吧 不要侮辱了我 是吧 就是对他们 就对这个苏生通 很不高兴 然后苏生通就说 哎呀 你们这些人都是大傻瓜呀 是吧 你们不知实辩 是吧 这个苏生通 不知道他到底是法家还是道家 但是他反正是 大概法道兼而有之 是吧 他是实实物者为俊杰 是吧 这个人是个非常什么的人 是吧 然后他就制定了一套规矩 是吧 然后就让大家都学着他规矩 是吧 然后有一天 就这个 这个 这个刘邦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 按照他的布置 是吧 在这个大臣周围站了一圈 这个 呃 卫序 这个这个这个 克格勃的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警卫战士 是吧 然后这些人都要向皇帝三寇 三代九寇 是吧 三乎万岁 啊 如果有一个人 啊 他做的不规矩 马上啊 举不如意者遮隐去 是吧 诸力执法 玉力执法 举不如意者遮隐去 啊 对那些 啊 哭的不够啊 那些那个 汗饭碎汗的不够响亮的人 是吧 呃 马上就把他们抓去 是吧 结果啊 把这些人吓得两腿都发抖 是吧 静朝至久 啊 无感 欢夜 使离者 是吧 说这些人都啊 莫不 正恐输尽 是吧 这些人都 哎呀 一个个都给吓得浑身发抖 是吧 哎呀 这下子这个 这个 这个 汉高帝看了很高兴 说哎呀 我这才知道当皇帝的 那个威风了 是吧 然后据说就 很崇敬 这个 这个 然后据说就重用了这个 苏生通 是吧 呃 然后 这个 司马迁呢 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这个苏生通啊 西式度物 讲的简单点 就是食食物者为俊杰 是吧 他是一个非常之啊 那个那个能够啊 能够适应 适应潮流的人 智力进退 与时变化 是吧 诸为 汉家儒宗 他是儒家 入汉以来第一个受重用的人 是吧 以后的儒家 受他的影响很大 但是他讲的这个儒家是什么儒家呢 是吧 史记 下面就讲了 是吧 这个 其实苏生通搞的这一套啊 是吧 其实是大抵皆惜秦故 是吧 其实讲的是秦的那一套 而秦的那一套 其实是不合圣志的 也就是说不是儒家的那一套 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尊君益臣 是吧 他可以使大家都害怕皇上 是吧 都跟皇上当奴才 是吧 但是他显然是不合圣志 他都是皆惜秦故 是吧 那么你看这个苏生通 他说是汉家儒宗 但是他像个儒家吗 是吧 所以啊 这个苏生通以后的这个儒家 是吧 恐怕就跟 就跟孔孟时代有了很大的区别 是吧 而且在这个周秦之变呢 我觉得苏生通和我前面讲的这个 投奔陈胜当了革命烈士的这个 这个孔父 是吧 本身 也有了极大的反差 所以 我这里要讲一个 我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的 是吧 当一个国家 都普遍 尊奉一种符号的时候 是吧 比如西方 是吧 他们是基督教国家 所有的人 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 是吧 但是悉尼胡克说过 是吧 说啊 这个基督徒之间的区别 往往要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 还要大 在中国其实也是一样 是吧 声称自己是儒的人 之间的区别之大 往往比如与非儒的区别 还要明显 是吧 像这个苏生通和鲁诸儒的区别 是吧 苏生通和孔父的区别 是吧 恐怕就是非常之大的 是吧 但是苏生通的这个做法 打开了一条道路 什么道路呢 就是儒学法家化的道路 是吧 通过这个法家化 儒学原来的那一套 是吧 就是所谓的在家靠亲情 在国靠革命的 那样的一套东西 是吧 就逐渐逐渐 这个棱角就被磨平了 是吧 然后这个儒家就逐渐成了一个 可以被皇上接受的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东西 是吧 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是吧 我们知道的是 首先 苏生通 治理 他治的这个理 其实就不是儒家之理了 是吧 其实他治的这个理 与其说是周理 不如说是秦法 那么这就开创了 儒学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变化 那就是我讲的 以法入理 这里我要讲 我们搞学问的人都知道 民国年间的 瞿同祖先生 曾经有过一个说法 说那个中国的 法律的儒家化 是在朝位开始的 是吧 这个朝位的陈群刘少修改法律 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 用他的话来讲 就是以礼入法 礼法合一 是吧 这个也是符合 我这堂 我这门课的宗旨 也就是我认为 周秦有一个变化 汉卫又有一个变化 是吧 这个理解了周秦之变 理解了汉卫之变 对秦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就有了 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是吧 这个汉卫之变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把那个 秦汉以来 一直是法家化的法律 加上了很多儒家的伦理色彩 是吧 变成了一种 比较伦理化的 一种东西 是吧 这也就是那个 瞿同主先生讲的 这个 法律儒家化 以法入理 理法合一 但是 我觉得瞿同主先生 没有注意的一个事 那就是 那个时候的理 已经和孔孟时代的理 不是一回事 在 朝魏 以理入法之前 周秦之继 先有了一个 以法入理的过程 是吧 也就是说 首先是法家把 儒家的理 给改造了 是吧 然后才有到了汉卫 到了汉卫之继 到了朝魏以后 又用这个理 去把这个法在 去把当时的法律 再 再调整一回 是吧 这个瞿同主先生 他详细认证了 以理入法 但是他没有提到 以法入理 是吧 我觉得这个 以法入理 恐怕更为重要 是吧 因为正是由于 先有了 以法入理 朝魏的 以理入法 也就 不可能是真正的回到 西州那种状态去 是吧 很多人说 到了朝魏 到了魏晋时代 好像又 历史又倒回去了 是吧 从一个中央集权状态 又倒回到了一个什么 诸侯林立的状态 是吧 而且很多方面好像都 有点周的影子 是吧 包括那个宗族制度啊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但是我讲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是吧 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时代的儒 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 孔孟时代的儒了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儒表法理 经过很多个阶段 其中 以法入理 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而且也是贯穿 这个过程的一件事 是吧 可以说啊 这是 这个 儒学 儒学可以独尊的一个 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是吧 那么什么叫做理呢 啊 这里我要讲 最早我们讲的理 主要就是血缘的 宗族传体中的 那种伦理 是吧 因为大家看这个理字 就知道 是吧 这个理 那边是一个事 其实就是一种祭祀 这边是一个啊 理 这种理就是 其实就是那种 我想大概就是 类似于现在的牢灶 是吧 当时是用来做祭品的 是吧 当时是用来 祭祀祖宗的时候 用来做祭品的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中法家族时代的一种 亲亲尊尊的规则 就是对祖先 对尊长的一种 礼敬 是吧 那么这种理啊 这以前呢 有人说 它体现的是一种 上尊下卑的 等级秩序 也就是说 这个理是强调 贵贱有别 尊卑有序的 它和我们近代讲的 平等 是对立的 是吧 有理就没有平等 是吧 理就是要强调 上下的 强调尊卑的 是吧 我们看到的很多 先情的解释 都是把理 理解为一种 等级差异 但是这种等级差异 它带有很浓的 温情默默的 性质 是吧 关于这一点 我们下节课再讲 现在下课 我们前面讲到啊 这个 徐同祖先生 曾经提到这个 捍卫之际 是吧 中国出现了所谓的 以礼入法 礼法合一 或者叫做法律的儒家化 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 是吧 但是 徐同祖先生没有提到 在这之前 曾经有过一个 相反的过程 就是 就是以法入理 是吧 伦理的法家化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正是由于先有了 以法入理 是吧 后来的以礼入法 才 没有被 理解为 周治的浮规 和秦治的 解体 是吧 所谓以礼入法 大家知道啊 这个 整个两汉的法律 我后面要提到 基本上都是 是法家法 是吧 是吧 也就是 反中法的 非伦理性的 法律 是吧 包括 汉初的 九章律 是吧 包括 那个 我们现在在 张家山汉墓中 看到的 那些汉率 是吧 基本上都是 用瞿同主先生的话来讲 都是 都是法家系统的法律 这一点呢 我觉得 瞿同主先生 是很有 是很有 那个 那个 是很有眼光的人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 汉率 它的原文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是吧 这个汉率 现在已经亡义了 那么 以前我们看到的汉率啊 基本上是 这个 分散在各种材料里头的 极光片语 是吧 就是片段的这些话 晚清的学者 沈家本 曾经 集过一本 叫做 汉唐率 这个具体的书名 我一下记不得很准确 但是 就是汉唐率的比较吧 大意义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是吧 唐率 当然大家知道 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唐率书役 是吧 汉率 现在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们从 汉书 刑法制 禁书 刑法制 是吧 和那个 各种史记中 可以找到一些片段 是吧 呃 沈家本先生 把这些材料 零零碎碎的材料 都集中起来 是吧 搞了一本叫做 呃 大概 呃 就是大意识 汉唐率 对比 呃 这样的一本书嘛 是吧 呃 可能大家知道 这个晚清的学问呢 就是所谓的 前家之学 呃 找到他 关于他的隐文 然后把这些隐文都 凑起来 是吧 就像我们 呃 在地下 发现一个打碎了的池冠 是吧 我们把它尽量聘成一部 呃 可以知道大概的 一个一个文 一个文献 呃 这种学问叫做 集疑 是吧 像大家都知道 二十五史中的 旧五代史 就是这样集出来的 本来旧五代史 早就已经没有了 是吧 后来人们从那个 呃 从永乐大典中 是吧 从不同片段 隐正的 隐的这个 呃 关于旧五代史的隐文中 把它全部都集出来 是吧 呃 搞了一本这个东西 呃 这一类的书 其实有不少 那么 这个 呃 听过了沈家本 也用这种办法 把有关汉律的东西 集 集中起来 搞了一本东西 是吧 然后 民国年间的 瞿同祖先生 就以 这些集疑的材料 为根据 认为啊 除了汉成秦制以外 还有一个 汉成秦法 是吧 就是这个 汉代的法律系统 基本上是法家化的 啊 非伦理的 是吧 呃 法家的法律 有什么特点 是吧 我后面 呃 谈到汉代法治的时候 还要专门讲 是吧 但是总而言之 按照他的观点 汉代 汉代不仅 汉成秦制 还有汉成秦法 这个秦代的 法家化的法律 一直沿用到 汉代灭亡 到了 成群刘少 修改法律的时候 是吧 在朝位的法律中 才出现了 那个 实质性的修改 是吧 就是儒家 按照儒家的观点 把这个法律 变得 具有很强的 伦理性 是吧 比如啊 这个我后面 就要讲到 他对伦理性的犯罪 啊 追究的就很厉害 是吧 而且在法律中 贯穿了一些 啊 比如说 那个儿子不得告父亲 是吧 诸如此类的 这个反映了 那个 那个那个 宗族之间关系的 是吧 呃 这些内容 但是 我们要理解 捍卫之际的 法律 儒家化 是吧 也就是儒家的规范 是所谓的理了 法家的规范 是所谓的法了 我们要理解 捍呃 捍卫之际 朝位的 法律 儒家化 我们首先就要理解 这之前的 伦理 法家化 是吧 法家先把伦理 搞成了 法家这个样子 然后到了 朝位时代 才有人又把 这个伦理 用来改造 法律 是吧 因此这个过程啊 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大家知道 所谓的理 是吧 我上节课就讲过 他 这个字原来的含义 就是 在家族 祭祀中 一种 一种 一种那种 一种祭祀的方式 是吧 不同的祖宗 有不同的祭祀方式 那么 所谓的理 就是对 家族中 尊卑 掌幼 秩序的一种 安排 是吧 理就是强调 不平等的 是吧 在古儒的思想中啊 有这样一种说法 所谓的 理乐 理乐 理上同 乐上义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音乐 是大家可以共享的 是吧 这个 一个祭祀 一个什么 是吧 奏起雅乐 大家都 很陶醉 都沉浸在一种 审美的享受之中 这个没有等级区别 是吧 因此乐是上同的 但是理 就是为了 变异 是吧 所以 很多这种说法 说是 乐者为同 理者为异 乐同同 理变异 是吧 理 就是 区别 不同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理 就是不平等 是吧 就是区别尊卑的 区别 长幼的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儒家主张的礼教 的确是 与 近代社会中讲的 平等原则 是会产生矛盾的 是吧 你 这个 儿子就是要听爹的 而爹不需要听儿子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理 是吧 那个 因此人们都讲了 是吧 智礼 以分之 持有贵贱之等 长幼之差 夫理者 所以 别尊卑 亦归贱 是吧 净退有度 尊卑有分 位之理 是吧 所谓理 就是强调 长幼尊卑 就是强调 不平等的 是吧 那么乐是 一样的 是吧 但是这个理所讲的 不平等 是一种 它的原始含义 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 尤其是 血缘 亲族 共同体内部 是吧 家族内部 尤其是家庭内部的 一种 建筑在伦理基础上的 不平等 也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这种不平等 是吧 它是与亲情 套在一起的 具有温情默默的色彩 是吧 这种不平等 它既是一种 属负 也是一种 保护 是吧 就是说对于父亲来讲 它既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权利 而且这个权责在这里 我前面已经讲过 它不需要一种 制度来安排 是吧 这是陌生人社会做不到的 亲人之间可以做得到 是吧 有人说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有一个饭跑跑事件 是吧 这个饭跑跑声称 他谁都可以扶救 是吧 只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他女儿 说是为了他女儿 他可以冒险 是吧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是吧 这说明这个 这个 这个亲情的确是 可以赋予人们一些 是吧 不需要制度安排 就具有的一些义务 是吧 那么因此 这种 儒家讲的礼啊 它由于它最初的缘 它最初的形成 强调的就是 在一个中法的小共同体内部 建立在亲情和伦理基础上的不平等 是吧 而不是后世那种奴隶制 雇佣制 科成制中 那种冷冰冰的上下之别 是吧 你就是我的下级 我可以开除你 是吧 我可以解雇你 是吧 我可以把你卖掉 是吧 和这样的一种上下区别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是吧 儿子必须尊重父亲 但是父亲也不能 任免儿子 是吧 这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 是一种 摆不开的 是吧 对双方都有 约束的 这样一种关系 是吧 那么因此这种礼 它是有 温情默默的一面 通常人们讲到 礼遇某些人的时候 一方面都是讲 这些人应该是在我下面的 是吧 但是另一方面又是说 这种礼遇一般都是 给人的感觉 与其说是一种压迫 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保护 是吧 因此这个礼啊 在汉语中给人的感觉 是吧 就是 一种 保障 是吧 尽管这种保障不平等的 是吧 就比如说 我给某些人以礼遇 那就是说 我要对他客气一点 对他尊重一点 是吧 君在臣以礼 是吧 也就是说 皇上 对臣子 要 给予尊重 是吧 礼贤下士 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对那些 我下面的这些 知识分子 是吧 我要 给他们以尊重 所有这些说法 都是 在上者 的 异下之道 是吧 的异下之道 但是这种异下之道 带有很浓的温情 富爱色彩 在下者 一般 与其说是感到 是一种压迫 不如说 感到的是某种 人情 和宝藏 是吧 所以 但是这种人情和宝藏 都是建立在 小共同体 本位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 建立在 孟子讲的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的基础上的 是吧 因为这种伦理 按照儒家的学说 是吧 它是具有 很强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 那个 爱有等差的色彩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父爱和陌生人的爱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尊敬父亲 和尊重陌生人 也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 我们才能理解 为什么儒家才会说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素人 是吧 关于这个话呀 我觉得 以往 这个争论很大 是吧 大家知道 这句话呀 在后世被理解为什么呢 在后世就被理解为 有一些人 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是吧 行不上大夫 就是 有权有势的人 犯罪了 也可以不受到惩罚 理不下素人 就是说那些没权没事的人 是吧 他们 得不到尊重 是吧 他们可以任意 虐待 是吧 这个说法在中国的现实中是存在的 是吧 我后面要提到 其实法家做的那一套啊 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样 但是 这个概念在儒家那里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有一些人 为了基于 表彰儒家 或者说认为儒家 是 很 很 很先进的 是吧 或者说是很 很美妙的一种制度 他们就认为 这个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素人 其实是相反的意思 是吧 他们的意思是说 他们说啊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 大夫和素人 没有什么区别 是吧 应该 一律平等 是吧 有一位作者说 说这句话就讲了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素人 这个上下 其实是 高抬 他 还是贬低 他的意思 是吧 就像那个 那个 这个论语中 有另外一句话 叫做 为上至下语 而不宜 是吧 以前有些人说啊 上至下语 指的是 上等人都是聪明的 下等人都是笨蛋 是吧 因此说 这个孔子是 非常 敌视下等人的 是吧 或者说 非常歧视下等人的 是吧 那么现在有人就解释说 上下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 是尊重 和 尚是尊重 和提倡 下是不尊重 不提倡的意思 是吧 什么叫做 上至下语呢 就是 尊重 智慧 是吧 就是那个 反对 愚民政策 是吧 这就叫做 上至下语 是吧 所谓上至就是 那个 对于智慧 我们要给予 尊重 而不是反过来说 是吧 呃 这个 呃 地位高的人都有 呃 都是聪明人 是吧 不是这样讲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就用这句话来讲 行不上大夫 是什么意思呢 说是在刑法方面 不必去 优待 大夫 礼不下素人是什么意思呢 说是在 照顾和尊重方面 不必提示 素人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在照顾方面 不要贬低素人 在刑法方面 不必专门去 抬举 大夫 是吧 这些人说啊 这里体现了一种 血缘中心行政意的 远古 理行观 据说 人类原始是很平等的 是吧 呃 这个呃 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素人 就代表了 所谓的原始平等 可是我前面就曾经提到过 人类原始的 有所谓的平等吗 是吧 呃 其实现在很多研究出名 社会研究人类学 甚至研究动物的 人们都感到 是吧 这个不平等 从来就存在 不仅原始人中 是不平等的 是吧 大家知道在那个部落中 是吧 他就有酋长和 一般人的区别 是吧 甚至在 灵长类动物中 都可以看到 啊 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比较 有一个是 有一个猴子是 称王称霸的 是吧 其他的人都要服从他 甚至在动物中 都有 这个 头羊 是吧 和那个 那个 那个一般的 这个动物的区别 是吧 呃 我们都知道 这一个家庭内部 正常情况下 甚至连 就算是西方的 现代国家 是吧 所谓的平等 也是指 有了权力能力的人 之间的平等 是吧 你不能说 要一个七岁的小孩 跟父亲 啊 讲平等 是吧 嗯 我前面讲到 也没有什么 啊 对父亲 进行三权分立的 那个 啊 那个说法